1981年 东京都港区 春寒料翘的三月份 早上的气温还是有些瘆人 让与生秀术不得不多加件外套 谁能想到 他上辈子一个九五后射处 正最新996无法自拔呢 怎么就突然穿越到昭和时代了 成了为已经出道的偶像 不过说是偶像有些惭愧 比起七十年代就已经走红 同教秀术的西城秀术 他身体远逐的偶像之路 用个惨字都不足形容 16岁出道 首张单曲卖了500张 惨淡的翘无声息 转战拍电影 上映后院线三日游 陪的无人知晓 两年时间 愣是没能在一能界 混出点名声 几天前 事务所准备最后挣扎一下 给园主安排了新歌演出 园主压力过大在后台一了百了 他正好穿越过来 结果 还没搞清楚状况的他 被推上舞台 现场来了次迈克尔 杰克逊超级完演出 仅限于开头部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当然是被观众赶下台了 记得有个家伙 把鞋都丢上来了 今天早上 照例来到位于港区的事务所 可还没进门呢 就看到一个个搬家工人 正把事务所里的东西抬上车 这是什么情况 心下奇怪着 宇生秀术三两步走入事务所 进门就看到 已然空荡荡的事务所里 三十岁的社长田中信雄 坐在把破椅子上 端着份牛肉井饭大块朵頤 他走上前围着对方转了一圈 很不爽地说 信雄丧 竟然只买了一份 嗨嗨 田中信雄被宇生秀术的话语得不轻 捶了捶胸口后怒喝 浑蛋 光想着吃 难道就不关心事务所都没了吗 宇生秀术闻言 指了指门口田中义能的事务所门牌 这不还在吗 可他话音刚落 就有位搬家工人走到跟前 把那块门牌拆了下来 嗯 确实没了 宇生秀术摸摸下巴 巴嘎 这是什么反应 宇生秀术收起表情 拉了把椅子坐下 不是应该早就结束了吗 若非靠田中信雄这位不愿意继承 信雄家族服装厂的公子哥书写 就守着他这个扑街偶像的事务所 其实早就该倒闭了 今天这场面完全在意料之中是啊 我的梦想也结束了 宇生俊陪着我傻呼呼了两年呢 田中信雄的大事务所梦想破灭 表情落寞 信雄桑接下来要回家继承服装厂了吧 信雄桑这么老了 会被安排和大家族小姐相亲吧 听说大家族小姐都很温柔呢 真是让人陷 啪 宇生秀术话没说完 就被筷子敲了头 笨蛋 我哪里老了 田中信雄看似恼火 心中却颇为感动 因为他看出这位年夏弟弟 是在用完笑话在安慰他 经历了那次舞台事故 常年颓废抑郁的宇生秀术 竟然开朗起来 这让田中信雄很是欣慰 以前经常担心宇生秀术会想不开呢 给 田中信雄不知从哪里摸出个袋子递过来 牛肉锦饭吗 宇生秀术接了过来 笨蛋 不要总想着吃啊 是以前发行的歌曲母带 我从唱片公司买回来了 当做偶像生涯的纪念吧 销量惨淡 田中信雄买回版权 也没花多少钱 什么叫偶像生涯 我可还没宣布退影呢 别说傻话了 难道还要给宇生俊 安排退影发布会 觉得会有媒体来参加吗 宇生秀术这种不出名的偶像 在霓虹不知道有多少 谁会关心他退影这种事 都是悄无声息的消失 已经和广桥浅子桑沟通过了 他那正好缺个舞蹈老师 宇生俊不是从小就学习跳舞吗 做个舞蹈老师也不错 散伙后的工作都帮我安排好了吗 本来打算直接给宇生俊发生活费 但家里已经把我的卡停了 所以宇生俊还是去上班吧 咦 原来差一点就被包养了呢 嘴上吐槽的时间 宇生秀术想起了广桥钳子 印象中相貌平平 却很有才干的女人 田中义能事务所最初的宣传负责人 因为丈夫反对婚后工作 入职没多久就离职了 之后为此离婚 成了带着女儿的单亲妈妈 如今在华纳先锋旗下 一个培训室做管理者 宇生秀术因为唱片 约就在华纳先锋的原因 常去那里接受声乐培训 广桥钳子因此和他成了朋友 一直对他多有关心 都说散伙 总不能看着宇生俊去乞讨吧 说到这 田中信雄拍拍屁股起身 我走了 家里的电话宇生俊知道的 那就再见了 这两年相处得很开心呢 信雄桑 混蛋 别搞得这么煽情 信雄桑这样是 不会有大家族小姐喜欢的 我只喜欢六本目的奈美匠 既然是预料到的事情 那散伙也就变得理所当然 他们一大一小两个男人 也做不出痛哭流涕的伤感告别 更何况 告别时还喊着六本目 陪酒女的名字 气氛也实在伤感不起来 色谷本挺 月租五万日元的公寓里 回家洗完澡的宇生秀术 在照镜子 不需要虚报的一八铃身高 在如今的霓虹 完全称得上高大 没穿玉衣的上半身 自幼练舞的关系 肌肉清晰流畅 线条柔和的俊美容貌 配上冷白肤色 以及失败两年沉淀下的颓废冷郁感 让人忍不住生起一股保护欲 泽泽 这种级别的人间扳手 别说女人 她自己都顶不住 要是一不小心进了gay吧 包准能引来一票宫行大汉 穿越者日常自恋环节结束 与生秀术 躺在仍睡不习惯的踏踏米上 发散思维 以后一定要换个有床的房子 估计要不少钱 要怎么赚钱呢 虽说穿越后上被子记忆 变得像是数据库一样 能用关键词搜索 还特别清晰 可当初为什么没记拟红招 和时期的彩票信息呢 还是先去培训室交跳舞吧 不然吃饭都是问题了 下个月房租 也没有事务所负责了 可都穿越了 还要做个打工仔吗 心情不好 就打飞的去伦敦喂鸽子 想走就走的生活 她也想要呢 还是要做个有钱人啊 瑟谷区 JR会比寿站附近的 一栋就楼内 华纳先锋投资的培训室 坐落其中 培训室管理人办公室 与生秀树瞅了眼瞳 坐在沙发上的微胖男人 转头冲另一边的广桥钳子问 钳子桑这里 已经成为败犬收容所了吗 微胖男人叫吉刚祥泰 今年35岁 曾担任与生秀树经纪人 俩人关系十分要好 年前因个人原因离职 今天与生秀树来找广桥钳子报到 发现吉刚祥泰静也到了这里工作 便故意调侃起来 臭小子 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 说自己请标带上我 吉刚祥泰不满道 吉刚桑不是败犬吗 还是忘记曾经做过我的经纪人 做过与生桑的经纪人 就是败犬吗 不需要为我失败的偶像事业负责吗 经纪人桑 失败的事业 不应该去责问田中社长吗 信雄桑已经用解散事务所的行动道歉了 吉刚桑准备怎么向我道歉呢 不是因为与生桑的演出事故 才导致事务所解散的吗 听到吉刚祥泰这句话 与生秀术装糊涂 是这样吗 少给我装傻呀 旁边 一向表情严肃的广桥钳子 都被两人故意斗嘴的样子给斗笑了 之前他说 与生秀术要来教课 吉刚祥泰还担心 与生秀术从偶像到上班族 无法适应身份的转变 想着要怎么开导 结果见了面就开始斗嘴 吉刚祥泰还是和以前一样 明明很关心与生秀术 却一副口是心非的嘴硬模样 想到这 广桥钳子忍不住说 两位的关系真好呢 吉刚祥泰文言立刻反驳 谁会和没礼貌的臭小子关系好 我强烈要求派臭小子去发传单 广桥钳子附和 发传单的话 与生桑这么帅气 应该能拉来不少女学员吧 钳子桑不会真打算让我发传单吧 那样就离梦想越来越远了 与生秀术做惶恐状 那请问 与生桑的梦想是什么呢 吉刚祥泰拿起一本杂志卷起来 假装话筒采访 当然是赚大钱了 真是个俗气的梦想 这里就有赚钱的机会 给 拿去吧 吉刚祥泰说着 把手上用来假装话筒的杂志 丢给与生秀术 与生秀术拿起一看 发现是一周前发行的杂志 名叫文云 杂志封面上有个极为醒目的副标题 首届小学馆绘本大赛 奖金一百万元 绘本大赛 听起来很不错呢 翻开杂志 来到详细介绍绘本大赛的那页 与生秀术仔细看了起来 旁边吉刚祥泰只是随口一说 拿想到与生秀术 竟然真感兴趣 忍不住问 该不会真想要投稿吧 不可以吗 拿大赏的话 可是有三十万元奖金呢 与生秀术 已经大概看完大赛介绍了 标题上的一百万元 其实是总奖金 会根据奖项进行分配 最多的 就是大赏的三十万 不过除了奖金 哪怕只是得到小赏的作品 都能在举办方 诸事会社小学馆的帮助下出版发行 这才是重点 与生桑会画画 吉刚祥泰问 小时候学过段时间 园主小时候确实学过 不过水平就不敢恭位了 但要的只是个借口 真话绘本靠的是他上辈子的技术 感兴趣可以试试 不过画画还请以后再说 我需要带与生桑去熟悉工作了 广桥钳子总算没忘记正式 光顾着和吉刚桑聊天 差点忘记是来上班了 与生秀术虽然对绘本大赛有想法 但这回也不是考虑的时候 我也要去上课了 吉刚祥泰也起身准备离开 与生秀术故作惊奇 培训室还有经纪人课程 吉刚桑负责钢琴和吉他的课程 广桥钳子解释道 咦 原来吉刚桑这么厉害 早知道和吉刚桑组乐队 说不定就红了呢 那是当然 上大学时我可是组过地下乐队 还给没出道的南天群星 做过支援乐手吗 吉刚祥泰一脸得意 咦 这事情不会桑田佳佑自己都不知道吧 与生秀术坏笑道 臭小子 吉刚祥泰做事欲打 我先看看舞蹈是在哪 与生秀术脚下生风地逃了 看着与生秀术的背影 吉刚祥泰感叹 听田中桑说 演出事故后秀术反而开朗了 看来是真的 以前总阴沉沉地让人担心 或许梦想完全碎掉 压力也会消失吧 广桥钳子轻声道 了解了培训室后 与生秀术发现在这里工作也挺轻松的 都是基础入门的教学 每天课程也不多 当然想要赚更多的话 就要主动申请课时 毕竟酬劳除了固定薪水 还有课时奖金 培训室虽然是华纳先锋投资 但除了帮华纳先锋培训歌手外 也接受外部学员 否则就靠华纳先锋那点人 也经营不下去 熟悉了工作之后 不知不觉一周时间就过去了 色谷本体的公寓里 与生秀术坐在一幅画板前 身边遍布废弃的稿纸 空了的颜料管 狼藉的场面 加上他累到有些恍惚的状态 显然是忙碌了很久没休息 之所以这样 都是为了杂志上的绘本大赛 那天他看到后 确实动心了 获奖后的奖金当然想要 但他更看重的是 出版发行的承诺 现在这个时代的霓虹 作家可是很有社会地位 一旦出名 还很能赚钱的职业 自然想要出道就不容易 绘本虽然也是以画面为主 文字为辅的读物 但却和漫画完全不同 因为绘本更注重文学性和艺术性 以及对儿童的教育意义 因此属于公认的文学作品 甚至在整个文学界 绘本的地位要高于 绝大部分传统读物 是能够竞争向 国际安徒生奖等众多大奖的 远不是商业漫画可以比拟的 所以 即便在作家群体里 绘本作家也是逼格很高的存在 因此 绘本大赛无疑是成为 作家最好的敲门砖 加上霓虹绘本市场 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培养 到如今已经相当成熟 绘本作家起步 商业收入也能得到保证 说干就干 本以为截稿时间还早 他凭借脑中记忆照猫画虎 一次绘本 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能画出来 可开始后才发现 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不是颜色不对 就是画面文字出错 眼看截稿时间就剩两天 作品还没完成呢 不得已 只能找广桥钳子请假回家 专心创作 总算完了 落下作品的最后一笔 两天一夜没有合眼的余生秀术 顾不上休息 整理好绘本 满脸憔悴地冲出公寓 今天是截稿之日 眼看已经到中午了 再不抓紧投稿 作家出道的机会 就只能靠做梦了 由最近的地铁站上车 搭乘完之内线四站后 换成新速线 在坐四站后 从神宝艇站下车 向南步行三百米 就能看到诸事会设小学馆的总部 著名的小学馆大楼 大楼完工于1967年 因为当时小学馆出版的漫画 小鬼Q太郎大成功 大楼也被漫画迷亲切地称作 小鬼Q大楼 进入大楼说明来意 便被安排去做投稿审核与登记 负责人是为名叫北园会里的女员工 看年纪应该是刚从大学毕业 宇生桑 你的绘本 鳄鱼怕怕 牙医怕怕 经过审核 符合本次大赛的投稿要求 多谢北园桑 对于审核通过 宇生秀术并不意外 毕竟他选的绘本 可是后世享誉国际的绘本大师 五位太郎的作品 以拿奖作为目标 怎么可能连审核都无法通过 前世刚毕业 借助姐姐家的时候 给小外甥女 送的最多的礼物 便是绘本 这本 鳄鱼怕怕牙医怕怕 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 绘本讲述了一个 害怕去看牙医的鳄鱼 和一个害怕给鳄鱼看牙的牙医 在害怕中配合努力 最终解决鳄鱼蛀牙的故事 故事简单又充满童趣 还能培养孩子刷牙的好习惯 记得一向不喜欢刷牙的小外甥女 看了绘本后 竟都主动去刷牙了 除了考虑绘本的故事够好外 主要是他发现 这种事情还需要考虑吗 宣布审核通过后 委员会里开始下一步工作 登记投稿信息 羽生桑 使用本名还是笔名 本名 联络方式呢 羽生秀术没有传呼机 爆出了公寓电话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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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羽生桑是哪里人 工程县仙台市 原来羽生桑是仙台市人 家里有什么人呢 除了父母 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羽生桑喜欢棒球吗 有没有关注我们出版社连载的棒球英号 不好意思 我喜欢足球 羽生桑身上的衣服 看起来很特别呢 是在哪买的 羽生秀术文言 低头看了看 稍显宽大的白色T恤 腿上的收口工装裤 都是去新宿淘地摊货 然后找公寓下的裁缝欧巴桑改的 只有鞋是 Vance SK8 亥高帮 滑板鞋原版 这个时代 霓虹的时尚发展很快 但带着40多年后的目光审视 大多衣服依旧很土 上辈子就喜欢改造旧衣服的他 索性 DIY一番 看起来是特别了些 咦 不是登记信息吗 怎么突然问到衣服上了 羽生秀术这才反应过来 之前的问题 貌似和投稿没啥关系 怎么有种前世相亲的感觉 对面 北渊慧里脸色微红 看着羽生秀术满是憔悴的俊美脸庞 他一时没控制住 忍不住想多了解一点 意识到羽生秀术已经察觉 北渊慧里赶忙收起新思 抢先开口 羽生桑 登记已经完成 接下来请耐心等待 大赛获奖结果会在一周后的文云公布 已然猜出女孩心思的羽生秀术并未点破 礼貌道 多谢北渊慧 那我先离开了 羽生秀术这种态度 让北渊慧里又忍不住泛起小心思 试着开口邀请 羽生桑 已经是午饭时间 能一起吃个午饭吗 哎 魅力太大 也不是件好事 是个女孩就缠她身子 之前在培训室 就遭到不少女学员的告白 没想到来投个狗 依然躲不掉 羽生秀术暗自感叹 可惜对方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再加上两天一夜没合眼 她现在就想回家睡觉 所以便委婉拒绝 不好意思 我下午还有其他事 好吧 那让我送羽生桑下楼吧 虽然被拒绝了有些失望 可该有的礼节北渊慧里 还是要做到 被送到一楼门口 羽生秀术推门准备离开 麻烦请让一让 可就在这时 伴着声音 一个身影快速冲进大楼 直接就撞在了她身上 本来就累得有些晕乎乎的她 被这么一撞 当即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抬头朝外面一看 发现不知何时起 小学馆大楼外 竟然围了一大群人 有手拿相机的记者 也有神情兴奋的普通人 都在朝大门位置涌来 再看门口方向 发现刚才撞她的是个女孩子 圆圆的眼睛 带着婴儿肥的可爱容貌 随处可见的圣子头 怎么感觉有些眼熟 咦 这不是如今霓虹正当红的少女偶像 松田圣子吗 刚爆出和湘广美的恋爱绯闻 正是媒体追逐的热点 就在宇生秀术认出松田圣子的时候 意识倒撞了人的松田圣子 也走到了宇生秀术跟前 松田圣子来小学馆 是为了合作发行写真集 形成暴露后 遭遇媒体和粉丝围堵 好不容易在工作人员的保护下冲进大楼 却不小心撞到了人 出于礼貌和偶像人设 她公身诚恳道歉 还拿出了甜甜笑容 作为杀手锏 斯米玛瑟 因为要躲避记者和粉丝 匆忙之下冲撞了阁下 真是非常抱歉 要是一位圣子粉丝被这么对待 哪会责怪松田圣子撞人 估计当场就要反省自己 为什么不注意挡在偶像前面 可宇生秀术既不是对方粉丝 又明白以对方的当红程度 绝不是她能沾惹的 她可没忘记 自己还是位没正式宣布隐退的偶像 即便没红过 可媒体也不会把她当作素人对待 外面那么多相机 万一被拍到她和松田圣子的合照 搞不好明天八卦头条 就是无名偶像插足松田圣子 与湘广美恋情 到时候再想过安生日子 可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就在松田圣子道歉的时候 她便已经快速起身 没关系 我没事 说话间 脚下更是连退几步 远远躲开身前的当红偶像 道歉的时候 松田圣子已经预想到对方各种反应 接受道歉那是肯定的 说不定还会因为她的亲切和诚恳 收获一位忠实粉丝 可宇生秀术的反应 完全出乎松田圣子的预料 脸上那公式化的甜甜笑容 都忘记保持 自走红以来 不管是粉丝还是记者 对她的态度都格外热情 像这种见到鬼一样的反应 还是头一次遇到 松田圣子什么反应 与生秀术没兴趣理会 也不会觉得她能影响到人家 从后世的各种新闻报道来看 这位少女偶像 可不像外表看上去那么单纯 婚内不伦 X强迫伴舞 X组有夫之夫 一生周旋于男色之中 堪称渣女中的战斗机 各种折腾足以震碎普通人三观 打算与对方近而远之的 与生秀术 赶忙找到还未离开的北园会礼 北园桑 请问有没有别的门可以离开 有的 正想找松田圣子签名的北园会礼 文言看看门外乌泱泱的人群 只能先带着与生秀术 从大楼侧门离开 结束了横生波澜的投稿之行 与生秀术回到公寓倒头就睡 疲惫至极的他 完全把偶遇当红明星的事情 抛在脑后 而与此同时 同样结束了小学馆之行的松田圣子 正坐在返回事务所的车上 心情异样地沉默着 车辆的副驾驶位置 坐着松田圣子的经纪人沟口身狼 他回头看了眼松田圣子 多少能猜出自家艺人为何这副模样 毕竟撞人之后的事情 他可是全程见证 想到这 他突然开口道 圣子桑 我好像认识那位呢 认识谁 松田圣子一时没反应过来 可很快 他就意识到经纪人说的是被撞倒的那位 是位外形很不错的年轻人呢 沟口身狼又到 松田圣子文言开始回忆 之前被与生秀术的反应搞得诧异 倒是没太注意长相 现在被沟口身狼依说 才意识到是位很俊美的男孩子 尤其那种冷淡忧郁的气质 再配上一脸憔悴 莫名让他生起一股保护欲 沟口桑不是说认识他吗 松田圣子突然想知道对方的身份了 应该是一年多前的事情了 在朝日啤酒的推广活动上 邀请的都是小艺人 他也在其中似乎叫与生秀术 沟口身狼说出很久之前的事情 与生秀术吗 原来是一能界的前辈呢 只是都过了这么久 沟口桑竟然还记得对方的名字 松田圣子好奇问 没办法 印象太深了 明明是那种长相 走的却是很老派的风格 造型糟糕到让人难以忘记 沟口身狼苦笑 原来是这样 松田圣子很好奇 能让沟口身狼一年多都遗忘不了的造型 究竟能糟糕到什么程度 与生秀术 作为18岁的年轻人 不管睡觉前多么疲惫 一觉醒来都能恢复到精神饱满 收拾利索 与生秀术前往培训室继续上班 刚抵达就被广桥前子叫进办公室 与生桑 还记得伊藤信件吗 广桥前子进门便问 伊藤信件 与生秀术一时没能想起来 就是为秀术桑拍出盗取MV的那位监督 广桥前子这么一说 一个酷似毛利小五郎的男人形象 立刻浮现脑海中 对方精致的八字胡让人印象深刻 前子桑突然提起她 是出什么事了吗 广桥前子那干练性格 不会平白无故提起一个人的 伊藤桑受博报堂的委托 再为一款新品饮料拍摄广告 因为有跳舞内容 需要一位舞蹈指导 我想推荐秀术桑去 顺便帮培训室开拓下业务 也难怪广桥前子如此重视 要把宇生秀术这样的培训室王牌老师派去 原来委托方是和电通并称 RB广告行业绝带双胶的博报堂 不过比起广桥前子的重视 宇生秀术听完就觉得是件麻烦的事情 跟组广告拍摄本来就麻烦 委托方还是博报堂这种大广告公司 想来现场肯定会有很多人指手画脚 更何况还要帮忙拉关系开拓业务 可想起之前请假时 广桥前子痛快答应的样子 他实在没法开口拒绝 我可以去但希望能与吉刚桑一起 指导舞蹈我可以 可开拓业务这样的事情 还是吉刚桑比较在行 宇生秀术答应同时也提出了要求 广桥前子想了想 觉得宇生秀术说的有道理 开拓业务自然少不了拉关系应酬 宇生秀术毕竟才18岁 和业内那些处世油滑的老家伙打交道 的确有些不合适 吉刚祥太久不一样了 年轻时组过地下乐队 后来辗转唱片公司 电影公司 艺能事务所工作 业内工作经验丰富 就这样 宇生秀术与吉刚祥太再次搭档 前往了广告拍摄剧组 开始了新的工作 这趟工作并未进行很久 不到一周时间 两人便返回了培训室 不过 看着坐在沙发上的两人 吉刚祥太不开心 宇生秀术眉头 错了 是满脸异性阑珊 广桥前子满心疑惑 请问发生了什么吗 我在与伊藤桑和博报堂联络的时候 他们的反馈很不错啊 以后请不要让我和这个臭小子搭档了 吉刚祥太明显在说气话 吉刚桑辛苦了 宇生秀术语气相当真诚 不过他这话 让吉刚祥太更不爽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说来听听 看两人稚气的样子 广桥前子莫名有些好笑 好像时间回到了两年前 那时吉刚祥太 还是宇生秀术的经纪人 宇生秀术 就经常能用最平淡的语气 让吉刚祥太抓狂 宇生秀术懒得开口 吉刚祥太毕竟年长 便主动说出了 此趟外出工作中发生的事情 进入剧组后 就和宇生秀术预感的一样 广告公司的人 饮料品牌方的人 甚至剧组的关系户 但凡有点权利的人 在广告拍摄开始后 就不断对拍摄直手画脚 他精心安排的舞蹈 被各种挑刺嫌弃 虽说是穿越者 可穿越前 他也才二十来岁 重生更不过一个多月 正是年轻气盛的年纪 难道指望穿越一次 就能让他突然成熟稳重起来 因此 面对那些直手画脚的家伙 为了坚持舞蹈效果的他 不愿妥协 各种剧里力争 难免让不少人丢了面子 这种情况下 吉刚祥太只能替宇生秀术擦屁股 剧组里鞠躬道歉不说 晚上还要喝酒赔罪 宇生秀术 本来没把让人丢面子的 是放在心上 毕竟他是为了作品 又非故意要针对谁 可眼看着吉刚祥太 因为他卑躬屈膝 第三下次的道歉 他实在不能视若无睹 只能压着不爽收敛性子 任由那些家伙指手画脚 导致最后广告中 舞蹈呈现的效果 连他准备的一半都没达到 就这 还是靠身为剧组监督的 伊藤信介支持 否则连一半都没有 听完两人的话 广桥钳子也没法说什么 毕竟这是业内常态 只能安抚 两位辛苦了 没什么 只是心疼我的想法被浪费罢了 我去上课了 宇生秀术也不是小孩子 明白人活着就要妥协 但从未有过的 想要成功的信念在他心中涌动着 只有成功了 才会被重视 房间里 看着宇生秀术离开的背影 吉刚祥太说了句不相干的话 臭小子真的很有才华呢 也许田中桑的事务所放弃的有些早了 广桥浅子附和 时间进入1981年3月最后一个周五 对于宇生秀术来说 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 因为小学馆绘本大赛 要公布获奖结果了 宇生秀术一早就赶到培训室 发现吉刚祥太比他来得还早 昨天说好了 要一起看获奖结果 广桥浅子表示 由他买文云杂志 两人等了没多久 广桥浅子就带着文云杂志进了办公室 怎么样 有没有获奖 吉刚祥太一脸好奇 投稿的宇生秀术倒是比较淡定 抄的是经典作品 原作者还是评委 大赏或许因为资历拿不上 但一个小赏应该不会有问题 买了杂志就赶过来 还没看呢 广桥浅子说着 开始拆封杂志 要一起看吗 我要看 吉刚祥太起身凑了过去 我听结果就好 答案即将揭晓 宇生秀术多少有些紧张的感觉了 翻到公布获奖结果的那页 广桥浅子还想卖关子 可旁边的吉刚祥太却 已经忍不住兴奋喊起来 有宇生桑的名字 富士电视优秀赏 宇生秀术听到得奖了 心中紧张消失 展露开心笑容 尽管不是大赏 可这最难的第一步 总归是踏出去了 吉刚祥太有些奇怪地问 不是小学馆办的吗 怎么叫富士电视优秀赏 广桥浅子指着杂志解释 上面说了 富士电视台是何办方 下周三的颁奖仪式 还会在富士台进行直播呢 说完 看向一脸开心的宇生秀术 恭喜宇生桑 要成为作家了呢 哪有作品都没发表的作家 现在恭喜太早了 万一发售后 销量不佳 就很丢人了 高兴过后 宇生秀术 开始考虑后面的事情 宇生秀术嘴里担心销量不佳 心里其实对销量挺有信心的 一来 鳄鱼怕怕牙医怕怕 是五位太郎在三年后创作的 不适应时代的可能性很小 再者 这次绘本畅销数十年 于世界范围都广受好评 到了2019年 还能入选霓虹妈妈推荐早教绘本名单 这种经过时间和销量检验的优秀作品 要是还无法畅销 那其他绘本就别卖了 宇生桑 杂志上说了 获奖者需尽快联系出版社 广桥前子提醒 嗯 那我先打个电话 宇生秀术说完 便用办公室的电话拨打了杂志上的号码 那边和他对接的是熟人北渊会礼 恭喜宇生桑获奖 不知道宇生桑今天有没有时间 我们找个地方谈谈具体发行的事情 今天没问题 时间地点由北渊桑决定吧 那就十点钟见面 地点就在公司附近那家技衣国务书店吧 具体位置在大手艇一钉幕 商量好见面时间地点 宇生秀术挂断电话 转头看向广桥前子 前子桑请假 广桥前子无奈地摆摆手 去吧 下午前最好能回来 宇生桑已经欠了不少课了 我知道了 宇生秀术全部在意 他来培训室上班还不过一个月 但却已经是培训室最受欢迎的老师了 除了那些缠他身子的小姑娘外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教课心盈有趣 毕竟前世经验家园主从小练武的水平 实在是强强联合 抱他课的人多 他又不愿加课时 每天完成基础课程就下班 加上之前广告拍摄耽搁 可是欠了不少课程呢 千代田区 位于大手艇的记忆国务书店内 先到一步的宇生秀术舰 北园会礼还没来 便决定在书店里转转 上辈子他读过不少霓虹名作 不过看的都是一本 如今能看懂霓虹文 准备选两本领略下原文的魅力 可一番挑选下来 他却发现 有些喜欢的书竟然找不到 比如夏目术时的专区里 就没有那本最广为人知的 我是猫 询问店员 竟然得到一个 从未听说这本书的回答 我这才刚穿越 总不能蝴蝶翅膀山到几十年前去了 难道还是个不一样的事件 只是这样一个问题 注定没有人能回答他 放弃寻找答案的宇生秀术 随意挑了本书 便前往了休息区 边看边等待北园会礼 也没等多久 就看到拿着文件带的北园会礼 走了过来 非常抱歉 让宇生桑久等了 应该是我来早了才对 北园会礼坐到了对面 看了眼宇生秀术手里的书名 宇生桑 很喜欢太宰之先生的人间诗格吗 年轻的时候看得比较多 大多在睡不着的时候 这本书里大量意识流的描写 的确很催眠 拿过来也只是随手 主要是名气够大 哈哈 北园会礼 被宇生秀术的话逗笑了 明明比他还小 嘴里却说什么年轻的时候 不过 想到这次是来谈正事 便赶忙打开文件带 取出一份文件 递给宇生秀术 宇生桑 这是我们准备的首印发行合同 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 宇生秀术接过合同 打开后仔细看了起来 虽然觉得 小雪馆不至于冒着 信誉扫地的风险 为他这样的小人物 搞什么合同陷阱 可防人之心不可无 时间又足够 仔细看看 也不会有错 再说了 板税分成 首印数量他 还是很关心的 主要条款没啥问题 然后看板税分成 售价的7% 标准的新人待遇 虽说觉得有点少 但他却没准备要求提高 新人就要有新人的觉悟 再说了 只是首印分成而已 万一加印的话 还要续签 到时候再提增加也不迟 接下来是首印数量 1000本 即便是新人 也是个少到可怜的数字 现在的绘本市场 虽不如后市 但他这种拿了奖的新人 基本首印在3000到5000册 特别被看好的首印 一万也有可能 很显然 小雪馆并不看好他 即便他很不想 对一份首印合同讨价还价 可1000本的数量 让他不得不开口 首印测数会不会有些少了 这次销售部已经定好的 没办法再改了 北人会里说完 看着羽生秀术俊美的脸上泛起失望 顿时有些不忍心地说 其实我听到一些消息 和羽生桑获奖有关 什么消息 羽生秀术有些好奇 他获奖 难道还有什么内幕 最开始在评奖的时候 羽生桑的作品其实 接下来 北人会里说了他听来的消息 羽生秀术 听完北人会里的话 这才明白 原来他以为的轻松获奖 根本不存在 这次绘本大赛 看似是公平的竞争 可说白了 也还是绘本圈子里 一次分蛋糕的活动罢了 有机会得奖的新人作家 不是某位前辈的学生 就是出身某个派系的关系户 原本他这样无师诚 无背景 无资历的三无野生投稿者 连进入获奖候选的资格都没有 更何况得奖 但是意外发生了 评奖委员会的评委 五位太郎 在看到羽生秀术作品的第一眼 就深深喜欢上了这本 鳄鱼怕怕牙医怕怕 不但力挺鳄鱼怕怕牙医怕怕 进入富士电视优秀奖的候选名单 更是在最终选择时 在评奖委员会发动自身关系 帮鳄鱼怕怕牙医怕怕 成功获奖 得这一切 羽生秀术无比庆幸 他当时投其所好的选择 要是当时一个冲动 选了其他作品 获奖恐怕就没有 他什么事了 不过老子有言 福西或所福 或西福所以 依靠五位太郎 一人力挺得奖之后 后果也显现出来 在其他评委 那的低口碑 直接影响了小学管销售部的判断 最终给出了手印一千本的决定 色谷本体的公寓里 已经是见过北渊会礼的第二天 知道想提高手印数量不可能后 羽生秀数千了那份手印发行合同 毕竟签了还有机会 不签的话 连一点机会都没有 从北渊会礼口中得知他获奖的原因 算是小小打击了他的自信心 让他明白 穿越者并非万能 此时此刻 他认定那些 鳄鱼怕怕 牙医怕怕 发售后能立刻畅销的理由 说服力也不那么足够了 虽然依旧相信 鳄鱼怕怕 牙医怕怕 是好作品 迟早会得到认可 但只有一千本的手印数量 却无疑会对发售造成很大的影响 手印一千本 扑获密度就不用指望了 意味着影响力扩散会很慢 读者口碑也难以形成规模 作品发售后 短时间无法形成有利的读者反馈 一千本的销售时间 恐怕会拉得很长 就算最后面的作品质量得到认可了 二次加印又要到什么时候 又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发行第二部作品 这对于与生秀术急于赚钱的计划 简直影响巨大 他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为了销量 他必须行动起来 之前那种躺平了 等销量口碑齐飞的想法 肯定是行不通了 可是怎么提升销量呢 他要是有钱的话 买下一堆报刊版面 甚至直接打电视广告 大规模宣传之下 一千本根本是毛毛语 但问题是他要这么有钱 还不如自己把那一千本买了呢 其实就算有 也不能这么干 真当业内出版社是瞎子嘛 这种小动作 简直是自觉前途 那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吗 广告 电视 对了 就是电视 下周三的颁奖仪式 富士电视会进行直播 必须利用好这次直播 至于要如何利用 看着窗户玻璃映出的他的影子 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本来 只想要靠才华吃饭 为什么要逼我用颜值呢 光靠本身的话 想要达到宣传效果 似乎不够吧 必须做些其他准备 莫熙莫熙 是姓熊桑吗 宇生秀术 拨通了田中姓熊家的电话 是宇生君啊 有什么事吗 记得姓熊桑说过 家里的制衣厂能做西装 当然可以 是宇生君要定做吗 在钱子桑那上班 应该不需要穿正装吧 田中姓熊奇怪问 小学馆举行绘本大赛 感兴趣就投稿了 没想到既然获奖了 下周三要上电视直播 所以需要穿正装 宇生秀术解释道 什么 宇生君得了小学馆的绘本奖 那岂不是说 宇生君要成为作家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不早说 听到宇生秀术绘本获奖 田中姓熊猛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感觉比他获奖都开心 这不就在告诉姓熊桑吗 田中姓熊懒得在追问 直接道 我开车去接宇生君 一起前往制衣厂吧 就这样 宇生秀术坐上了田中姓熊的车 一路来到了大田区 田中姓熊家的制衣厂前 没来之前 他一直以为 田中姓熊家的制衣厂 就那种普通的厂房 里面是一个又一个缝纫机 很多女工踩着缝纫机工作 可看着眼前挂着田中制衣 一眼看不到边的庞大厂区 他明白 有些低估前社长的财富了 难怪能撑着他蹉跎两年 才被停了补给 姓熊桑家里的制衣厂真够大的 没人领路 恐怕都会迷路吧 都是祖辈的积累 不过小时候 在这里确实迷路过 有兴趣下次带宇生君转转 先去做衣服吧 田中姓熊带着宇生秀术来到 一处制衣间 已经有裁缝师傅在里面等着了 有服装厂继承人做陪 裁缝师傅自然服务的无比周到 仔细地量完尺寸后 更是认真询问了宇生秀术 对定制的要求 宇生秀术专门跑来定制 当然有他的想法 绝不要如今霓虹那种肥大的版型 上衣下摆不能太长 裤子长度不能堆积在脚背上 腰线要收 整体贴合身体线条 看着宇生秀术和裁缝师傅交流 田中姓熊开玩笑道 我觉得宇生君就算不当作家 做服装设计师肯定也能行 这方面 我感觉确实有天赋 已经DIY了好几身衣服的宇生秀术 完全不懂何谓谦虚 定制时间紧张 宇生秀术见裁缝师傅开始工作 胃部造成影响 便和田中姓熊先行离开 两人刚出置一间 就瞧见一行人正好进入场区 为首的是位个子不高 却很精神的男人 年纪和田中姓熊差不多 不久才听家人说 田中军艺能事务所的经营结束了 这么快就在这里见面 看来真的要继承家业了 男子见到田中姓熊 主动上来打招呼 不但称呼亲密 更是直接搂着肩膀拍了拍 实在是能力有限 家里不愿支持 以后就靠刘景君多多照顾了 田中姓熊故作败犬的模样 惹得被称为刘景君的男子 哈哈大笑 不过装模作样后 田中姓熊也没忘记身边的宇生秀术 宇生俊 这位是刘景正 和我从小长大的好朋友 刘景君 这位是宇生秀术 刚刚在小学馆会本大赛中获奖 未来的大作家 即便宇生秀术 感觉他脸皮挺厚 可也被田中姓熊的夸奖 给搞得有些不好意思 赶忙躬身谦虚道 刘景桑 见到你非常高兴 姓熊桑的夸奖 有些过头了 见到你非常高兴 宇生桑 刘景正同样礼貌回礼 好奇地打量了宇生秀术 心想 能被田中姓熊 那家伙如此夸奖 肯定有不一般的地方 不过 作为家族 服装店的管理者 职业本能让刘景正的注意力 很快就从好友的介绍上 转移到了宇生秀术的衣服上 繁毛皮鞋 黑色休闲裤 米色的高领薄毛衣 衣领刻意翻折 外面套着件修身的黑色泥大衣 完全和时下流行不同的风格 有种特别的时尚感 冒昧地问一句 宇生桑身上的衣服是哪家品牌 刘景正感兴趣之下 便忍不住提问 这个呀 都是在新宿挑的普通牌子 只是我找人改了改 宇生秀术已经习惯别人问他衣服了 很好看吧 宇生俊真的很有才华 这次陪宇生俊来 就是为了定制西装 西装设计也是由宇生俊决定的 抓住机会 田中姓熊又是很夸宇生秀术 原来如此 很好奇宇生桑设计的西装 是什么样子呢 家族服装店主营西装的刘景正 明显对西装更感兴趣 那简单 下周三宇生俊会穿着西装 参加颁奖典礼 到时刘景君看电视直播就知道了 田中姓熊那骨子骄傲净 好像是他去领奖一样 在富士台早上十点 宇生秀术赶忙补充 到时候一定不会错过 刘景正是真的很感兴趣 多谢支持 我还有工作要忙 就不多聊了 告辞 和刘景正告别之后 眼看时间已经不早 田中姓熊决定请宇生秀术吃晚饭 开车前往餐厅的路上 田中姓熊又说起了刘景正 宇生秀术这才知道 田中姓熊和刘景正两家世代交好 不但私底下关心莫逆 更是商业上的坚定盟友 刘景家开服装店 田中家就制作服装 多年以来配合默契 刘景桑自从回家接管了小军商事后 大改以前散漫作风 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这一场的缝纫机都比以前坏得快了 田中姓熊开玩笑的一句话 却让宇生秀术好似想起什么 小军商事 刘景正 啪 他猛地一拍大腿 原来是他 他这突然间的激动反应 倒是把旁边的田中姓熊吓了一跳 赶忙问 宇生君 怎么了 没事没事 只是想到一个绘本创意 宇生秀术随口解释 田中姓熊要专心开车 也就没有继续追问 不过宇生秀术 此时却在心里感叹 世界真奇妙 定做套西装 竟然会遇到未来的霓虹首富 三年后 那位刘景正 就会正式成为小军商事的社长 同年 小军商事开设首家 Unique Clothing Warehouse专卖店 简称Unique Clothing 中文一名优衣库 1991年 小军商事就会改名为 训销 1994年 训销公司上市 2009年 刘景正凭借61亿美元的身价 登上霓虹首富的位置 在记忆中 以某段更衣式小视频为目标检索 很快就找到了这些信息 既然知道了这些 再想想如今的小军商事 还不是训销公司 刘景正也还不是你红首富 优衣库更是影子都没有 看了眼开车的田中信雄 他想到了某种可能 可很快又摇了摇头 心中暗想 还有时间 不能操之过急 主要我还没上桌的资本 宇生秀树 理智地按下了突然升起的野心 一顿和牛料理结束 宇生秀树返回公寓 想起了临别石田中 信雄叮嘱他的话 生活已经改变了 也应该和家里人说一声 田中信雄说的 自然是宇生秀树的家人 宇生秀树 出生在仙台市一个教育世家 父亲宇生立位 毕业于政法大学 如今在仙台市一所中学任教 是个性格古板 守旧的传统霓虹男人 母亲结婚前也是老师 不过从事的是艺术教育 也因此才会从小培养原主 学习舞蹈 绘画 乐器等技能 希望原主长大后 同他一样从事教育工作 家族是素有名望的书香门第 对娱乐圈没有好感 因此 当原主不顾反对去做了偶像后 与家里的关系 自然就降到了冰点 穿越以来 与生秀树 因此也省得和家人联系 虽是家人 心理上却感觉到陌生 可身体残留的执念 却让他不能把今世的家人 当作陌生人对待 所以 有意无意地 一直在逃避 现在被田中信雄点破 他知道 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择日不如撞日 这回刚过八点 家人应该还都没睡 直接拿起电话 便拨了过去 嘟嘟 两声盲音过后 电话被接起 墨熙墨熙 这里是与生立位家 是一个声音温柔有力的女人 听出是原主母亲与生院子 与生秀树想要说话 张口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可她这边不说话 那边与生院子的母性本能 却察觉到了什么 主动开口了 是秀树吗 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这两年过得很辛苦吧 两年的冰冷疏离 却换来一句句 饱含温情的关心 令与生秀树闻言后 默默感叹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不由得升起几分感动 母亲 是我 这次打电话回来 是有事情想告诉你们 接下来 与生秀树将事务所倒闭 她去培训室教跳舞 后来又投稿小学馆 会本大赛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与生院子 这么说 秀树君要成为作家了 颁奖仪式 我们一定会看 一个人在东京 秀树君要照顾好自己 电话在与生院子的关心中结束 了却一桩心事的她 今晚也能睡个好觉 接下来的日子 与生秀树照常去培训室工作 并没有给身边人说 她为颁奖直播做的准备 时间来到四月的首个周三 做好战斗准备的与生秀树 提前抵达小学馆大楼 负责接待她的 仍是北渊会礼 不过对方 在看到她今天的样子后 瞬间就进入了花痴状态 头发精心打理 层次分明 原本就如画般的白皙俊眉脸庞上 今天多了副金丝边眼镜 让整个人多了些丝丝纹纹的感觉 还有身上挺刮的黑西装 合身的剪裁 恰到好处的收腰 把一双大长腿赤裸裸展示出来的酷型 和如今流行的肥大风格截然不同 这身衣服 就是疯狂地在展示与生秀树饱含力量 修长鼻挺的身材特点 她现在的造型 加上不说话时的那种冷郁感 整个人有种在平静下压抑着欲望的气质 北渊会里感觉 与生秀树 就是那种会拿着书在台上讲课的斯文老师 但一下课 就会把她压到墙角 北渊会里整张脸顿时如发烧般通红 北渊桑没事吧 与生秀树上前轻声关心 我没事 抱歉 与生桑 我去下洗手间 当与生秀树整个人靠过来 北渊会里终于受不了了 与无伦次地逃走 呵呵 与生秀树很满意对方的反应 不枉她耗费心力 搞出这身跨越时代的静域系斯文败类造型 也不能忘了田中姓雄的帮助 要没有田中制衣厂 就不会有好几位裁缝师傅接力赶攻 短短几天时间就做出他想要的衣服 绘本能够大卖的话 为表感谢 就请那家伙去六本目开心一次 被家里断了不几后 田中姓雄最近常抱怨 很久没见六本目的奈美将了 与生桑 我先带你去休息室吧 平复心情的北渊会里一回来 就看到不少女同事 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与生秀树 赶忙带人离开 这小子根本不知道他有多诱人 再待下去 今天小学馆女性员工 怕是要爆发骚乱了 与生秀树进入休息室后 一直带到临近颁奖开始 才被北渊会里带着 前往举办仪式的新闻厅内 进门后 他发现新闻厅已有不少人 有富士台准备直播的工作人员 也有小学馆组织颁奖的工作人员 还有评奖委员会一众评委 趁颁奖还未开始 他拜托北渊会里帮忙引荐 对众人进行拜访 最先拜访的是评委 五位太郎当然要郑重感谢 抄了对方的作品 还在对方的帮助下拿奖 感谢下也是应该的 也许是因为喜欢他作品的关系 五位太郎对他的态度很是友好 说了些以后多多交流的话 不过比起态度友善的五位太郎 几位年纪较大的评委 态度就很一般了 肉眼可见的冷漠 甚至有人刚等他离开 便嘲讽他 今天的样子是哗众蛆虫 与生秀树没听到 若是听到搞不好会当场承认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确实在哗众蛆虫 只是这些老古董不明白 什么叫眼球经济 告别评委 他在北渊会里的指引下 去拜访小学馆方的颁奖人 小学馆专务兼总务部部长 如今小学馆社长香鹤撤夫的长子 香鹤昌虫 对方待他颇为平淡 他也不慎在意 又不是美员 总不能谁第一眼见他都要喜欢 最后拜访 则是富士台的工作人员 比起之前的香鹤昌虫 富士台的人就热情太多 尤其是那位年轻的直播负责人 港号一 简直要把热情写在脸上了 富士台自从去年副社长陆内春雄就任以来 为拯救一直低迷的收视率 开始了大刀阔斧的锐意改革 新设制作局 强化制作能力就是重要举措 也是这时候加入新制作局的港号一 志气昂然准备大展拳脚做出成绩 谁想直接被发配来负责这种枯燥乏味的文学颁奖典礼 悲观的感觉 这趟直播注定不会有什么收视率了 第一次工作就没成绩 上级可不会考虑什么客观原因 责任肯定是他这个第一负责人的 港号一直感觉前途一片灰暗 他那要成为电视台社长的梦想 仿佛要就此幻灭了 可当宇生秀树前来拜访 看到那足以让女人心跳加速的样子后 他脑中灵光一闪 觉得收视率也不是没有希望拯救 这个时间段的收视主力 那些居家主妇们 肯定会很喜欢这样的小伙子 宇生秀树走后 港号一立刻叫来摄影师着重叮嘱 记住 这位宇生秀树 一会颁奖开始后 他就是重点 重点 可这是会本颁奖 摄影师有点搞不懂 八嘎 忘掉什么会本颁奖 请把这次直播 当成偶像舞台来对待 那位宇生秀树 就是唯一的焦点 我要的是 能让所有看到直播的女性观众 晚上做春梦的画面 有些不合适吧 把严肃的文学颁奖 拍成偶像舞台 摄影师表示很为难 你只管做 出了任何事由我负责 想起最近中的副台长 陆内春雄给富士台 定下的新口号不快乐 就不是电视 港号一认定他做的没错 看到如此俊美的作家 女性观众怎么可能不快乐 随着十点钟到来 在主持人的介绍中 在富士台工作人员的直播镜头中 颁奖仪式开始了 家住大阪市旭区的景川小春 丈夫是银行职员 有一位刚刚三岁的女儿 喜欢用绘本给女儿讲故事的她 属于绘本的常购买者 因此对于小学馆举办的绘本大赛 比较感兴趣 提前就打算观看 本次大赛的颁奖直播 随着颁奖直播开始 景川小春边作家物边看电视 发现获奖者不是年纪大的前辈 就是相貌普通的新作家 颁奖对她的吸引 渐渐还不如声音稳重的主持人 不过印象中 作家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惊喜才正常吧 大家对作家的期待 本就是作品 难道还会有人为了作家的外表 去买书不成 而远在工程县先台市 与生秀术的家人 全都坐在电视机前 十岁的妹妹与生结衣 看了好久都没发现哥哥出现 当即便吵嚷起来 怎么还不见哥哥啊 今天我专门请假 就为了看哥哥呢 他这话一出口 旁边端正坐着的父亲 与生立位当即冷哼一声 为了这种事情 就不去学校 杰衣和秀丽下午 全都要去向老师道歉 旁边 老二与生秀丽 发现她被殃及迟鱼 立刻恶狠狠地瞪了眼妹妹 而与生杰衣 却很不服气 小声反驳 明明父亲也请了假 与生立位被女儿翻嘴 顿时就想要发作 却听见身边妻子院子突然提醒 要给秀术颁奖了 回头看电视 与生立位发现 那位稳重的主持人 已经在介绍长子与生秀术了 接下来上台领奖的是 富士电视优秀赏获得者 与生秀术 这位作家虽只有18岁 但他的作品 鳄鱼啪啪牙啪啪却用简单 又饱含童趣的绘画和文字 构思了一个绝妙的故事 展现出了他高超的美术素养 出乎意料的审美效果 在主持人夸奖中 与生秀术人生第一次 出现在了电视直播的画面中 而摄影师也完全贯彻了 港号一的意见 就在与生秀术出现一瞬间 直播风格骤然改变 瞬间从严肃颁奖仪式 变成偶像舞台 画面无限聚焦在了 与生秀术身上 精致俊美的容貌 修身挺刮的西装 平静压抑在 金丝边眼镜之下的欲望气质 精心打造的 禁欲系斯文败类造型 好像一枚视觉核弹 立刻借由直播画面 爆炸般扩散 妈妈 这真的是哥哥吗 与生秀术小脸 惊讶看向院子 两年没回家的与生秀术 留给妹妹的记忆 只有瘦弱的身体 长得像妈妈的模糊印象 所以当现在的与生秀术 出现在电视上 和印象里那个哥哥 完全对不上后 与生秀术难以置信 就不奇怪了 应该 是吧 别说与生秀术 就连与生院子 都有些傻眼了 虽说他和儿子 最近通了好几次电话 可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完全想象不到两年不见 儿子竟然会发生 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要不是容貌隐约 还能看出当年的样子 与生院子 怕是和女儿一样 不敢确定 我要是像哥哥这么帅就好了 老二与生秀丽 虽然惊讶哥哥的变化 但脑子里却想着 他要是和哥哥一样帅 打棒球时 应该会有很多女孩子 来加油吧 没办法 他的长相完全随了古板父亲 并不是女孩子喜欢的类型 倒是父亲与生立位 反应最为平淡 没有说话 也看不出来在想些什么 与此同时 主妇景川小春 也看到与生秀术的出场 立刻被吸引了全部注意 什么稳重的主持人 还没颁发的最终大赏 不会因为作家外形 去买书的想法 全都被抛在脑后 主妇的眼里 只有电视画面里的与生秀术 与生秀术的脸 与生秀术的身材 与生秀术 那让他心跳加速的气质 不知道这位年轻的作家 愿意给小孩子当绘画老师吗 需要花多少钱呢 到时候 对方用电视里的形象 来给女儿上课 他用果盘招待对方 会不会很失礼 或许可以一起喝点清酒 喝完酒后呢 景川小春脸色 微红着摇摇头 仿佛要把那些 让人脸红的胡思乱想 全甩出去 而就在此时此刻 被与生秀术 撩拨到胡思乱想的女人 绝不止景川小春一个 东京都山病区的 某栋一户间内 母亲正在准备午饭 看电视的年轻女儿 突然大声道 母亲快来看 这位作家真好看 作家不都是些古板的老头子 能有什么好看的 母亲嘴上说着 却还是走过来看了眼 然后就与女儿一起 陷入了与生秀术的魅力之中 东京都品川区 田中家祖宅 田中信雄也在收看这场直播 旁边还坐着她的母亲 当与生秀术出现后 田中信雄当即指着电视画面说 母亲快看 她就是与生秀术 真的很优秀对吧 我以前可没骗人 嗯 的确是个很优秀的男孩子 对于我之前的怀疑表示歉意 不过这么优秀的男孩子 竟然两年都没能走红 看来应该怀疑的是 田中信雄的能力 啊 母亲开始的话 还让田中信雄很得意 可紧跟着的突然打击 就让她变成了双打的粘茄子 同在品川区 刘景家客厅里 刘景正为父亲刘景等侦查后 看向电视 与生秀术正好出现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年轻人 看起来确实很特别 信雄那小子的能力 真值得怀疑啊 伤害臣服多年的刘景等 自然不会如主妇般浮浅 却依旧得出了 田中信雄母亲一样的结论 田中君要是听见您的话 恐怕会很受伤 刘景正仿佛想象到好友的反应 忍不住笑了笑 他身上的西装很特别 不愧是做服装店的 刘景等和儿子 初见与生秀术时的反应 一般无二 焦点都在衣服上 我也是因此才关注这场直播的 应该会有些市场吧 特别 但不适合当今时代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穿出这样的效果 刘景正明白赴亲话中的意思 霓虹不是崇尚个性的社会 公众喜欢特立独行的明星 却不喜欢身边出现这样的人 与生秀术身上的西装版型 对身材要求不低 并不适合普通泥红人的身材特点 但不适合 却不代表没有商业价值 想到这 刘景正向父亲说 我觉得短时间应该会热销 可以试试 记着联系对方 我明白 刘景正知道 父亲这是让他去找与生秀术授权 照这样式稍加修改 制作出来销售当然没有问题 可与生秀术 毕竟是田中姓雄的朋友 要考虑朋友的感受 而且 与生秀术同款也算卖点 凭刘景正的见识 这场颁奖直播之后 与生秀术不管愿不愿意 都将成为一段时间的舆论焦点 富士电视台 某档即将开始录制的 综艺节目组后台 一人休息间内 松田圣子等待节目录制的时候 跟经纪人沟口伸郎聊着 最近圈内的消息 沟口桑 之前听工作人员提到那位与生秀术了 松田圣子的话 引起沟口伸郎的重视 都过了这么久 还在关注那位吗 毕竟是好看的男孩子 稍有注意也很正常吧 松田圣子理所当然地说 可以知道 圣子桑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沟口伸郎很好奇 一个毫无人气的偶像 竟然有人会提及 说是新歌演出上台后 没有表演 被观众赶下去了 导致事务所都解散了 松田圣子说着 露出个好玩的笑容 确实是严重的演出事故啊 作为资深经纪人 沟口伸郎当然清楚 与生秀术的演出事故有多严重 对于霓虹的偶像来说 对事业的打击 绝对是毁灭性的 不过要说会导致事务所解散 却有些夸张了 想来肯定有其他经营 不下去的原因 既然这种风言风语 能到松田圣子耳中 显然在圈子里都传开了 默默无闻了两年 最后以这种方式被人知道 沟口伸郎不由地 为对方感到惋惜 就在松田圣子 与经纪人 聊着与生秀术的事情时 突然听到旁边的女助理小声说 这位作家先生真好看啊 松田圣子文言 与沟口伸郎好奇地 朝女助理看去 发现对方正在看休息室里 给艺人用来打发 等待时间的电视机 此时的电视机里 好像在直播什么文学颁奖仪式 只是画面风格有些奇怪 怎么像偶像节目一样 不过画面什么的 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画面里的人 容貌 身材 关键是那种好似压抑着欲望 表面却又平静斯文的气质 让松田圣子内心中 生起一股难以遏制的战有欲 他好像是那位宇生秀术 沟口伸郎声音中 带着一丝不可置信 难怪会出现在小学馆大楼 大阪市城北公园附近的完善书店 景川小春看完了颁奖直播 便不由自主地来到这里 店员 请问有没有一位 叫宇生秀术的作家的作品 景川小春询问书店店员 什么类型呢 绘本作家 请稍等 我找找看 店员说完 便去查询进货单 发现并没有一位作家 叫宇生秀术 这位女士 我的进货单里 并没有这位作家的名字 请问您是从哪里得知这位作家的 店员有些奇怪 在这里工作已经有段时间 热销作者基本都知道 以前从没听说过宇生秀术的名字 景川小春文言有些失望 对方是小学馆绘本大赛的获奖者之一 店员恍然大悟 应该是为刚刚拿奖的新人吧 估计作品还没发行呢 这种情况很常见 想到这 店员对景川小春说 如果不介意的话 您可以留下联系方式 如果这位作家的作品到店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景川小春只能留下电话号码 希望宇生秀术的作品能尽快到货 而像是景川小春来书店询问这样的事情 在颁奖直播结束后 于全霓虹各地的书店开始陆续出现 询问者基本都是观看了 颁奖直播的女性观众 宇生秀术跨越时代的禁欲系造型 影响力渐渐开始显露 这种突然发生的现象 当天就引起了媒体从业者的关注 要论对新闻话题的敏感程度 没有什么人比这些长了狗鼻子的家伙更厉害 在霓虹人的普遍认知中 稳重 严肃 富有学识 感情丰富等特点才是他们对作家的印象 如今冒出来个以色试人的家伙 其中可以操作的话题实在太多了 靠外表吸引主妇购书的作家 光是这个标题就足够引人注目 记者们深知 这样风格的作家 喜欢他的女人有多少 讨厌他的人就有多少 同样好奇他的人也就有多少 再想想文学界那些思想守旧的老派作家 采访时只要稍加使用技巧 绝对会有人站出来发生批评 抓住机会进行炒作 立刻就是社会热点话题 热点话题代表什么 代表销量 媒体记者纷纷展开行动 素人采访 邀请专家评论 老派作家面前添油加醋地挑拨 围绕与生秀术 开始制造话题 当富士台收到颁奖仪式的收视率报告 发现在十点那种时间段 与生秀术领奖时的收视率 竟突破了14%后 迅速做出反应 直接在新闻滚动字幕中插播公告 表示将在第二天晨间聚结束后 对这次颁奖进行重播 而且要播出的还不是原版 是由直播负责人 港号一亲手剪辑后的特别版 完全贯彻副社长陆内春雄不快乐 就不是电视的精神 清楚知道主妇们想看什么的港号一 彻底忘掉什么是节操 直接将严肃的文学颁奖仪式 剪辑成了偶像发布会 不但重点全部集中到了 与生秀术身上 更是放出了与生秀术 在等待领奖前的花絮 以及颁奖结束后的特别采访 至于播放后会造成什么影响 根本不在港号一的考虑范围内 他要的只有收视率 因此 当第二天颁奖仪式再次被播出 观众感觉不像在看严肃的文学颁奖 而是在看杰尼斯新偶像的发布会 可不论他人做何感想 港号一的目的确实达到了 女观众太喜欢这个版本了 与生秀术静静等待颁奖的细节花絮 与生秀术更加清晰的采访画面 与生秀术接受采访时的清朗声音 无一步吸引着看完陈坚剧的主妇们 他们的喜欢 让这次重播的收视率高得出乎想象 巅峰时甚至冲破了20% 这根本就是冠军级的陈坚剧水平 面对这样的收视率 从头到尾负责了这次直播的港号一 知道他在制作局踏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成为社长的梦想之火汹汹复燃 由港号一在富士台的推播助澜 外加纸媒记者刻意制造出的新闻话题 与生秀术的名字 开始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各种关于他的报道层出不穷 喜欢其外号的媒体 也开始把各种头衔朝他的头上套 什么嘱咐爱作家 美男作家之类五花八门 就如刘景正猜测的那样 与生秀术成为了舆论热点 不过报道中主要集中在作家身份上 一时半会还没人发现他前偶像的身份 因此报道还会涉及他以前的新闻 但随着热度越来越高 他前偶像的身份注定不可能保密下去 上野账摩是每日新闻社旗下 著名娱乐八卦周刊 每日的主编 一个月前他手下的记者外出取材时 曾给他提交过一个新闻 说是有位偶像在封岛园演出时 发生了严重的演出事故 上台表演时毫无反应 最后被观众给轰下去了 还拍下了当时的现场照片 说那个偶像叫什么与生秀术 接到新闻的时候 上野账摩很感兴趣 差点就要决定发出去 毕竟这样的表演事故 对于公众来说还挺新鲜的 可查了查资料才发现 这个叫与生秀术的偶像出道两年 共发了三首歌和出演了一部电影 销量和票房却惨到连数字都查不出 如此毫无人气 就算爆出新闻恐怕也没人关心 反而会给对方增加热度 上野账摩便放弃了 直到最近 他听说这件事开始在异能界 被当成笑谈传播 还带上了害事物所破产的疯言疯语 可即便如此 上野账摩也没有继续挖掘这条新闻的想法 还是那句话 没有人气就缺乏关注基础 就提高不了销量 到了这两天 获奖作家与生秀术在颁奖直播中 因为外形引起嘱咐追捧 受到公众热议 与老派作家批评的种种新闻 开始成为新闻热点 上野账摩在听到与生秀术这个名字的时候 便觉得有些耳熟 很快就想到了风导员的演出事故 尽管觉得落魄偶像和获奖作家之间的差距 实在有些大 可考虑到与生这种稀有姓氏的重名几率 他还是找手下 要来了风导员演出事故的照片 这一笔他惊讶的发现 这两个与生秀术绝对是同一个人 导致事务所解散的无名偶像 成了受主妇喜欢的获奖作家 这其中的故事完全可以发行一期特刊了 想到就做 上野账摩召集手下编辑 连夜开始赶制特刊 他们动作必须要快 否则极有可能被别人抢先 特刊想要让公众掏钱购买 除了内容 当然少不了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 一众编辑各书几件 纷纷提出了想法 我感觉他之前的绰号就很好 美男作家 与生秀术 如何 十人崖会肯定不行 我们要做的是特刊 他之前是偶像 既然没有正式隐退 那就叫偶像作家 与生秀术吧 把偶像和作家相提并论 此人话没说完 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 即便是如今 这个偶像如日中天的时代 偶像在异能界也处于最底层 也就比写真模特高一点 等同于没有才华 只懂卖弄人设外表的代名词 拿偶像和作家相提并论 想想那些被印在日元上的大文豪 合适的话就说不出口 其实 别说真正的文坛前辈 就他们之中 平日喜欢写作 自诩作家的人都无法接受 但问题是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 真的太有看点了 公众肯定会被吸引 要放弃也太过可惜 我觉得可以这样 上野账模突然开口了 标题就叫从偶像到作家 与生秀术 设置字体时 把从河道放到最小 如何 众人一听 虽觉得这样设计 完全是掩耳盗铃 但却是个能保留看点 还能接受的办法 纷纷同意 围绕与生秀术的话题 进入第三天后 热度自然而然地开始下降了 毕竟是一位 还没有发表作品的新作家 单靠容貌能炒作的空间 还是有限的 可随着朝日新闻社旗下 每日的特刊发行 有关于与生秀术的话题 又一次被引燃 从偶像到作家 与生秀术 在这七上野账模 连夜感知的特刊中 上野账模 把与生秀术的牢底 扒了得干净 与生秀术是哪里人 什么时候出道成为偶像 发的歌曲 演的电影 两年以来默默无闻的事业 以及最后直接导致 事物所解散的演出事故 文字清晰 照片齐全 全都罗列在特刊之上 而这七特刊最有趣的 其实是标题 故意把第一句话中的 从何到缩小 读者如果不仔细看 往往会以为 标题是偶像作家 与生秀术 也正是上野账模 这神来一笔的标题 让后续报道 纷纷给语生秀术 冠上了偶像作家的头衔 原祖偶像作家就此诞生 当然 偶像作家什么的 那都是后话 美日发布的当天 语生秀术在领奖后 首次赶到培训室 之前热度太高 广桥前子 直接给语生秀术放了架 本以为今天热度稍稍下降了 谁想到直接被 美日给扒了老底 这便导致 他刚到培训室 就被女学员给包围了 听着耳中叽叽喳喳 各种问询 感受着有些大胆女孩子 已经开始上下棋手 打心里觉得就不该来 幸亏浅子桑及时出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刚才能虎口脱险 靠的就是路过的广桥前子 出手相助 美日不愧是 夜内一流的娱乐杂志 这么早的照片都能找到 广桥前子 不在意语生秀术的感激 只是捧着本 美日特刊 看得津津有味 他正看的那一页 放的正式语生秀术 发布首张单曲时的宣传照片 瘦瘦小小的身体 跟现在判若两人 那张照片 是当年我们宣传单曲时发的物料 想找到并不难 厉害的是这张 没想到当时竟然有记者在场 旁边的沙发上 同样捧着本 美日的吉刚祥太 满脸惊喜地指着特刊上的一张照片 那是雨生秀术最后一场演出 被观众轰下台的场面 一个被丢上台的鞋 格外显眼 两位对我以前的狼狈 就这么感兴趣吗 雨生秀术 对这两个家伙 简直无语 难道不觉得这篇特刊很不错吗 上野账摩记者对雨生桑评价很高啊 说雨生桑能从失败的偶像事业中走出来 成为一位获奖作家 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广桥前子对报道很是认可 臭小子 当年要有这么红 我哪会沦落到给小孩子交乐器 早就是当红偶像经纪人了 吉刚祥太满脸遗憾 这期特刊 能让雨生秀术的两位朋友 都看得兴致勃勃 可以想象外界现在是何等的热议了 大阪市 很喜欢雨生秀术的主妇景川小春 此时也刚刚买到了这本特刊 毕竟雨生秀术硕大的特写放在封面上 不被吸引都难 原来雨生君这么励志呢 失败了两年都没放弃 而是努力提高自己 最后才能成为获奖作家 看了这篇特刊 景川小春感觉 他对雨生秀术除了喜欢 又多了分认同感 完全应了那句 始于颜值 限于人品 就插回本发售后 终于才华了 而有同样感觉的普通人 也并非景川小春一个 可以说 雨生秀术又长了一波知名度的同时 还改善了普通人对他的看法 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最初是因为 绘本首映只有一千本 担心 此时在培训室内 雨生秀术见两人看得看得镜头没了 便把他 为何在直播中 故意打扮得引人注目的原因说了出来 不管最初的理由是什么 雨生桑竟然已经有了名气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专心当作家 还是继续偶像身份 我记得雨生桑还没有宣布隐退吧 广桥前子认真地询问 凭雨生秀术的名气转身继续做偶像 保证有一堆事务所愿意接手 做偶像 绝对不要 肯定是当作家了 最近这几天没来 我已经在创作第二本作品了 雨生秀术只要没傻 就不会放弃作家前途 跑回去做偶像 你红艺能事务所强势 那是出了名的 因此 偶像看似风光 却基本都在被事务所压榨 赚钱少不说 全年无休 那更是常态 别说他这点放在艺能界不值一提的名气 就算是当红艺人被压榨的还少吗 跑回去一笔九分成给事务所打工 他是脑子哪根筋搭错了 才会干出这种事 像田中信雄那种烂好人社长 在霓虹比大熊猫还稀奇 除了作家 钱子桑这里的工作 我也准备继续下去 之所以不辞职 并非舍不得这点酬劳 他一向不觉得 自己是个自控能力强的人 因此想利用工作 让生活变得规律起来 何况没事来跳跳舞锻炼身体 看看年轻漂亮的女学员 有事了就找钱子桑请假 这班上的比老板还快活 不过这些理由当然不能说出来 随口解释 就算成了作家 也不能脱离生活 在钱子桑这里工作 能给我创作灵感 如此鬼扯的理由 竟然让广桥 钱子一脸赞同 雨生秀叔忍不住在心里感叹 在霓虹当作家就是好 什么劈腿出轨 婚内不轮 女人一个接一个地换 一句感情丰富就能解释 搞不好还要被夸风留才子 说不定她以后兴致来了 跑去唱歌拍电影都可以 无论是什么事情 只要套上寻找灵感 体验生活 外出取材之类的理由 就会变得合理起来呢 咦 貌似混进去 什么奇怪的借口 叮铃铃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广桥前子接起电话说了两句 便递给雨生秀叔 是田中桑 雨生秀叔接过电话 疑惑发生了啥急事 能让田中姓雄打电话到培训室找他 姓雄桑 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 还记得上次在制衣场遇到的刘景君吗 记得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雨生秀叔越发奇怪 未来的霓虹首富 为什么会找他 说是想买雨生君之前直播时 穿的西装的设计 想为雨生君什么时候 有时间见面 原来是这件事 最近几天 我都有时间 雨生秀叔 不难猜出那位首富的想法 蹭热度卖衣服吗 那干脆就今天晚上 我负责安排地方 没问题 那就说定了 七点钟 我开车去公寓接雨生君 约好了晚上见面 雨生秀叔 也没再和广桥前子闲聊 出门去上课了 不过进了舞蹈室 被女学员前后包围 自是少不了的 雨生秀叔 只能痛并快乐着 颁奖直播之后 雨生秀叔声明确起 身上西装都有人买设计 富士台收视率大涨 只没销量火爆 看似皆大欢喜 可要说有谁比较恼火 小学馆的销售部 绝对算一个 最近几天 小学馆销售部的电话 都快被霓虹各地的销售商打爆了 都在询问雨生秀叔 这位获奖作家的作品 什么时候能扑货 女顾客可都等着呢 但小学馆哪有货可扑啊 手印都已经结束 就一千本货 本来打算这两天就扑货的 可现在却压着不敢出手 霓虹全境书店超过一万家 仅东京二十三区 就占了一千多家 一千本全放在东京卖 一家书店都分不到一本 更何况东京以外的书店 给谁不给谁 都会受到怪罪 因为这件事 小学馆销售部部长金锦则人 一边要向董事会 为销售失策道歉 一边又要安抚经销商 可谓是一个头两个大 本就稀疏的发量 肉眼可见的更少了 在心里 金锦则人早已把那些 评奖委员会的老家伙 骂得狗血淋头 要不是受到这些家伙的 负面评价影响 他给与生秀术的手印 怎么可能只有一千本 不过事情到了现在这种地步 不管是谁的责任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该怎么解决问题 首先 家印是必须的 手印还没扑货 就家印的作品 自从他当上销售部长以来 实属首次 可看着桌子上的 美日 特刊 各地销售商发来的提货申请 以及不知道去哪里找 语生秀术 把采访申请 发到小学馆的众多媒体 如此人比作品还红的作家 金锦则人明白 光是家印还不够 一系列有关于 语生秀术的介绍推广 已经浮现在他脑中了 金锦则人打电话给助理 安排接下来的工作 通知北渊会里 联系语生秀术 约时间续签 加印合同 越快越好 在通知企划室的人 去会议室 我要做语生秀术的推广企划 就在整个小学馆销售部 都因为语生秀术 连夜加班的时候 语生秀术 却坐在十网六本木 喝花酒的车上 同行的有刘景正 和田中信雄 刚刚谈成了 和刘景正的 西装设计授权 授权费200万元 不含销售分成 有钱了 当然要大放一次 这次六本木喝花酒 他决定要请客 以前光听田中信雄说了 终于能亲自体验一下了 他又不是什么纯情处男 上辈子都没能看破红尘 难道穿越了就能清新寡欲 正是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纪 贪玩恋色 不是很正常吗 车上 田中信雄 边开车边调侃 语生君 18岁就去喝花酒 比我当年厉害 未成年会不会被赶出来呢 语生秀术可记得 如今霓虹20岁才算成年 想要不被赶出来 语生君见了女招待 可不能害羞 怎么会出现那种事情 信雄方少瞧不起人了 第二天 带着宿醉后的头痛与恶心 语生秀术来到了小学馆大楼 清酒度数虽然低 可喝多了一样醉人 且后劲还不小 他现在就深有体会 本不想喝太多的 无奈陪酒小姐姐实在漂亮 娇柔的身子贴上来 声音甜美 眼神妩媚 就算知道是逢场作戏 可两辈子夹起来头一遭的他 哪能顶得住 结果一不小心就喝多了 起初还有些理智 后面彻底断片 怎么回的公寓都记不起来了 有些尴尬的是说好了请客 结果他醉的都不知道谁付了钱 哎 感觉好丢脸啊 还是经历的太少了 看来以后没事要多去 让陪酒小姐姐多帮他锻炼锻炼 不过好像消费不低呢 还是要多赚钱啊 说起赚钱 就必须提他今天来小学馆的目的了 早上睡醒 就听到北渊会里的电话留言 约他谈 鳄鱼啪啪 牙翼啪啪的家应续约 赚钱当然是越快越好 找广桥钦子请了假后 便直奔小学馆而来 见到北渊会里 对方却说 今天和他谈合同的另有其人 带着他来到一间 挂着销售部部长牌子房间里 进门后 一个头发稀疏的大叔 热情地对他表示欢迎 宇生桑 我是小学馆销售部部长 金景泽人 初次见面 日后还请多多关照 金景部长 见到你非常高兴 宇生秀术公身回礼 金景泽人没有过多客套 打过招呼 便直接进入正题 这次约宇生桑来的目的 除了想续签 鳄鱼怕怕 牙抑怕怕的加印合同外 还想与宇生桑 就新作的优先发行权 进行商谈 尽管金景泽人 已经和企划部 以宇生秀术为核心 连夜制定了一系列推广企划 但要是没能拿下 宇生秀术新作的优先发行权 那推广企划就无从谈起 万一推广完宇生秀术 找别家出版社合作 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金景部长 下一本作品 我还没有思路 现在说 发行实在太早了 先谈加印的合同如何 尽管宇生秀术新绘本 已经完成大半 但暂时却不想和金景泽人 谈优先发行权的事 毕竟货币三家 它是靠着小学馆的绘本大赛出道 但不代表要和小学馆绑在一起 小学馆是霓虹最顶级的 综合出版社不假 但要论儿童文学读物的出版 擅长此类的霓虹出版社 还有很多 和小学馆同属一桥出版集团的 白拳社 旗下杂志 MO自1979年创刊以来 已经是霓虹影响力巨大的绘本杂志 成立于1952年的福音图书馆 旗下月刊 儿童之友 可是由霓虹绘本之父 松居直先生领导创办 属于国民级别的绘本刊物 还有延期书店 携程社 童心社 白阳社等出版社 都是霓虹最顶级的儿童文学读物出版社 对于出版儿童文学读物的包装营销经验 更是强于小学馆的 那好吧 我们就先谈加印续签的合同 金锦泽人拿出份合同 递给宇生秀数 宇生秀数借过后仔细阅读 主要条款 其实和首印合同基本相同 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加印数量和版税分成 二次加印数量5万本 这么大的数字 一看就是想借着舆论热度 快速出货 版税分成则被提到了10% 后面还有阶梯条款 加印超过10万本版税12% 超过20万本14% 之后 要是能达到50万本 就会按20%的最顶格进行分成 20万本还有指望 短时间50万本 还是想想就好了 绘本毕竟属于长线慢销类读物 短时间就算爆发 市场受众也摆在那里 不过绘本销量虽然慢热 但好在单价够高 少有低于1000日元的 最贵的甚至超过2000日元 因此 也让绘本作家的单本版税 分成更高 比如他这本 鳄鱼怕怕牙鱼怕怕 售价就是1250日元 首印1000本版税 只有87500元 但随着二次加印到5万本 版税来到10% 版税收入直接暴涨至625万元 抵得上东京普通上班族 两年的薪水了 霓虹的版税 是签了合同就能拿 不用管出版社能不能卖出去 因此 他现在只要签字 立刻能拿走600多万 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 600万很多了 可对于他的想要的生活 600万还远远不够 好在他脑子里存货够多 且都是精品 卖得慢就多发行几本 想到五位太郎 这位霓虹最高产的绘本作家 27岁出道 到70岁 作品400多本 平均一年超过8本 那他就翻上一倍 一年至少15本起步 反正是个抄 手书后一本要不了几天 到时候数量和质量双飞 小钱钱还不哗哗地来 也别以为15本就很多 有些高产的绘本作家 一年发表40部以上都是常识 现实就是这么夸张 有些人一年写几百首歌 顺便还能做导演 写小说 半综艺 推出偶像艺人 这种人在霓虹还不止一个 他一个穿越者 每年就出十几部绘本 真是太低调了 金锦泽人见与生秀术不作声 忍不住问 与生丧 对于合同有什么意见吗 其他的没什么问题 版税分成我有点想法 请说 50万本的分成我没意见 但之前的分成比例 全部提升1%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没理由对方说 多少与生秀术都接受 毕竟已经不是首应了 也就是5万本后11% 10万本后13% 20万本后15% 没错 金锦泽人考虑了一会 点了点头 我可以答应 毕竟之前起草合同的时候 就给与生秀术 留下谈价空间了 与生秀术要求提高分成 也在意料之中 看到金锦泽人 让助理修改好合同 与生秀术表示 那我就没问题了 说完 他拿出印章直接盖下 爽快地完成签约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完成签约 与生秀术起身 就打算离开 这可把金锦泽人给急坏了 本来需签加印合同这种事情 根本不需要 他堂堂销售部长来做 之所以亲自出马 还不是为了谈与生秀术 后续作品的优先发行权 小学馆一直想在 儿童文学读物出版领域发力 举办绘本大赛 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现在好不容易出了个与生秀术 怎么说 也算是小学馆体系 要是只发行了一本作品 就被其他出版社挖去 那他怕是要成为业内笑话了 与生桑 还请留步 金锦泽人 只得出声挽留 金锦部长 还有什么事情吗 与生秀术 摆出一副疑惑表情 我的部门为与生桑 准备了一份推广企划 想请与生桑看一看 到了这时候 金锦泽人在把企划藏着掖着 恐怕就真要一直藏下去了 从一开始 金锦泽人要谈优先发行权 到后面签约时 那欲言又止的神态 与生秀术就猜测对方 还有什么没拿出来 他心里是想要货比三家 但也好奇 小学馆到底准备了什么条件 要是他觉得不错 优先发行权也不是不能谈 毕竟现在合作的还算愉快 换出版社也是件麻烦的事情 而且出名后就踹了老东家 这名声也不太好 重新坐下 接过金锦泽人递来的企划书 与生秀术仔细地阅读起来 看着看着 便不自觉地露出满意表情 这让一旁的金锦泽人 悬着的心开始放下 只要对企划满意 那就证明 优先发行权还能谈 很快 与生秀术就翻完了企划书 放下后也不说话 似乎再进行考虑 金锦泽人也不催促 毕竟涉及到个人后续的发展 足以影响到未来职业规划 这种大事与生秀术认真考虑 是理所应当的 企划书看似复杂 但与生秀术看完后一总结 大致可以分作两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 是讨论它新绘本发行后的 一系列包装 宣传 销售企划 这种企划放到其他出版社 基本也就是一个套路 只不过在这份企划里 作品部分所占比例很小 主要内容都集中在第二部分 这部分企划 完全围绕它个人展开 首先是利用现在舆论热点 参与纸媒 电视台宣传 将它打造成与传统作家 完全不同的 年轻 时尚 才华横溢的新派作家 尤其可以利用偶像作家的噱头 放大宣传效果 专业领域 小学馆也有准备 会发动资源 帮它加入霓虹儿童文学学会 霓虹文学协会等业内组织 提升它的业内地位 要地位 当然少不了奖项 小学馆出版文化赏 不必多说 像是产经儿童文化出版赏 儿童文艺新人赏 霓虹会本赏之类的奖项 都会全力为它运作 刚才阅读时 让雨生秀术满意的 正是后面这部分 围绕它的企划 它的野心 可不止在绘本领域 脑子里那么多 其他类型的畅销作品 只画绘本 岂不是太浪费了 就拿小说来说 一旦畅销 动辄一年销量上百万 购绘本卖上几十年了 本来想靠绘本 慢慢打出名气 再开始后续的转型 可现在小学馆 做出的这份企划 无疑写到了他心里 对他后续的计划 简直是如虎添翼 当然 实现这一切的前提 就是 他要答应小学馆的 优先发行权 否则人家凭什么帮他 而小学馆 能拿出这种企划 足以证明 要将它当作嫡系培养 令他心中 已经有了谈下去的打算 实不相瞒 我对这份企划非常满意 羽生秀术实话实说 那后续作品的发行问题 金锦泽人是探问 那个我们可以稍后再谈 我想先说 几点有关企划的不同意见 请说 金锦泽人 不怕羽生秀术提意见 就怕羽生秀术不提 是关于媒体宣传部分的 形成太过于密集了 我毕竟不是艺人 羽生秀术确实不认同 这部分的企划 短短时间 一大堆纸媒采访和电视曝光 不知道还以为 他又跑回去做偶像了 这个我们可以调整 金锦泽人本以为 羽生秀术 会对利用偶像作家的建议 有意见 毕竟有过失败偶像的经历 如今成了作家 很可能不想和过去再有牵扯 而且 在霓虹作家和偶像社会地位上的差距 将两者相提并论 对作家来说 甚至是一种侮辱 可羽生秀术既然不在乎 那就真要好好地重新规划一下 原作偶像作家的身份利用好了 或许宣传效果会更好 如果修改完成 请金锦部长第一时间通知我 到时我会带着星座 请金锦部长品鉴 羽生桑的星座 我非常期待呢 金锦泽人露出笑容 羽生秀术的话明摆着 新企划出炉之时 就是优先发行权确定之日 对合作达成默契之后 羽生秀术离开了小学馆 同时带走了十本 鳄鱼帕帕 牙医帕帕 绘本 以及一张写着696万2500元的支票 绘本是提前给他的金装版 还附赠鳄鱼形象的小布偶 是让他用来送人的 而支票则是两次印刷的板税 算上之前西装设计授权的200万元 羽生秀术的资产成功突破900万 距离千万富豪也只差一步之遥 尽管还算不上富豪 可至少不用再为生活费房租什么的头疼了 成功的步伐一步步踏出 那按照现在的节奏继续走下去 他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去银行兑换了支票后 羽生秀术便返回公寓 继续创作第二步回本 金锦泽人那边估计很快就会调整完企划 他可是答应对方 会带着星座去谈优先续约权的 必须抓紧把剩下的完成了 等优先续约权谈完 等待他的就会是一段非常忙碌的日子 企划里需要配合的行程 就算下调一些 那也是相当密集 到时候想要创作都没时间 第二天为了赶工 他索性直接背着画板去了培训室 明目张胆地准备上班时间干私活 谁想他刚进门 就被广桥钳子和吉刚翔太堵住了 咦 难道是请假太多 广桥钳子终于无法忍受了 可接下来两人的表现 证明他想多了 恭喜宇生桑手部作品正式出版 这是我送给宇生桑的礼物 广桥钳子微笑着恭喜 拿出一个没拆包装的新款寻呼机 已经是正式发行作品的作家了 有个寻呼机也方便别人联系 臭小子 上次颁奖时穿得虽然不错 但手腕上光秃秃的 正好路过表型就顺便买了快 吉刚翔太拿出块西铁城的超博腕表 这位前经纪人还是老样子 明明很关心宇生秀术 却总是口不对心的嘴硬 非常感谢 真的 宇生秀术多少有些感动了 臭小子 别告诉我 我要流眼泪了 吉刚翔太嘲讽是安慰 永不迟到 顿时就把宇生秀术那点感动 给憋回去了 收了广桥钳子两人的礼物 宇生秀术当然不忘回礼 昨天小学馆送的精装版绘本 正好派上用场 吉刚翔太的俩孩子都上中学了 虽然自己用不上 但送给有小孩的亲戚也是不错的礼物 至于广桥钳子表示非常喜欢 他女儿广桥杀枝刚刚两岁半 正适合看这种早教绘本 早上路过书店 看到宇生桑的绘本发售 还想着下班给杀枝酱带衣本 谁想会从宇生桑这里得到 我想 杀枝酱一定会喜欢的 宇生秀术心想 小学馆的速度可够快的 昨天才签的家印合同 今天东京就开始扑货了 估计要不了多久 全宁红都能看到他的作品了 杀枝酱能喜欢就好 钳子桑请放心 日后杀枝酱绝对不会缺少绘本看 宇生秀术拍着胸口保证 按照他的计划 接下来每年至少要发行15部绘本 杀枝酱光是靠他的赠品就足够看了 护送礼物结束 宇生秀术照常上课 当然也不忘抽空干私活 到了下班的时候 总算是把新绘本剩下部分给完成了 收拾好东西 他找到广桥钳子与吉刚祥太 我已经订好了餐厅 晚上一起吃饭吧 杏雄桑也会到场 非常抱歉 我需要回家照顾杀枝酱 广桥钳子去不了 宇生秀术转头看向吉刚祥太 我已经约了朋友 吉刚祥太无奈贪手 谁 宇生秀术不死心 这聚餐一半人都去不了 那还吃个什么 伊藤信件 吉刚祥太说出个让宇生秀术意外的名字 之前在广告拍摄中很支持他的监督 没想到两人已经混得这么熟了 既然是熟人 那就干脆一起 请让我询问一下 吉刚祥太去打电话 不一会回来说 伊藤桑同意了 他马上到培训室 那好 到时一起出发 一个小时后 宇生秀术带着吉刚祥太和伊藤信件 与带着未来霓虹首富刘景正的田中信雄 在港区一家名为野田家的鰻鱼 料理餐厅会合 五人落座 范围开动 宇生秀术先礼貌送上绘本给没有的三人 这顿饭本就是为了庆祝绘本发售 作品当然要给大家看看 估计是来之前 被吉刚祥太提醒 伊藤信介和另外两人一起 也拿出了祝贺的礼物 刘景正送了一条蓝色领带 伊藤信介送了一只邪恶牌的钢笔 至于田中信雄 竟然掏出一张名叫A-LIF的夜店的VIP卡 这家刚开业的酒吧 人气非常火爆 晚上漂亮的女孩子非常多 运气好 还会遇到女明星 我好不容易才搞到这张V卡 宇生君有时间可以去试试 听说是搭讪圣地呢 去寻找田田的爱情吧 宇生秀术文言 一夜情还差不多 整天就想着带他去这种地方鬼混 迟早要被这家伙交换 一边在心里鄙视 一边顺手接过卡 什么搭讪圣地 什么美女和女明星 必须去批判一下 饭局开始 五人中尽管有的是第一次见面 但完全不需要担心 都是年轻人 推杯换盏几壶酒下肚 立刻就熟络起来 然后就是饭局结束还不尽兴 临近六本目的地方 最不缺的就是夜生活 再次前往上回喝花酒的地方续摊 顺便找那位陪酒小姐姐 帮他磨练意志 牢记这回是他请客的与生秀术 终于没有醉倒在女招待的裙下 在美女幽怨的眼神中坚持到了最后 成功结账 并把四个罪鬼全都送上了出租车 第二天 宿醉后的不是再次袭来 但比起上回要轻了不少 醒来时已经是中午 再次听到北园会里的电话录音 说起话已经调整好了 打理了宿醉留在脸上的憔悴 与生秀术带着新绘本的便前往小学馆 又一次坐到了金锦泽人的办公室内 而是先笑着问宇生秀术 宇生桑 能猜出 昨天鳄鱼啪啪牙鼻啪啪的销量是多少吗 金锦部长 这种事情我怎么猜得出来 不过看金锦部长这么高兴 销量应该很优秀吧 昨天晚上统计的时候 东京地区已经销售出超过4000本 东京以外的地区今天开始销售 按照东京的销售走势 估计一周后 我们就要考虑第三次加印了 宇生秀术听后高兴的同时 又觉得 这种爆发持续不了太久 毕竟是销号之前的期待和鱼润热度 便直接给金锦则人泼了冷水 第三次加印后 销量应该不会有现在这么好了 宇生桑的绘本的口碑非常不错 已经有读者打电话来称赞了 后续销量即便下降 也肯定可以长卖的 宇生秀术成功了 自然也代表了销售不成功了 金锦则人相当高兴 这可都是他的成绩 不过高兴过后 该谈的正事还是要谈 金锦则人将调整后的新企划 交给宇生秀术 待宇生秀术开始翻看后 金锦则人适时解释 宇生桑 我们调整后的企划 主要会利用偶像作家这个关注点 加深公众心中 宇生桑年轻 时尚 才华横溢的特点 金锦则人说话时非常谨慎 生怕宇生秀术 突然作家心态发作 不想和偶像扯上关系 金锦部长 偶像作家的话 媒体可以说 但是我们不能主动认领 宇生秀术知道 金锦则人在想什么 但还是要照顾下 这个时代公众的固有认知 作家和偶像 毕竟有本质的差距 别人可以把头衔朝他头上放 他也可以默认 但绝对不能主动承认 否则不光是公众 恐怕整个文学界 都要把他除名 这个请宇生桑放心 金锦则人混迹出版业这么久 自然知道其中厉害 那我对这份企划 就没什么意见了 这是我的绘本新作 金锦部长请看 宇生秀术说完 拿出昨天刚完成的新作 递给金锦则人 《小金鱼逃走了》 真是个有趣的名字 金锦则人念出 宇生秀术新作的名字 他在销售部工作多年 一部作品的好坏 还是能看得出来 不一会 金锦则人放下绘本夸奖道 宇生桑又创作出 一部优秀的作品 当然优秀了 这本《小金鱼逃走了》 可是《五位太郎》 所有绘本里评价最好 销量最高的作品 名列霓虹绘本销量总榜前十 他发现 鳄鱼怕怕牙翼怕怕 上市之后 不但公众评价不俗 甚至之前批评他的业内前辈 都有不少口风一转 开始称赞 由此可见 能决定作家口碑的 永远是作品 而好口碑 才能帮他继续成功 因此 新绘本才选择了 《小金鱼逃走了》 这部口碑佳作 能得到金锦部长的认可 再好不过 宇生秀术客气道 大家都想合作 接下来的谈判就水到渠成了 不管是他今后作品的 优先发行权 还是新作 《小金鱼逃走了》的发行合同 很快就达成了签约 印章盖上的一刻 小学馆就拥有了 宇生秀术今后作品的 优先发行权 前提当然是给出的发行条件 要超过竞争者 范围仅限于绘本 这是宇生秀术特别强调的 比起优先发行权 绘本 《小金鱼逃走了》的发行合同 就简单多了 首印与后续加印一次性签署 首印数量与版税分成 直接套用 鳄鱼怕怕 牙翼怕怕 首个工作就是帮助 宇生秀术配合小学馆的 宣传推广计划 结束工作已经是傍晚 金锦泽人特意邀请 宇生秀术共进晚餐 同行的除了北人会里外 还有小学馆编辑部的编辑 前田综艺 宇生秀术与小学馆的合作 步入正轨 日后新作品自然要和编辑部对接 前田综艺便是负责 宇生秀术的责任编辑 抵达餐厅后 本以为庆祝聚餐应该氛围不错 可一顿饭吃下来 宇生秀术却吃得很不习惯 以往聚餐他都是和朋友一起 相互之间也没有上下之分 大家拔酒言欢 畅所欲言 无拘无束 没有恼人的繁文入节 可这次和金锦泽人吃饭 算是让宇生秀术见识到了 什么是霓虹企业的等级文化 以及前后辈规则 金锦泽人对他表现得很有善 可作为在场级别最高 资历最老的人 对另两人的态度就没那么客气了 以止气势 忽来喝去一点都不客气 偶尔骂两句那也是正常 两人不但一点意见没有 反而表现得十分顺从 前天综艺资历烧老 还能正常坐着吃饭 只需随时恭维附和金锦泽人的话 顺便敬酒就好 北园会里这位刚毕业的新人就惨了 全程都在伺候几人 加菜 倒酒 地毛巾 小心翼翼的 哪像是来吃饭 比餐厅服务员都忙 一顿饭吃下来 余生秀术都替北园会里感到辛苦 忙前忙后不说 也没吃上几口饭 虽说有些看不惯 余生秀术却没有莽撞的帮忙 且不说他改变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习俗 搞不好帮了 还会起反效果 坏了北园会里辛苦营造的好印象 结束聚餐 余生秀术将金锦泽人和钱田综艺送上出租车 然后见北园会里凑上来 想要叮嘱他明天工作行程 裹断打断 北园桑 工作的事情先放下 我还没吃饱 附近有家烧鸟店味道不错 陪我一起去吧 一头雾水的北园会里被带到烧鸟店后 看着明明说自己饿了 却给他点了一堆食物的余生秀术 怎么还能不明白余生秀术的心思 有没有女孩子说余生秀术很体贴呢 暂时没有 因为还没有过这样的机会 余生桑这么优秀 竟然还没有交过女朋友吗 要学习 要工作 充实自己的时间都不够 哪还有时间找女孩子 这话说的余生秀术自己都信了 余生桑 以后不能对不熟悉的女孩子这么体贴 有吗 余生秀术并未意识到什么 余生桑真不像个泥红人 温柔体贴的样子会让女孩子误会 忍不住喜欢上余生桑的 北园桑也喜欢上我了吗 如果说有点呢 那真是太荣幸了 当然是假的了 我和余生桑不属于一个世界 很好奇 我属于哪个世界 完美到不真实的世界 北园桑太夸张了 一顿饭后 余生秀术感觉 他和北园会里的关系明显拉近了 不是什么男女之爱 只是普通的友情 都说男女之间有没有蠢友谊 主要在女方那边 女生一松动 蠢友谊就没有了 可余生秀术和北园会里 却完全看余生秀术 因为北园会里 开始确实有点心动 余生秀术 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思 所以 北园会里很早就明白 没有希望 果断把关系 停在了友情的范围内 第二天一早 余生秀术来到培训室 小心翼翼地 走进广桥前子的办公室 见他这样子 广桥前子立刻明白 他想干什么 余生桑 又要请假了吗 小学馆给我安排了一堆宣传行程 至少要忙半个月 下午就有杂志采访 既然已经被挑明 余生秀术所幸摆出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竟然比想象中的时间还少呢 咦 余生秀术 没想到广桥前子会这样回答 呵呵 看到余生秀术吃惊的表情 广桥前子忍不住笑出声 他发现 余生秀术并没有已经成名的自觉 还以为他在培训室最大的作用是教课 自从上野账膜把余生秀术的底细扒出来后 这家培训室也紧跟着被曝光了 都知道余生秀术在这里做舞蹈老师 造成的结果就是 培训室最近学员报名数量暴涨 除了小姑娘外 竟然有许多年纪大的主妇都来报名了 指名道姓的要报余生秀术的舞蹈班 如此强的宣传效果 甚至把一项不管培训室的华纳先锋都惊动了 已经开始准备届世扩大培训室规模 考虑把所在旧楼的剩下两层也租下来 花舞蹈老师的酬劳 请个名人当代言人 别说余生秀术要请假 就是余生秀术以后都不待客 广桥钱子也没有意见 那钱子桑是同意了 余生秀术问 如果培训室有事情需要余生桑 我一定会告知的 这话就等于说你走吧 那就多谢钱子桑了 余生桑 辛苦了 各位也辛苦了 非常感谢大家在拍摄中对我的照顾 港区的一处影棚内 余生秀术刚刚完成时尚杂志 PoPi的拍摄工作 正在向所有工作人员道谢 PoPi杂志创立于1976年 那是霓虹经济腾飞 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 渴望有个窗口 了解世界上最流行时尚文化的时代 而PoPi杂志创立后 主要讲述美国青年潮流生活方式的内容 迅速迎合了霓虹读者的需求 五年时间便成为霓虹最受欢迎的男性时尚杂志 因此 当余生秀术收到PoPi杂志的采访邀请 还希望他能成为封面人物的时候 余生秀术和小雪馆都非常惊讶 毕竟 PoPi的风格谁人不知 内容是美国时尚 封面是外国面孔 一个霓虹人竟然被邀请成为封面人物 而且还是位非时尚圈的作家 但惊讶归惊讶 PoPi杂志的邀请 与小雪馆准备给余生秀术打造的时尚特点不谋而合 欣然接受的同时 也将其提升到宣传企划的核心位置 拍摄结束了 可工作并未结束 隔壁的休息室内 PoPi杂志主编也是杂志创始人之一的石川次郎 将会亲自对余生秀术进行采访 进入休息间后 余生秀术一眼便看到 戴着黑矿眼镜的石川次郎 石川桑 久等了 非常抱歉 拍摄了一早上 余生桑也辛苦了 礼貌地打过招呼 采访正式开始 余生桑对PoPi了解吗 那些在冬天喜欢滑雪 夏天喜欢网球 热爱运动和生活 同时受女性喜欢的年轻男性 就是City Boys 余生秀术 没有直接回答石川次郎的话 而是念出了 PoPi杂志另外一位创始人 慕华良久 对杂志核心精神 Magazine for City Boys的诠释 看来余生桑是我们的忠实读者呢 余生秀术的回答 让石川次郎很满意 我很喜欢PoPi 花花轿子人抬人 人家给面子邀请他 他说句喜欢话算什么 之前那段慕华良久的话 都是来之前特意背下的 余生桑觉得自己是 City Boys吗 应该是吧 虽然不擅长滑雪和网球 但却热爱跳舞和生活 至于年轻女性喜不喜欢 就不确定了 余生秀术的话 让石川次郎微微一笑 我可以帮余生桑确定 相当受女孩子喜欢 来之前已经接受了 好几位女同事的拜托 都要找余生桑签名 那真是太荣幸了 拍摄用的衣服 都是余生桑自带的 是对我们提供的衣服不满意吗 石川次郎抛出一个刁钻的问题 说不满意太过严重了 我只是比较喜欢穿自己的衣服 自己的衣服 是指余生桑自己改的吗 可以这么说 亲自参与制作的衣服 会给我一种舒服的感觉 余生桑现在穿的衣服 都有改动吗 方便介绍一下吗 当然可以 余生秀术 先指着上身白色连帽 卫衣的胸口位置 上衣只进行了涂鸦 这个鳄鱼形象来自我的绘本 又指着宽松的休闲裤 裤脚做了简单的裁剪 增加立体感的同时 随着余生秀术的介绍 采访顺利进行 毕竟是时尚杂志 接下来的时间里 主要聊的也都是相关话题 问出那个时尚采访必备问题 余生桑觉得 时尚是什么呢 余生秀术故作思考 陈英片可后回答 我觉得时尚是一种过程 不论谁 只要迈出追寻向往生活的脚步 那他就是时尚的 结束了POP-I杂志的拍摄采访后 余生秀术的宣传脚步并未停下 十几天的时间里 他用作家的身份 体会到了前两年 没体会到的偶像生活 不是在工作 就是在工作的路上 田中信雄几次叫他去喝花酒都没功夫 每天累到回家就睡 哪里还有精神应付陪酒小姐姐 那张田中信雄送给他的 Alif夜店VIP卡 都这么长时间了 愣是一次都没用过 有付出就有回报 十几天的辛苦下来 企划中的宣传目标 几乎全都超额完成 鳄鱼怕怕 牙医怕怕 二次加印早已受庆 三次加印又是五万本 在如今这个绘本一年过五万 就算畅销的年代 余生秀术的绘本销量 简直就是奇迹 四月还未过完 就已经让今年绘本销量年关 变得失去悬念 而本就备受好评的绘本质量 因为部分家长 发现孩子在看了 鳄鱼怕怕牙医怕怕 竟主动刷牙后 直接把鳄鱼怕怕牙医怕怕 夸上天了 很快还有人发现 霓虹政府负责教育工作的最高机关 文部省 在最近针对儿童口腔问题发布的 儿童口腔健康手册中 竟也出现了 鳄鱼怕怕牙医怕怕的名字 因为这部绘本 被文部省定为 有益幼儿口腔健康的推荐早教读 在霓虹 从事教师 政客 律师 一生四个职业中地位较高的人 会被公众尊称为先生 也就是老师 作家 艺术家等职业 如果对社会做出贡献 或具备了很高的知名度后 也能得到老师的尊称 刚刚出道的羽生秀术 年轻之前 本没有资格被称作老师 可文部科学省的这次助攻 顺利帮他铺平了老师尊称的路 日后被人称为羽生老师 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妥了 作品口碑爆棚 官方下场肯定 又进一步拉升了 鳄鱼怕怕 牙医怕怕的业内口碑 在小学馆的吉利运作下 已然成了本年度相关奖项的 最大热门 作为鳄鱼怕怕 牙医怕怕的作者 羽生秀术本人形象 得到作品助力 配合计划好的一系列媒体推广宣传 让他直接成为四月份 最具人气的霓虹名人 即便是最当红的偶像 也要暂避锋芒 而人气最巅峰的时刻 无疑是作为封面人物的 POPPIE杂志出售之时 行走的时尚 羽生秀术 这是POPPIE杂志的当期主题 配合的封面罩 则是再次化身禁欲系的 羽生秀术 这次不再是西装 虽然金丝边眼镜仍在 但却穿着白色的柔软高领毛衣 手捧书册静静观看 禁欲感中又多了一丝温暖 独特气质 被专业摄影师清晰呈现 作为一本时尚杂志 有关于羽生秀术的内容 除了简短采访 全是风格迥异的写真照片 如果说主题和照片有什么联系 那就是360度告诉大家 羽生秀术有多帅 第一页 他还是身穿卫衣脚踩滑板 青春叛逆的如风少年 翻几页 他又成了手握画笔诚心描绘 才华四景的文雅作家 到最后 他成了白衣飘飘 亲情舞动 潇洒不羁的天才舞者 加上主编石川次郎 在文章中 激进对羽生秀术的欣赏 PoPi对羽生秀术 绝对称得上是在力捧 而作为首次登上 PoPi杂志封面的霓虹人 羽生秀术莫名其妙地 给读者带来了一种自豪感 好像羽生秀术 是战胜了美国人才拿下封面的 这种自豪感 间接帮助羽生秀术 提升了在霓虹男性群体中的好感度 完全算是意外之喜 PoPi杂志强力助攻羽生秀术 喜欢羽生秀术的主妇们 则纷纷解囊相助 为了杂志里羽生秀术的一张张照片 把本事面向男性的杂志 直接买到断货 让那些想要买杂志的男性读者 反而一本难求 PoPi杂志 只得一次次加印 然后一次次被买断货 最终卖出了创刊以来最高发行纪录 单期首次突破百万本 至此 小学馆制定的宣传企划中 给羽生秀术打造的年轻 时尚 才华横溢的新派作家形象 已经开始深入人心了 品川区 刘景家的和风庭院之中 一大早就跑来拜访的田中姓雄 正在享受未来霓虹首富的茶道服务 果然还是刘景君这里舒服 喝一口刘景正泡的茶 田中姓雄满脸享受 因为这里没有田中夫人安排的相亲对象吧 刘景正泡完茶 随手拿起身边的杂志翻看起来 一副安闲自得的样子 快饶了我吧 刘景君是知道的 我根本不喜欢那些循规蹈矩的大小姐 和她们在一起 太没有激情了 六本目的女招带很有激情 却不可能进田中家 这确实是个问题 要到哪里找一个懂情趣的大小姐呢 说着 田中姓雄突然看向刘景正手中的杂志 这不是宇生君登上封面的那本 PoPi吗 刘景君原来也在关心宇生君啊 就算宇生桑没有登上封面 PoPi我也每期都会购买 金银服装店还是要对时尚有了解的 不过宇生桑这期的照片确实不错 自己改的衣服也很有特点 某种程度比往期那些所谓的美国时尚更出色 比起其他买来杂志 只为欣赏宇生秀术帅气的主妇 作为业内人士 刘景正无疑更关心宇生秀术的衣服 我早就说了 宇生君是很优秀的年轻人 只有有机会 田中姓雄就不忘夸宇生秀术 田中君 难道没有意识到 宇生桑月优秀 就代表前两年的田中君月失败吗 刘景正毫不留情地戳了田中姓雄的心口 哎呀 这怎么能怪我呢 文学界和时装界毕竟与艺能界不一样 没能走红是有很多原因的 看着田中姓雄那拾口脚赖的样子 刘景正无奈地摇摇头 眼前这位朋友虽然三十岁了 但还是一副小孩子性格 未来的田中太太想来会很头痛吧 说起来 宇生君现在这么有名 去我送他V卡的Alif酒吧 会有不少美女主动搭讪他吧 田中姓雄一脸那小子 肯定很幸福的表情 若是宇生秀术此时知道田中姓雄的想法 那一定会狠狠地反驳回去 还去夜店 那张VIP卡自从到手上 他还一次都没用过 怎么邂逅漂亮的女孩子 非但没有漂亮的女孩子 凡人的北渊桑倒是有一个 宇生桑再坚持一下 很快就能结束了 下个活动还有十分钟就开始了 宇生桑快醒醒 宇生桑 签手会只签了两百个人 会不会有些少 手腕红肿也是可以坚持下去的 本该是宇生秀术与小学馆专属负责人的北渊会里 最近更像是宇生秀术的经纪人家助理 每天在宇生秀术耳边说着这些话 但凡宇生秀术透有一点懈怠 北渊会里立刻会拿出是我太过为难宇生老师了 宇生老师辛苦教导霓虹小朋友保护牙齿 还要被我刁难 之类明明嘴里很尊重 但怎么听都像是挖苦的话 自从那天晚上宇生秀术百出暖男姿态后 又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两个人有意称得上突飞猛进 到了现在这种可以相互业余挖苦的地步 面对完全不把他当外人 彻底放飞自我的北渊会里 宇生秀术表示他想回到从前 北渊桑 今天忙完应该就要结束了吧 累到生无可恋的宇生秀术靠在车座上 北渊会里露出个委屈的表情 宇生老师给我适可而止啊 再这样我就要求金锦部长换人了 宇生秀术知道这女人又要开始了 赶忙打断 宇生桑果然是个绝情的人呢 北渊会里叹了口气 好似受了多大委屈一样 见宇生秀术明显又要发作的表情 北渊会里赶忙表情一变 故作严肃 恭喜宇生桑 从今天之后宇生桑的宣传就要结束了 太好了 我要睡觉 我要吃和牛料理 我要去六本木逛夜店 正当宇生秀术为了自由欢呼之时 决定旁边北渊会里吐出个不过 不过什么 别告诉我 不过是骗我的 近乎忙完了整个四月 宇生秀术实在不想动了 这次企划结束 打死他都不再做这种密集形成的宣传 明天还有最后一个电视采访 彻子的房间 企划里好像没有吧 随着宣传的进行 就像之前的POPPIE杂志一样 企划也会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 因此 宇生秀术也不知道现在企划变成什么样子了 收到邀请才临时决定添加的 金警部长觉得最近宣传效果虽然很好 但却让宇生桑太过虚幻了 最后用黑柳桑的节目收尾 让观众看到一个真实的宇生桑 也能让宇生桑的人气沉淀下来 北渊会里将昨天金警责人的意思转达 黑柳桑的节目确实很适合 金警部长考虑的真周到 如此善于宣传 应该去艺能界打造明星才对 宇生桑 那就明天见了 北渊会里没搭理宇生秀术对上司的调侃 眼看已经将宇生秀术送到公寓 当即挥手告别 那就明天见吧 不过还没等宇生秀术下车 北渊会里又突然开口 差点忘记告诉宇生桑 明天上节目还要给新绘本做宣传 宇生桑要提前做好准备 可别被问了 不会回答 已经到了发售时间了 忙得都忘记了 早就准备好了 5月1日撤子房间播出的时候 同时发售 哦对了 这次金装本赠品多给我拿20本 我要送人 费用从版税里扣就好了 上次的十本金装本 宇生秀术除了给几位朋友外 剩下的全都由递给家里了 结果母亲宇生院子还打电话说不够 吓得她以为母亲缺钱再往出卖 还打电话特意询问 结果通了电话才知道 因为她成了作家的关系 母亲得意之下 便带着绘本去和亲戚朋友炫耀 然后被人家夸得找不到北 不但把她游回去的绘本送完 还让她又游递了十几本签了名的绘本送回去 家人替她骄傲 她当然不能拖后腿 这次索性多要些 让家人送个痛快 好了 我知道了 再见了宇生桑 再见 再次告别 宇生秀术返回公寓休息 想着明天就能彻底结束宣传 重归正常生活 她感觉踏踏米睡的都比以前舒服了 不过随着绘本持续大卖 她经济也开始宽裕 是该考虑换个地方住了 至于买房还是租房 明知东京 未来房价要暴涨的情况下 肯定是要买房了 尽管因为前世不关心这方面的消息 对泡沫时代房价涨跌的具体细节不算了解 但也知道 繁华地段貌似翻了好几倍的样子 也知道房价暴跌 大概是89年之后的事情 知道这些就足够了 你红的房地产 怎么搞他是没经验 但后世国内的房地产 怎么吵他可清楚 知道会暴涨 还知道啥时候会跌 这要还不敢大胆放手地干 那真就白穿越回来了 只要能扛得住还款 杠杆王死李家就是了 看来要找时间 约田中姓熊这位大少爷出来 帮忙介绍个专业人员咨询一下了 四月的倒数第二天 星期三 因为节目在下午录制的原因 与生秀术近一个月来 第一回睡了次懒觉 等到北渊会里来接他 顺便一起吃了午饭 才前往了六本木朝日电视台总部 彻子的房间的录制现场 彻子的房间 这档清谈节目 与生秀术穿越前都还在播出 看新闻 好像都超过一万一千集 还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不过比起节目本身 节目的主持人黑柳彻子本人 其实更为传奇一些 作为NHK第一位女演员出道 却没有在演员道路上发光发热 反而成为了霓虹首位女性新闻主持 年轻时特立独行 是位个性十足的时尚美人 穿着印有女性胸部图案的T恤拍摄广告 结果被投诉到重拍 喜欢大熊猫 为了看熊猫康康 不惜翘班 然后买上一堆熊猫玩偶 堆到房间里 从年轻到年老 都没改变过的洋葱头 都喜欢穿着华丽的裙子 邀请到帅气的男嘉宾时 会激动地说个不停 又要求不能对节目剪辑 呈现节目最真实的效果 主持的CBS10节目 是如今霓虹最受欢迎的音番综艺 与生秀术今天要参加的 彻子的房间 则是霓虹主妇的最爱 总而言之 这是一位颇具传奇的霓虹女性 许多明星都以登上她的节目为荣 这也是为什么接到邀请后 小学馆决定将这个节目定为收尾的原因 与生秀术作品的主力购买群体 与黑柳彻子节目的受众 实在太过契合 节目录制前的沟通很简单 只是询问了忌讳的话题 以及要宣传的作品 并没有某些综艺的严格台本 沟通结束后 负责沟通的工作人员 不忘拿出绘本找与生秀术签名 与生秀术欣然同意 签名后不忘写下简单的祝福 最近行程中遇到这种情况实在太多 与生秀术早已习惯 应对方式都快要成为本能了 不过今天 他却遇到了意外惊喜 临近路之前 与生秀术突然听到 休息室的门被人敲响 说了声请进后 便见一位女子走了进来 穿着红色的鹿间长裙 容貌美艳动人 气质明媚大气 拼廷妖娆 宛如一株盛放的红玫瑰 与生老师 我是松板亲子 冒昧打扰非常抱歉 女人进门后 礼貌地打着招呼 正是霓虹影坛当红的美人松板亲子 你好 松板丧 与生秀术起声回应 搞不清楚 这位招呼美人找他做什么 前世他就知道松板亲子 毕竟短视频中的招呼美人盘点 总少不了这位的身影 如今见到颜值巅峰期的真人 那种成熟诱人的魅力 简直让人难以抵挡 松板亲子察觉到与生秀术的奇怪 赶忙说明来意 因为妹妹的女儿 很喜欢与生老师的作品 今天来录节目 得知与生老师要上黑柳桑的节目 便冒昧前来请求签名 说完 松板亲子从身后助理手中接过一本崭新的 鳄鱼怕怕 牙翼怕怕 递向与生秀术 与生秀术文言 没有第一时间接过绘本 反而微笑着说 松板丧要签名的话 请先满足我的愿望吧 趁着他的话 还没让对方产生奇怪的误会 与生秀术赶忙从随身的包里 取出一盒磁带 递到了松板亲子面前 那就是请松板丧先帮我签名 看着磁带和尚 知江北的标题 松板亲子表情简直不要太意外 因为这正是他刚刚上映的电影《青春之门》中 由他演唱的主题曲 他今天来朝日台 也是为了宣传电影 与生秀术如此巧合的 带着这位美人的单曲 倒不是因为他喜欢 而是母亲在电台听过后很喜欢 在仙台市没买到 便让他从东京游一盒回去 中午来的时候 路过音像店便顺手买了 还没来得及游回去呢 这种杀风景的原因 此时肯定不能说出来 可与生秀术不说 看松板亲子的表情 显然是误会与生秀术 是他的粉丝了 两人交换作品 松板亲子一边给磁带签名 一边好奇地问 与生老是看过我的电影吗 确实看过了 松板桑的表演很精彩呢 与生秀术上辈子确实看了一点 对他来说是很没意思的霓虹老派电影 之所以会看 当然是因为 电影据说有很多激情戏 否则谁会对一部40年前的老电影感兴趣 当然 眼前松板亲子也在这部电影中 贡献了一段精彩的激情戏 只是没有另一位16岁的女演员 山田勋大胆罢了 想到电影中的激情片段 与生秀术忍不住看了眼松板亲子肩膀出露在红裙外的娇嫩皮肤 难免遐想连篇 松板亲子听到与生秀术的话 又察觉到对方的目光 一瞬间脸色微红 多谢与生老师的支持 松板亲子不得不承认 眼前这位年轻作家实在是俊美的过分 再加上温文尔雅的气质 和以往合作的粗狂男演员完全不同 对女人的杀伤力也实在是太大了 相互签名后交还作品 眼看录制时间马上就到了 松板亲子主动到辞 带着心中一丝悸动离开了 待松板亲子离开 与生秀术不由地拍拍脸 感觉他刚才着实有些失态 上辈子也不是没经历过的出歌 怎么突然就乱了方寸 想了想原因 恐怕除了这位松板亲子魅力太大外 还有他确实压抑的时间有点久了 年轻人火气大 也不能老憋着 否则迟早要憋出心理问题 看来田中信雄送的夜店VIP卡是要用用了 经过了这个小插曲后 贫富了心虚的语声秀术 做完最后准备工作 随后的节目组通知要开始录制了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他来到了搭建在摄影棚内的车子的房间 站在门口位置 在这里 他已经可以看到房间内的样子了 精美的欧式装潢 窗台摆满的插花 房间中央位置有一长一短两张沙发 黑柳车子已经坐在了短沙发上 接受化妆师最后的检查 随着准备工作结束 录制开始 黑柳车子开始用独特的声线做出介绍 最近经常在媒体上见到的年轻作家 主妇和孩子们都非常喜欢的宇生桑 请进 伴随着黑柳车子的声音 摄像机同时对准了宇生秀术 宇生秀术微笑着点头示意 在黑柳车子的介绍中 稳步走入房间 能收到黑柳桑的邀请 真是非常荣幸 初次见面还请多多关照 礼貌的公身行礼后 宇生秀术坐在了长沙发上 看过泡派的读者都知道 宇生桑是位非常时尚的年轻人 喜欢自己改造服装 今天的打扮也很帅气 是有特别准备吗 进入清潭后 黑柳车子便将关注点 放到了宇生秀术的造型上 经过这段时间的宣传 宇生秀术时尚人设已经很鲜明了 当然哟 我可是非常重视黑柳桑的节目呢 宇生秀术 故意做出严肃认真的表情 其实他今天造型很简单 发型不像以前那么精致立体 故意做成很随意就能抓出来的样子 衣服是白色长袖T恤 搭配浅灰色修行裤 再加一双Vans白色滑板鞋 刻意做出不复杂的造型 其实是为了营造青春活力的 邻家男孩感觉 用来配合最后的宣传路线 呵呵 帅气的宇生桑 认真起来很可爱呢 黑柳车子被宇生秀术 故意摆出做出的样子逗笑了 没办法 好看的男孩子 就是招老阿姨喜欢 宇生秀术那么多主妇粉丝 岂是白来的 唉 身为作家 被说可爱有点惭愧呢 嘴上说着惭愧 可表情却完全没有惭愧的意思 他这种反差感 又让黑柳车子开心地笑了起来 也让摄影棚的工作人员相当惊讶 他们与黑柳车子合作多年 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嘉宾 往往刚当出道的新人 首次参加节目 表现不紧张就很好了 能让黑柳车子如此开心的 宇生秀术还是头一个 这位年轻作家 能受到那么多嘱咐追捧 果然不是没有原因的 开心过后 黑柳车子不忘继续节目 宇生桑以前做过偶像呢 没错 还是个很失败的偶像 这么轻松地说出来 看来已经放下过去了 黑柳车子 很喜欢宇生秀术 坦然承认失败的性格 虽然事业很失败 但生活却不是 得到了家人的谅解 期间也收获了很多朋友呢 哎呀说的就是你们 田中桑 浅子桑 还有总是喊我臭小子的吉刚桑呢 宇生秀术小恼火的表情 再次逗得黑柳车子笑了起来 他觉得宇生秀术综艺感实在太好了 要是能作为歌手 登上他另一个节目 CBS10 效果肯定不错 看来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呢 不过说到偶像 现在还介意 别人给自己贴上偶像的标签吗 已经是作家了 当然希望大家更关注我的作品 而不是再有的过去 其实 作家也是能为大家营造梦想的人 要是因为喜欢 我而想要成为作家 那样 我会很高兴的 宇生秀术画里 只字不提偶像 可意思却清清楚楚 普通偶像 就算再受欢迎 但要敢鼓励粉丝成为偶像 那八成要被公众批评 可他鼓励粉丝成为作家就不一样了 公众非但不会介意 估计还会很认同 谁让两者的社会地位相差太多 宇生桑 成为作家之前 还在做舞蹈老师 以后会放弃这份工作 专心创作吗 知道关于偶像的话题 不适合再谈论下去 黑柳车子果断转换话题 应该不会放弃 对我而言 除了喜欢跳舞外 也想更加贴近生活 而获取创作灵感吧 果然 身为作家的与生秀术 用创作灵感当理由 黑柳车子立刻露出认同的表情 再一次让他感叹 当作家真是方便 要还是个偶像 整天累得跟死狗一样不说 干什么都要小心翼翼的 偏偏还赚不了多少钱 说到创作灵感 与生桑今天还带来了新作品吧 黑柳车子 这是帮忙开始宣传新作了 与生秀术自然要配合 从身后拿出准备好的绘本 小金鱼逃走了 递给黑柳车子 这是送给黑柳桑的 黑柳车子接过一看 小金鱼逃走了 很有趣的名字 能简单介绍下吗 依然是早教会本类型 希望用小金鱼 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 提高他们的专注度 让孩子们在不经意中 就学会简单手术 与生秀术简单说了下 又是本寓教娱乐的作品 之前的鳄鱼 怕怕牙一怕怕 也是这样 与生桑不但很有才华 创意也让人幸福呢 真是位优秀的年轻人 黑柳车子 显然很欣赏与生秀术 夸奖一句接一句 多谢黑柳桑的夸奖 其实我也很喜欢 黑柳桑的作品 人家夸他 与生秀术 当然要礼尚往来 与生桑看过我的作品 黑柳车子好奇问 当然 和之前接受 POPI采访一样 与生秀术来之前 自然做了准备 从身后当场摸出一本书 黑柳车子三月发售的童书 窗边的小豆豆 上辈子与生秀术 对这本书 可是如雷贯耳 窗边的小豆豆 单在霓虹 就创下了超过900万本的销量 即便在华夏 这本童书的销量 也是个奇迹 2017年的时候 光正版就累计销售 超过1000万本 是本口碑与销量齐飞的 童书架作 当然 现在还没人知道 这本书的未来成就 发售快两个月 销量远比不上 与生秀术 卖了不到一个月的绘本 口碑也还没有扩散开 因此 当与生秀术拿出这本书的时候 黑柳车子是真的难言惊喜 作品能得到与生桑的喜欢 让我非常开心 与生秀术 当然干不出忘记拆包装那种蠢事 不但拆了包装 在休息室的时候 还特意翻了一遍 让书看起来是看过的样子 这让黑柳车子 根本没有去怀疑 与生秀术有可能是故意买来的 尤其是在配上 与生秀术那真挚的帅脸 可信度简直不要太高 哪里的话 喜欢是因为它真的优秀 而且看了黑柳桑的作品 也让我产生了新的创作灵感 一部讲述治愈 与成长的儿童小说 得到如此的认可 甚至都让与生秀术 产生了创作儿童小说的灵感 黑柳车子即便见惯了大风大浪 也被与生秀术三板浮捧的 晕头转向喜不胜收 立刻难掩高兴地表示 非常期待与生桑的儿童小说呢 到时请务必再次光临 一定会向观众好好介绍的 好家伙 这显然是高兴之下 把还没引的儿童小说 宣传给预定了 与生秀术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能得到黑柳车子的承诺 设想中作品的宣传 就多了一大助力 销量自然能更上一层楼 而从这一刻开始 对与生秀术喜欢到不行的黑柳车子 彻底把节目做成了 与生秀术的表扬大会 各种话语 各种角度地去称赞 与生秀术如何优秀 听得与生秀术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本来只是想拉近下关系 谁想它魅力太大 一不小心搞过火了 唉 也只能表现得害羞点 然后默默承受这所有称赞吧 在黑柳车子的称赞中 节目顺利录制完成 临走前 黑柳车子还不忘叮嘱 有时间可以多来聊天 显然是真的很喜欢与生秀术 回去的车上 北渊会里想起下午的录制过程 感叹到 与生桑真会讨欧巴桑的欢心呢 跟了与生秀术跑了这么久宣传 北渊会里发现在面对男性工作人员的时候 与生秀术往往表现得很正常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可一旦对象是女性 尤其是年龄稍大的女性时 往往三两句话 就能讨得对方欢心 迅速拉近关系 难怪能受到那么多嘱咐的喜爱 这交际能力 性别偏刻的也太严重了 也许是吧 不过不光是欧巴桑 让年轻女孩子高兴 我也很擅长 与生秀术强调道 是吗 那为什么不知道让我开心 与生老师提到朋友的时候 都没有我名字 北渊会里老师尊称意出来 与生秀术立刻感到不妙 回想刚才节目录制时的话 赶忙开始解释 刚才说的是 偶像时期认识了朋友 北渊桑是我成为作家后才认识的朋友 下次来一定会告诉所有人 北渊桑是我的好朋友 而且还很优秀 英语很标准 还能找到好吃的餐厅 哈哈 见与生秀术 故作真诚地说出一条条理由 北渊会里瞬间就绷不住笑出声来 笑完后 北渊会里又忍不住说了句 与生桑果然很会讨女孩子欢心呢 哎 我只是喜欢说真话而已 与生秀术 一副你误会 我的表情 好了 与生桑这些话 留给其他女孩子吧 别在我面前装算了 这些东西 是给与生桑的 说着 北渊会里递过来的一个大袋子 与生秀术好奇问 这么多 什么东西 北渊会里解释 与生桑要的新作品 金装版30本 还有就是版税支票 与生秀术朝袋子里一看 果然发现一大落新绘本 都是金装本 和之前的鳄鱼 啪啪牙衣啪啪一样 带着小布偶 不过这次换成树里的小金鱼 还有装在信封里的支票 写着1375万元 是两部绘本 共10万本的版税分成 见与生秀术在查看制制票 北渊会里似乎想起什么 开口对与生秀术说 我建议与生桑成立一家事务所 用来和我们对接 不但支付版税可以直接转账 还可以把平日里的开销 都放在事务所账上 帮与生桑减少税款 具体如何操作 我也不太懂 与生桑最好找专业人员咨询一下 嗯 我会找专业人士咨询的 多谢北渊桑了 不必客气 谁让我是与生桑的负责人呢 说到这 北渊会里突然面露好奇地问 与生桑之前录制节目的时候说 要创作一部讲述治愈和成长的儿童小说 是真的吗 是有这样的想法 不过今年还想多发行几部绘本 暂时恐怕没有时间 与生秀术说的多发行几本 可不是真的几本 他打算宣传结束了 就开足马力 在五月份 把今年准备发行的十几本绘本全抄出来 那样 他后半年就可以愉快地玩耍了 是不是要找个地方旅游呢 可旅游的话要去哪里 是去国外 还是就在霓虹转转呢 去国外要去哪里 在霓虹又要去哪里 一瞬间 与生秀术四维发散 陷入了究竟去哪里旅游的困惑之中 旁边北渊会里 显然不知道与生秀术的工作量 他还以为跟别的绘本作家一样 俩三个月能有一本就不错了 便给出建议 与生桑可以同时创作啊 一时写不过来的话 可以考虑连载 连载 与生秀术心想他一个文抄工 一次就搞定一本 实在没连载的必要 毕竟霓虹连载暗夜附前 稿费低的让他很难提起兴趣 可再想想 他绘本出道 转变创作类型 去写儿童小说 即便都属于儿童文学范畴 但也还是有差别的 首先设想中的作品 和绘本受众年龄就不同 想到这 他觉得用连载来试水转型 似乎也不错 与生秀术有些心动了 考虑考虑 北渊会里在旁边鼓动道 是可以考虑下 不过等我作品出来再说 与生秀术也没直接答应 那儿童小说的事 我可以和经警部长说吗 北渊会里试着问 没关系 北渊桑可以说的 与生秀术看到车子 到达他的公寓 想着录制到现在都还没吃饭 便问道 北渊桑要不要一起吃晚饭 谁知北渊会里文言 却摆出一副难过表情 哎呀 与生老师的宣传虽然结束了 可我的工作却没有结束 经警部长还等我回去汇报呢 还有新汇本 后天就要上市发售了 大堆工作要忙 哪能像与生老师这么轻松自在 听着北渊会里不对劲的语气 与生秀术知道 再待下去 恐怕又是一顿挖苦 所以抓起带子就跳下车 头也不回地大喊 北渊桑 改天我请客吃怀食料脸 说完 搜的一下就钻进公寓楼内 留下调戏成功的北渊会里 呵呵直笑 能让在女人面前游刃有余的 与生秀术吃别 也算是北渊会里忙碌工作中 不多的消遣了 回到家休息到第二天 与生秀术想起北渊会里之前说的话 让他成立一个事务所 还有他想 投资房产的事情 都需要专业人士提供咨询 便给田中姓雄发了传呼 不一会 田中姓雄便把电话回了过来 默契默契 与生君找我有什么事吗 确实有点事情 想麻烦姓雄桑 哎呀真不巧 我正在北海道旅行呢 札幌松前公园的千岛音 真的非常漂亮 田中姓雄开心地炫耀 什么 姓雄桑去北海道旅行赏音了 我也很想去啊 与生君最近忙到六本木喝花酒都请不来 哪有时间旅行 再说了 我是和美丽的女孩子一起来的 与生君来做爱事的家伙吗 说到这 田中姓雄话头一转 这次找我 该不会就为了抱怨 没叫与生君旅行吧 与生秀术这才发现 光顾着聊天 差点把正式忘了 赶忙说出来一 我想成立一家个人事务所 方便和小学馆那边对接 顺便减轻些税务压力 还想贷款买房 都需要找专业人士咨询一下 不知道姓雄桑那边有何事的吗 这样 那我把家族合作的一家会计事务所 介绍给与生桑 这些事情 他们都能处理 直此新春佳节之际 特此给各位书友送上祝福 祝大家身体健康 亲友平安幸福 工作顺顺利利 无论各位书友何时看到 都希望这简单的祝福能够成真 祝福的分割线 按照田中姓雄给的信息 与生秀术联系上了这家名叫三友的会计事务所 因为有田中姓雄介绍 加上他也算是个知名作家 对方的合作意愿很高 直接约了一小时后 在色谷一家茶社祥谈 即便茶室距离他的公寓不远 搭乘地铁也很方便 可与生秀术还是叫了出租车 坐上出租车的一刻 他就忍不住在心中感叹 以前都是搭地铁出行 现在有钱了 地铁站都懒得走 果然是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啊 想想他两部绘本版税 加西装设计授权 穿越不过两个月时间 银行账户里的钱 已然超过两千万日元 霓虹刚经过经济腾飞 可还没进入疯狂的泡沫时代 东京上班族的平均薪资 虽然领跑霓虹 但一年下来也就三百万上下 年薪三百万 不代表能攒下三百万 东京作为全霓虹最繁华的都市 也是全霓虹消费最高的城市 年薪三百万 要是单身的话 能存下一半都算省吃俭用 要是结婚生子有家要养 稍有意外 都不够家庭支出 更何况 很多刚入职的年轻白领 其实月薪也就十几万日元的水平 往往养活自己都不够 很多人觉得霓虹收入高 已经对钱的多寡失去了概念 松板庆子主演的电影 《青春之门》里 饰演木之江的女演员山田勋 仅仅因为三百万日元的巨额 债务就不得不卖深冬印 十六岁就要在电影里露点出镜 而即便是泡沫经济最疯狂的时代 在霓虹女性眼中的优质男性 年收入也只需要一千万日元 所以说他两个月就赚了两千万 笔上或许不足 但笔下绝对是绰绰有余 看来等买了房子 就该考虑买辆车了 毕竟在过几年 拿着万元大钞 都不好叫出租车了 思索中 出租车已经将他带到了目的地 进入茶社 看着清静淡雅的装饰 坐落在这种繁华地段 颇有种闹钟取静的感觉 落座之后 很快便有专门的茶医师上来服务 三友会计事务所的人没有到 他本身对茶道也不太了解 倒是听说刘景正很擅长这个 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喝上未来首富泡的茶 在这个没有手机的年代 一个人坐着 也就只能胡思乱想 总不能找茶医师欧巴桑闲聊 如今宣传工作结束了 要让他真清闲下来 除了去培训室跳跳舞 他还真不知道要干什么 如今这个时代 娱乐方式还真是匮乏 玩玩电子游戏吧 现在的街机不但笨重 而且游戏还很无聊 熟悉的FC红白机 任天堂要两年后才会推出 Gameboy掌机 更是要到89年才会上市 咦 想到任天堂的Gameboy掌机 立刻就想到 一只黄皮垫耗子 以及那个全世界最赚钱的IP 精灵宝可梦 没记错的话 这可是未来收益 超过1000亿美元的超级IP 即便去掉游戏 动画 漫画这些的收益 单就周边衍生品收益 就超过700亿美元 这么多钱 想想就流口水 随便咬一口 就够他卖一辈子汇本了 刘景正登上 霓虹首富的身价才多少 61亿美金 翻十倍都没有宝可梦赚得多 这种超级金矿 既然被他想到了 那不插一脚 实在有些对不起 他穿越者的身份 在霓虹这种版权保护 严格到变态的地方 身为作家 想要抢占一个IP 简直不要太容易 想到之前 设想的儿童小说 为了精灵宝可梦这个IP 看来是要改一改了 雨生秀术 为了如何利用精灵宝可梦 单思结律 不但茶水凉了都没发现 更是连三有会计事务所的人 来了都不知道 雨生桑 雨生桑 请问是雨生桑吗 直到人家叫了好几声 他才回过神 然后就看到两个 来自三有会计事务所的人里 为首那个气质精密的中年人 明显刚压下 脸上的不快表情 啊 我是 非常抱歉 刚才在思索新作品的内容 太过入神了 继续拿作家身份当理由 百事不爽 再说 他也不是故意不答应 确实是思考得太专注罢了 雨生桑 初次见面 我是三有会计事务所的 高级理财顾问 龟田一郎 龟田一郎说着 又指了指身边 一位戴着黑矿眼镜 相貌普通的年轻人 这位是我的助理 史田良阳 龟田桑 史田桑 你 你们好 我是雨生秀树 听到对方的名字 雨生秀树 差点绷不住笑出声 龟田一郎 这名字让他想起 前世陪母亲看神剧的日子 不过意识到失态后 雨生秀树 还是有些过意不去 赶忙诚恳道歉 非常抱歉 龟田桑 突然想起件开心的事情 没关系的 嘴上虽然客气 但龟田一郎心中 却并非如此 自诩精英的龟田一郎 本就对雨生秀树 这种没有学历 还当过偶像的人瞧不上 觉得对方 也就是运气好成了作家 对雨生秀树 后续在媒体上 各种曝光也十分厌烦 加上见面时的不理睬 以及此时的失态 令龟田一郎 越发瞧不上雨生秀树 若不是考虑到 雨生秀树作家身份 带来的赚钱能力 对方有什么资格让他服务 雨生桑是因为理财问题 需要我们帮助吗 心中有了偏见 龟田一郎在工作开始后 表面上精英派头就摆得更足了 也与不自觉多了份居高临下 咨询都说成了帮助 是的 一开始 雨生秀树也没在意对方的语气 不过让他不爽的是 他的想法还没说出来 对方又开口了 我这边有非常多的理财项目可以推荐 紧跟着 龟田一郎开始介绍各种理财方式 债券 期货 股票 国外基金投资之类 五花八门 介绍的时候 还不忘夸耀他的成功案例 手中掌握有哪些知名客户 又帮这些人赚了多少钱如何 总之就是不停地炫耀自己的业务能力 一副我这么了不起 你把赚来的钱交给我投资 是你的荣幸 问题是 雨生秀树对这些不感兴趣 他堂堂一个穿越者 掌握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差 需要所谓的理财顾问帮他理财 可每当他提出想要了解的问题 比如成立事务所 投资房产的时候 龟田一郎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把话题继续拉到其他理财项目上 反倒是一旁的助理史田良阳 不时会回答一两句雨生秀树的问题 这位史田良阳 一看就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心嫩 老实芭蕉还没有眼色 完全没注意自己说话的时候 旁边龟田一郎那恼怒的眼神 估计待会回去就要被前辈教育了 雨生秀树和龟田一郎说了半天 总算看出眼前这人有些不对劲了 毕竟一说正式就敷衍 总想要把话题朝各种理财方式上瘾 依附你这种蠢货 就别想着自己投资 交给我就好的态度 一次还好 三番两次的来 就算他脾气再好 也有些火冒三丈了 正是年轻气盛的年纪 他哪会管泥红社会所谓的礼仪规则 当场就翻脸了 我对你说的废话 没有半点兴趣 没有聊的必要了 说完 也不理会龟田一郎满脸 你怎么敢这么说的表情 其身直接离开 来到这个世界 他一直在抑制着穿越者的那种俯视感 害怕这种感觉 会让他把周围的人全荡成NPC看待 然后失去对事情的判断力 可总有蠢货 把这种感觉给激发出来 临走时 他特意把账结了 即便知道对方肯定有招待费 却不想占这种人一点便宜 返回公寓 羽生秀术立刻联系了田中姓雄 抱怨对方不靠谱 介绍的这是什么会计事务所 工作人员就是那种货色 田中姓雄听完也十分火大 陪着羽生秀术蹉跎两年 他都没这样对待过羽生秀术 一个不知所谓的理财顾问 就敢瞧不起他的好兄弟 当即怒气冲冲地 打电话给三友会计事务所的社长 三友明雄 直接质问三友事务所的业务能力 表示这个问题要解决不了 田中家族会考虑之后的合作 还要不要继续 三友社长一听 这还了得 他们本来就是家小事务所 最大的两家客户 就是田中家族和刘景家族 而这两家关系默逆 一旦田中家不选择合作 刘景家也绝对会离开 而这两家都走了 三友会计事务所的其他客户 会怎么想 到时候 等待三友会计事务所的 就是末日 想到这里 要不是田中姓雄人在北海道 三友社长 怕是立刻就要登门土下做道歉了 连连保证会完美地解决此事后 三友社长赶忙拨通了羽生秀术的电话 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去处理归田一郎 而是先安抚好羽生秀术 只有羽生秀术消气了 田中姓雄那边才能交代过去 羽生桑 对于这件事 我十分抱歉 三友社长一连串的道歉 向羽生秀术保证 一定会严厉处理归田一郎 并希望能和羽生秀术继续合作 三友社长 道歉我可以接受 至于合作 羽生秀术话没说完 三友社长就大声保证 关于合作 羽生桑有任何要求都可以提出来 我这边一定会全力满足 那好吧 合作方面我希望 羽生秀术同意合作 令三友社长十分高兴 后续提出了一些要求 也算合理 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事情 只不过 在挑选他的负责人上 羽生秀术 却一连拒绝了三友社长 举荐的好几位优秀员工 反而提出了一个 三友社长意想不到的人 由事务所心来的实习生 史田良阳为他服务 羽生桑 这位史田桑只不过是实习生 虽然是经济学部毕业 但念的却是陆尔岛大学 三友社长不放心 史田良阳的能力 尤其是毕业自陆尔岛大学 那种三流学校 三友社长 那位归田桑能力倒是不错 可我需要的不光是能力 好吧 羽生桑 我会立刻安排 羽生秀术的话 三友社长无可反驳 谁让手下员工先干了蠢事 服务行业 别说你有多优秀 只要没有服务好客户的意愿 那就是最大的错误 羽生秀术这边顺利解决 三友社长又赶忙回电田中信雄 说明已经得到羽生秀术的原谅 保证会严厉处理龟田一郎后 田中信雄也表示不会再追究 至此 解除危机的三友社长 总算能腾出手 处理那个让他如此狼狈的蠢货了 三友会计事务所的办公区 在羽生秀术那 攒下一肚子怒火的龟田一郎 回到事务所 把怒气全都撒在了实习生 史田良阳身上 想到对方之前不停插嘴的样子 龟田一郎臭骂一顿都不解气 还直接撤了史田良阳的椅子 让史田良阳就那样站着办公 办公室虽有人心里同情史田良阳 却没人敢站出来帮忙 毕竟龟田一郎 不但是事务所的高级顾问 还是资历深厚的前辈 史田良阳只能逆来顺受 胆胆反抗下场只会更惨 别看你红人喜欢看影视剧里各种下课上 可以就看看而已 又有哪个敢在现实里真这么做 而就在龟田一郎与火未消 还想着该怎么折腾史田良阳的时候 就看见自家社长阴沉着脸走了过来 龟田一郎起立功身 正准备说些功维的话时 却见社长二话不说 直接对着他开骂 巴嘎 你这个乡下来的蠢货 你知道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吗 劈头盖脸的怒骂声 朝龟田一郎袭来 那场面就和刚才他骂使田良阳一模一样 眼见三友社长如此暴怒 办公室里其他员工 幸灾乐祸看热闹的同时 也都仿若安唇般低头不敢动弹 生怕一不小心被殃及吃鱼 三友社长骂得上气不接下气 心中怒火仍难平复 指着龟田一郎诱导 给事务所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接下来就在事务所当文件传发员 就算想离职 也给我干到离职前的最后一秒 否则就等着当被告吧 三友社长说完之后 转身看向站着办公的史田良阳 怒不可遏的社长看向他 站着的史田良阳连低头躲开都做不到 惶恐着等待挨骂 毕竟之前去见与生秀术的人里也有他 可让史田良阳没想到的是 三友社长不但没有骂他 表情反而变得和蔼起来 史田桑之前的表现非常不错 从今天起实习结束 转为正式员工 是 史田良阳本能地回答 实习期结束了 可他才实习了不到两个月啊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 让史田良阳的脑子有些转不过来 可还没等他消化完之前的惊喜 三友社长接下来的话 让他脑子直接当机了 与生秀术桑还要与事务所继续合作 并指明史田桑作为负责人 请尽快与对方联系 务必满足对方的一切要求 说完 三友社长留下与生秀术的联络方式 再恶狠狠地瞪了眼归田一郎 便转身离开了 旁边 归田一郎看着史田良阳的目光 满是不可思议 而其他同僚的目光 则满是羡慕 与生秀术 那可是文化界最火的新人作家 作品畅销 深受嘱咐喜爱 这样的客户谁不想要 即便心中瞧不上与生秀术的归田一郎 还不是照样要赶过去服务 即便与生秀术出现了两次失礼的举动 归田一郎还不是照样忍着 就算羽生秀术最后直接翻脸了 归田一郎也不敢发作 只能回来把气撒在史田良阳身上 三有社长发那么大火 除了田中信雄给的压力 未尝没有归田一郎得罪了羽生秀术的原因 现在 羽生秀术这么一个大饼 却砸在一个由鹿尔岛大学这种三流学校毕业 实习还不满两个月的新人身上 史田桑 快点打电话吧 旁边 一个与史田良阳同期进事务所的女实习生 突然出声提醒还在发愣的史田良阳 之所以提醒 倒不是这位女实习生对史田良阳有好感 完全是为了自己 按照羽生秀术现在的发展势头 如果真的和事务所保持合作 后续服务单靠史田良阳是不够的 肯定会建立专门的服务团队 史田良阳作为羽生秀术的负责人 对选谁进团队有很大的话语权 此时提醒要是能拉近关系 到时候进团队对方就是助力 有史田良阳的例子摆在这 实习转正都是小事 只要能接近羽生秀术 未尝没有娶史田良阳而代之的机会 泛起同样心思的 当然不止这位女实习生艺人 想到名人客户带来的好处 很快就有人不顾归田一郎愤怒的眼神 帮史田良阳把椅子都端回来了 雪中送炭者少 锦上添花者多 年轻的史田良阳在短短半天时间里 便感受到了什么是败高踩低的真实世界 羽生秀术接到史田良阳的电话 已经是午饭过后了 羽生秀术当然知道 要论能力 实习生史田良阳和那个归田一郎差得远 但对于他这样掌握未来大势的穿越者来说 其他方面还罢了 可在选择理财投资的服务者时 最不想要的就过于主动的优秀能力 毕竟有时候看似很好的机会 背后其实藏着巨大风险 他是穿越者自然知晓 可对方不知道 仗着经验和能力一通操作 爆雷时他哭都没眼泪 史田良阳这种主观能动性不太强 老师本分的工具人无疑最符合他的要求 在电话里 他说出了成立事务所以及投资房产的想法 要求史田良阳根据他的要求做出一份方案 然后再详细讨论 交代完后 羽生秀术见时间还早 便决定去培训室转转 抵达培训室 一进广桥钳子的办公室 羽生秀术发现里面还挺热闹的 除了广桥钳子和吉刚祥太两位老朋友 还有位酷似毛利小五郎的男士 正是之前合作的广告监督伊藤信件 三人正在讨论什么 你一言我一语 似乎和拍摄有关 大家好 这么长时间不见 有没有想我呀 打完招呼 羽生秀术本以为许久不见 他会得到热烈的欢迎 谁想三人先是转头看向他 然后眼中都冒出兴奋的光芒 那种久汉逢甘霖的感觉 看得他有些头皮发麻 转身就想逃走 可谁想他脚下还没动 吉刚祥太三两步便冲了上来 一把就把他给抓住了 这家伙平时看着腿挺短 没想到爆发力这么猛 当初没去学短跑 真是可惜了 心里吐槽的同时 羽生秀术尽管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很怂喊的 我错了 他这态度 以后谈女朋友 肯定能长长久久 哪里错了 哪怕已经是28岁的孩子妈 广桥前子女人该有的反应 还是有啊 咦 羽生秀术心想 你们差不多得了 不爽地瞪了过去 然后就发现广桥前子 一脸好笑地看着他 羽生秀术竟然还能想起回来 真是难得啊 还不是为了宣传 忙了这么久 刚结束宣传 就来看望大家了 那我要感谢羽生老师了 吉刚祥太事反讽到来 那倒不必 就是最近忙得腰疼 就劳烦吉刚祥帮我捶 一边说 还一边瞅着吉刚祥太 不过他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吉刚祥太拳头 都举起来了 好啊 那就让我好好帮秀术桑捶呗 哎呀 救命啊 羽生秀术故作害怕地惊呼着 转身就跑到了广乔钳子身后 见羽生秀术与吉刚祥太人 如往常那样斗嘴 广乔钳子笑容更浓了 羽生秀术回归 他想 吉刚祥太和他都有相同的顾虑 那就是 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羽生秀术 拥有了财富和名望之后 还是以前的羽生秀术吗 还会和他们这些普通朋友 像以往那样相处吗 现在 一切顾虑都没有了 你们俩个给我停下 一腾桑还等着呢 眼看两人打闹不停 广乔钳子 只得出声阻止 没关系 这点时间我还是有的 一腾信介在旁边看热闹 很开心 停 一边伸手指住气喘吁吁的吉刚祥太 羽生秀术转头问 刚才进来 你们干嘛用那种眼神看我 当然是因为 羽生桑太优秀了 广乔钳子的话 让羽生秀术一头雾水 什么叫因为我太优秀 还记得之前帮一腾桑拍摄的饮料广告吗 广乔钳子问 当然记得 听吉刚桑说 好像是失败了 销量很惨淡呢 嗨嗨 一腾信介表示有些尴尬 只能用咳嗽声提示羽生秀术 他这位广告监督还在呢 没关系 失败是成功之母 有那么多混蛋在指手画脚 责任不能怪到一腾桑身上 羽生秀术出言安慰 至于安慰效果 等同于无救世了 不过为什么突然提起之前的广告呢 羽生秀术依旧没搞懂 那款饮料虽然销量差 但主要是口感原因 广告本身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尤其是羽生桑设计的舞蹈 备受好评呢 广桥钳子解释 是啊 在那种被左右撤肘的情况下 羽生桑都能做出优秀的舞蹈设计 真是太有才华了 一腾信介跟着夸奖 那和你们看我的眼神有什么关系 羽生秀术仍搞不懂 因为一腾桑又接到新的广告监督工作了 考虑到之前广告中舞蹈很受欢迎 便还想要使用舞蹈作为广告主题 解释到这 广桥钳子看向羽生秀术 正好这时候 羽生桑回来了 所以想让我继续帮忙做指导 羽生秀术总算明白了 没错 我相信羽生桑一定能出色的完成的 这回说话的是 一腾信介 很显然 也是个对羽生秀术盲目信任的家伙 丘豆麻袋 羽生秀术一面喊一面摇头 我不会再参与广告拍摄了 羽生秀术连具体情况问都不问 便直接拒绝 那种糟糕的体验一次就足够了 羽生秀术为什么拒绝 现场三人都清楚 但三人能让羽生秀术帮忙 自然早有准备 一腾信介开口解释 羽生桑 这次拍摄 我准备以承包的方式 与博报堂合作 我根据要求出预算 他们只负责给钱 拍摄由我全权掌控 我还是没兴趣 即便听到不会有麻烦事 羽生秀术还是拒绝了 此时不比往日 现在的他 是深受主妇喜爱的知名绘本作家 三四天超一部绘本给小学馆 都是首印五万本起步 七八百万日元的版税 已经看不上拍广告那点酬劳了 留在培训室已经算是极限 实在不想为了一点钱 又忙碌上好几天 毕竟才刚刚闲下来 后面还有一堆事等着干呢 可这时 广桥钱子站了出来 羽生桑 我们成立一家影视制作会社吧 蛤 羽生秀术脑子有些赚不过来了 不是在说拍广告的事情吗 怎么突然要成立会社 用新成立的会社 去与博报堂合作 广桥钱子解释 钱子桑这是想要创业了吗 羽生秀术意识到什么 说是创业有些夸张 算是一种 不想被羽生桑抛下的尝试吧 广桥钱子目光坚定 看着这个眼神 羽生秀术才想起来 眼前这个干练女人的志向 可不是窝在小小的培训室里 那是个成为女企业家的志向 钱子桑 请让我考虑考虑吧 这是羽生秀术 当场给出的回答 即便广桥钱子 答应了准备成立的这家会社 将会以她为主头 但她也还是在犹豫 她本身就是个怕麻烦的人 不喜欢揽一堆事情 但是只想赚点花不完的钱 自己悠闲快活就行了 因此她十分清楚 有些事情不做还罢了 一旦开始 那可就没有回头路 这个会社看似成立后 只是拍个广告 可总不能拍完就散伙 想要经营下去 肯定是要继续开展新项目的 唉 想想都很麻烦啊 回到公寓 她考虑了一晚上 也没能做决定 这时正好接到史田良阳的电话 说是方案做好了 便决定先看方案 广桥钱子的事情再考虑 这次见面的地方 仍是之前那家茶社 宇生秀术到的时候 发现史田良阳比她还早 让宇生秀术意外的是 对方竟然带了个跟班 还是个相貌颇为可爱的女孩子 看年纪 也应该是刚从学校毕业的 刚见面 史田良阳就冲着宇生秀术 一个90度身鞠躬 非常感谢宇生老师 对我的提拔帮助 史田良阳虽然老实 但却不傻 知道她能被三友社长看中 完全是宇生秀术的原因 旁边女孩子 见史田良阳都鞠躬了 也只能跟着鞠躬 宇生秀术没有假惺惺的客气 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感谢后 白白手道 这只是暂时的决定 史田良阳能否一直为我服务 还要看以后的表现 史田良阳又是一个身鞠躬 宇生老师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好了 还是开始谈正事吧 宇生秀术也不想让这家伙 一直鞠躬下去 否则事情都没法谈了 这是我准备的计划方案 请宇生老师过目 随着史田良阳的话 旁边女孩子 赶忙从文件带里取出一份文件 递给宇生秀术 竟然已经有女助理了吗 看到这场景 宇生秀术忍不住调侃一句 谁知他这话一出口 对面史田良阳 又是起身一个身鞠躬 非常抱歉 忘记给宇生老师介绍了 这位是我们事务所的职员 小山逢乃 小山桑 你好 宇生秀术已经懒得理会 这个动不动就身鞠躬的家伙了 转而向可爱的女孩子打招呼 小山逢乃露出个甜甜的笑容回应 宇生老师初次见面 日后还请多多关照 这位小山逢乃 正是之前那个提醒史田良阳的实习生 他没想到 那句提醒得到的回报会那么快 三友社长觉得 让史田良阳一个人去见宇生秀术 会显得三友会计事务所没有实力 所以便要给史田良阳配个助理 而史田良阳便选择了提醒他的小山逢乃 此时小山逢乃见到宇生秀术 原先想要取而代之的想法更强烈了 不单单是因为事业上的关系 还因为宇生秀术过分俊美的外表 没有哪个女孩子见了能不动心的 短短一句话的功夫 小山逢乃把他和宇生秀术的孩子名都想好了 宇生秀术当然不知道小山逢乃的心思 只是细心翻看着计划方案 观看时 他不时皱起的眉头 让史田良阳十分紧张 史田良阳明白他不够聪明 从小学习成绩就很一般 比起那些轻松学习 就能考上一流大学的天才 即便他很努力 很努力了 却只能考上洛尔岛大学 从出生的一刻 他注定就是 知卑微的虫子 但即便是最卑微的虫子 也有着成为美丽蝴蝶的梦想 他想要摆脱偏远贫苦家乡的束缚 他想要让家里人也过上好日子 他想要未来的孩子不再如他 因此 他选择来到东京 拼尽全力 在这个浮华的城市里挣扎努力着 渴望那渺茫的成功机会 昨天 宇生秀术给了他这个机会 因此 他非常感激宇生秀术 也知晓 必须要抓住宇生秀术 给予他的机会 一旦失败 平庸的他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从接到宇生秀术的要求开始 一直到现在 他都没有休息 哪怕一秒钟 用尽脑中全部的知识 做出了这份计划方案 可看到宇生秀术皱起的眉头 他的心顿时要沉下去了 觉得宇生秀术 肯定是不满意他的方案 是啊 他那平庸的能力 又能做出什么好方案呢 想到这 史田良阳本能地就起身再次伸鞠躬 对不起 我的方案让宇生老是失望了 啊 宇生秀术完全不知道 他轻轻皱眉 就让眼前这个年轻人 脑补出一堆信息 只是奇怪 这个家伙怎么又鞠躬了 请坐 先让这家伙坐下 否则就这么个姿势 说话都没法说 看着史田良阳 紧张到冒汉的神态 宇生秀术心想 这还真是个菜鸟啊 对方这动不动就鞠躬的做派 他看着都累 放下方案 他说出了自己的观后感 方案虽然有些地方不算满意 但没有到失望的地步 是一份很为客户考虑的稳妥方案 听到宇生秀术最后一句赞许 史田良阳的紧张 总算舒缓了一些 但还是赶忙表态 宇生老师 请问哪些地方不满意 我会尽力修改的 有关事务所的内容很详细 照史田桑所说 事务所成立后 我日后作品的缴税比例 能控制到25%到30%之间 宇生秀术问 史田良阳还以为宇生秀术 对这个比例不满意 赶忙解释 正常的话 是能控制在25%的 如果宇生桑觉得太高 操作激进些 可以压低到25%以下 但会有一定的风险 不必了 现在这样就很好 没必要为了一点利益 就冒着坐班房的风险 后世那么多税务爆雷的名人 可都是前车之鉴 他是喜欢钱不假 却不想被贪欲所控制 宇生秀术继续讲 房产投资这方面 是不是有些保守了 我希望看的是 史田桑根据我的收入情况 最大程度上的利用杠杆 听完宇生秀术的话 史田良阳语气诚恳地提醒 宇生老师说的 这种投资方法当然能行 可却有很高的违约风险 一旦地价房价稍有波动 史田良阳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宇生秀术白手打断 不用管风险问题 史田桑只需按我说的执行 比如找一家放款条件宽松的银行 宇生老师 我知道有家银行很适合 我有位同学就在里面工作 这时 旁边的小山逢乃突然插话 这种事直接告诉史田桑就好 我只关心结果 宇生秀术看着小山逢乃眼中 那急不可耐的野心 以及对小山逢乃毫无戒心的史田良阳 顿时升起看热闹的心思 如果要这么大规模的投资地产 我建议宇生老师 再成立一家房产投资会社 由会社操作不但贷款方便 也能减少缴税 宇生秀术点头同意 可以 需要我配合提前说 不过在投资之前 我现在想要换个住的地方 这个你们能帮我解决吗 我接下来就联系房产中介方面 不知道宇生老师 有什么具体要求 史田良阳问 最好是一户建 治安环境要好 位置幽静一些 停车也要方便 其他就没有什么要求了 宇生秀术说着 那边史田良阳 赶忙用笔记本全都记下 哦 对了 还有件事想咨询下 宇生秀术 想起广桥钳子的提议 把城里影视制作会社的事情 说了出来 想问问专业人士有什么建议 如果要成立这种会社 我建议宇生老师 城里投资会社间接持股 税务方面不但有优势 也能避免一些麻烦 对于史田良阳的话 宇生秀术有些失望 他想要的不是操作方法 而是建议 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 他选这么个人 不就图的是这个性格吗 能力什么的 本来就没抱有期待 不过这时 旁边的小山峰 乃却开口了 宇生老师 我觉得您说的事情可行 为什么 宇生秀术想听原因 因为宇生老师是一位作家 后续作品 一旦有动画画 或者影视画的想法 名下如果有制作公司 就算不独立制作 介入制作委员会 也会方便很多 当然 这只是我的建议 小山峰乃 说出他的想法 宇生秀术听完 觉得貌似有些道理 他以后的作品 有没有可能动画画 或者影视画 当然有可能 真以为他画一辈子绘本啊 有些很重要的项目 交给别人 肯定不如自己做放心 看来是要好好 和广桥前子谈谈了 想到这 宇生秀术 又忍不住看了眼小山峰乃 心想这姑娘 和史田良阳还蛮搭配 一个老实谨慎 一个聪慧灵活 既然和史田良阳谈好了后续计划 那与三友会计事务所合作 就没有问题了 离开查社 他与史田良阳 一起前往三友会计事务所 见到了之前电话联系的三友社长 然后在愉快的气氛中 签署了一系列的委托合作协议 接下来 三友会计事务所 就会按照他的要求 开始全力为他服务了 而得到小山峰乃的建议后 宇生秀术返回培训室 在与广桥前子三人 进行了一番商讨后 决定合作成立一家影视制作会社 不过到了注册会社信息的时候 几个人又犯了难 不知道该给会设起什么名字 说了好几个都觉得不合适 这时 广桥前子突然问宇生秀术 宇生桑那边的企业都注册好了 宇生秀术这几天在搞自己的工作室 还有投资会社什么的 广桥前子几人都知道 搞完了 有三友会计事务所帮忙 史田良阳跑前跑后 宇生秀术的事情办得很快 宇生桑那边的叫什么名字 广桥前子问 要问是哪家 全说出来听听 宇生秀术也没隐瞒 大大方方地说了出来 用来和小学馆对接的事务所 叫云上文化 其他的则是以我的姓氏命名 叫宇生投资和宇生地产 宇生秀术接受了史田良阳的建议 准备用宇生投资来控股宇生地产 以及要和广桥前子 三人合作的影视制作会社 至于要掌握他所有作品版权的云上文化 则是独立属于他个人 他很清楚那些版权的价值 还是不要和其他投资 云上文化听起来很不错 广桥前子表示 白云之上苍穹以外 有种莫名的神秘感 伊藤信介附和 觉得好听就用了 倒是没有两位想的那么多 宇生秀术没在意两人的夸奖 宇生俊要是不介意的话 不如我们的会社就叫云上印话如何 广桥前子说 我就说怎么突然关系我的事情 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不过我们四个人合伙 用我事务所的名字有些不太好吧 宇生秀术说出顾虑 我就是个小股东 我没意见 吉刚祥太先发表看法 我觉得这名字很好 伊藤信介举手同意 我无所谓 你们喜欢用就拿去 宇生秀术贪贪手 那好 就用这个名字 广桥前子拍板决定 接下来 宇生秀术又找来工具人史田良阳 帮忙跑完手续 云上印话诸事会社正式成立 新成立的云上印话 麻雀虽小 却五脏俱全 人不多 但每个人都称得上是精英 先说伊藤信介 这儿八经的名门出身 伊藤信介的老师 师从大导演野村方太郎 与山田杨次 森齐东 小林郑广等大导演 实出同门 如果大家不知道 野村方太郎是何人 那这位的老师 想必一定听说过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黑泽民 若是没有这层关系 怎么可能时不时就拿到项目 在云上印话 伊藤信介持股10% 负责具体制作工作 再说广桥钳子 东大毕业的女强人 能力深得她们认可 还在艺能界 有很深的人脉关系 虽然广桥钳子 一直没说过具体情况 但似乎和周房玉雄的燃烧戏有关 云上印话成立后 广桥钳子被推举担任社长职务 负责管理运营 持股比例与伊藤信介相同 还有吉刚祥泰 早年私混地下音乐圈 后来又辗转艺能界多家企业 不但熟悉圈内规则 交际能力远不是 与生秀术这种偏科选手 能够比拟的 她在云上印话 负责外联工作 持股比例最少 只有5% 至于与生秀术 挂臂穿越者一枚 就算合作者不是精英 她也能照样带飞 云上印话 她是大股东 持股75% 其他三人愿意她拥有这么多股份 光是能力显然不可能 毕竟她总不能公开穿越者的身份 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 她是云上印话的大金主 真金白银的投了1000万日元 作为云上印话的启动资金 否则没器材没员工的云上印话 就靠他们四个人能干什么 不过会设是成立了 可除了伊藤信件 甭管挂着什么头衔 看起来有多牛逼 该在培训室打工的 还是要打工 与生秀术是兴趣使然 另外两人则是要养家糊口的 广桥前子 当初为了顺利离婚带走孩子 放弃了丈夫的抚养费 现在和母亲住在一起 上有老下有小 一天没钱都不行 吉刚祥太更不用说了 靖刚人来东京打拼 一家子都跟了过来 不但要租房子 还要养妻子和两个儿子 有时从培训室下班后 还要去夜场做乐手赚钱 朋友们生活不易 也让与生秀术 莫名多了些 想要把云上印话发展好的动力 因此 伊藤信件带来的那个广告项目 就要抓紧开始了 云上印话几位高层的首次工作会议 因为暂时没确定办公地点 还是借用培训室的会议间召开 不过地点什么的 其实不重要 才重要 伊藤桑不是什么广告 都适合用舞蹈做主题的 会议开始 当与生秀术听到伊藤信件说 要拍摄的产品是雪糕后 顿时感觉头大无比 眼前这几个 真以为他是多拉A梦啊 无所不能是不是 你一个雪糕的广告 什么创作思路都没有 张口就要用舞蹈来做拍摄主题 这不是在为难我胖虎 那与生桑说该怎么拍 与生桑可是大股东 伊藤信件开玩笑道 我就知道 成立会社后会很麻烦 拜托 伊藤桑才是监督 不是我 与生秀术预感到 悠闲惬意的生活 离他越来越远了 哈哈 能者多劳吗 这是森永乳液提供的 新产品介绍书 与生桑请看 伊藤信件拿出份文件 封面是品牌 方森永乳液的名字 与生秀术接过一看 发现文件详细地 列出了新品雪糕的照片 配料 口感的介绍 主打元素 是层次分明的复合口感 层次分明 层次分明 与生秀术嘴里嘟囔着 记忆里仿佛想起了什么 但就是抓不住 突然 他脑中灵光一闪 记忆瞬间被激活 想起在小破站 看到的一个广告歌曲 千层雪糕 千层套路 就是这个 与生秀术突然大声 把身边三人吓了一跳 与生桑 是想到什么创意了吗 伊藤信介赶忙问 有点想法 与生秀术回答 说出来听听 广桥钳子也很好奇 在他眼中 一向才华横溢的 与生秀术 到底想出什么了 吉刚桑 我记得华纳给培训师 刚买了一台 KORG生产的 JUPITER8电子音乐合成器 放在哪里了 与生秀术问吉刚祥太 在音乐教室 吉刚祥太搞不懂 与生秀术问那个干什么 带我去看一下 与生秀术一脸兴奋 这台鼎鼎大名的老古董 上辈子只听过没见过 吉刚祥太带着 与生秀术前往音乐教室 广桥钳子和伊藤信介 尽管不知道与生秀术要做什么 但肯定是和广告创意有关 便跟了上去 与生秀术到了音乐教室后 直奔放在角落的合成器而去 也不管其他三人 直接开始研究摆弄起来 在他研究清楚 这个老古董该怎么用后 其他三人就开始听到 合成器连接的音响 开始不断出现声音 顺便看着与生秀术一边捣鼓 一边找来纸张写写改改 似乎在创作什么 没错 与生秀术就是在创作 抄写 一首歌 一首后世很有意思的 霓虹雪糕广告歌曲 千层套路 后世这首千层套路 是霓虹雪印乳液旗下一款 千层布丁雪糕的广告曲 主要讲述 一位霓虹女孩子 在联谊会上 如何使用各种小心机 小套路撩汉 一经推出 就成为爆款神曲 在短视频平台上 被争相模仿翻拍 现成的成功广告案例 他不拿来用 岂不是浪费 不过这条广告最重要的 就在千层套路 这首歌上 先要写出来 才能给三人解释 不过这个歌曲 因为是后世创作 还有一些和如今时代 不符合的互联网内容 还需要他修改一下 既然确定目标 那他的创作速度 就非常快了 反正是赵猫画虎 不过短时间 肯定做不出那种成品效果 先试听一下是够用了 大约四十分钟之后 雨生秀术停下动作 好了 完成了 是一首歌吗 听起来还不错 伊藤信借问 三人都凑了上来 其实到了最后 雨生秀术弹出来的音乐 已经很连贯了 他们都猜出来 雨生秀术是在创作歌曲 没错 是我想到的广告歌曲 你们先听一听 雨生秀术操作合成器 播放制作好的配音 然后他拿起纸奔着哼唱 千层套路 千层套路 在朋友圈中搜索目标预习 总是要滴水不漏 选择同伴绝对不犹豫 风格重复 绝对要不得摇摆坠实 镂空蕾丝 衬托锁骨白色衣服 主动出击的夜晚 记着三处 要露出脖梗手腕脚腕 这个丝袜 穿的是三十滴这个妹子 穿的是六零滴零滴的话 就是光腿咯 可是光腿哦 这女孩是个假笑惯犯 崇拜眼神天赋 初二就以点满那脸上臂 淑女单杯伸出酒杯 要画弧线 微左倾八度 是魔法的角度 可爱程度 比平常爆表 百分之二十菜单 打开递给对方 稍微露出软骨青筋 故意隔开一米空荡马赫秒速 迅速贴近 能取得三倍效果的女神手册 ABCDA 真有见识啊B 这个我不知道IC 不得了啊D 好有品味啊E 原来是这样啊 与生秀术一边唱 一边还配合着 做出女孩子的表情动作 看着身边 三人一愣一愣 也明白 与生秀术这首歌 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了 刚开始听这首歌 会发现是一个有手段 有心机的女孩 在联谊时用所谓的千层套路 在撩汗 歌曲最后 歌词陡然升华 唱出了这个女孩 不为人知的一面 内心强大 却又寂寞 想用小小的勇气 做出改变 去抓紧属于她的幸福 要说这首歌非常优秀 显然谈不上 但俏皮的歌词 中间夹杂的念白 却让这首歌十分有趣 如果播出 一定会造成不小的热度 要是用这首歌为主题 拍摄广告 最后引出多层口味的雪糕产品 伊藤信介一脸不可置信的拉住宇生秀术 太厉害了 不到一个小时 就完成了如此适合的广告歌曲 宇生桑真是天才 完全和现在流行的音乐风格不同 还有那种念白是说唱嘛 再加上电子乐的元素 有种很高级的感觉 宇生桑两年前要是这种水平 怎么可能不红 吉刚翔太夸奖音乐的同时 显然又想起了失败的经纪人经历 广桥钱子倒是对音乐不感兴趣 他只关心一件事 拉住还在夸奖的伊藤信介问 用来做广告主题去怎么样 怎么样 非常好 听到宇生桑的歌 拍摄画面已经都出现在我脑海里了 伊藤信介相当激动 仿佛看到了广告播出后的成功 好了 既然伊藤桑觉得可以 那赶紧制定拍摄企划 交由博报堂进行审核吧 宇生秀术说完 把记录着歌曲的纸赛进伊藤信介手中 起身就要离开 啊 宇生桑要去做什么 伊藤信介问 工作完成 当然是要下班了 结束小学馆的宣传行程 就想休息一阵子 结果被你们拉着城里云上硬化 前后都快忙了一个礼拜了 也该放松放松了 需要一起吃了饭再走吗 吉刚祥太问 不必了 信雄桑从北海道旅行归来 邀请我去他家喝茶 宇生秀术摆摆手 转身离开 听闻我不在的这几天 宇生君已经开始创业了 田中信雄家的客厅里 宇生秀术 田中信雄 刘景正三人坐在茶桌旁 田中信雄饮下刘景正泡的茶 很感兴趣地询问 什么创业比起信雄桑家里的制衣厂 就是小打小闹罢了 宇生秀术也端起茶饮了一口 未来你红手富泡的茶 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到的 味道果然别有不同呢 小打小闹 钱子桑我可是知道的 很有能力的女人 如果不是想做出些成绩 肯定不会创业的 田中信雄显然很认可广桥钱子的能力 我们的云上硬化 才接了一个广告项目 来之前刚确定广告主题 谈成绩太早了 宇生秀术无奈道 想要项目找刘景君啊 小军商是每年都固定 有两季服装广告要拍摄的 田中信雄 这算是帮着宇生秀术拉项目 旁边专心查到的刘景正文言 微微一笑 宇生桑如果有兴趣 可以来谈一谈 反正交给谁都一样 不过 说到这 刘景正语气一变 小军商市的广告合作方式电通 宇生俊也需要和电通那边做好沟通 宇生秀术听出刘景正的意思 云上硬化 现在合作的广告公司是博报堂 没问题 我们和博报堂只是普通的合作关系 不会影响道街电通的项目 成立云上硬化之初 宇生秀术就告诉三个合作伙伴 他们虽然和博报堂合作了两次 但绝对不能和博报堂捆绑太深 毕竟在霓虹这地界 电通才是老大 想要做大 绝对绕不过去 哎 之前和钱子桑他们就谈工作 来了信雄桑这里 还是谈工作 咱们能不能聊点别的 宇生秀术抱怨道 要不去夜店吧 宇生桑 那家Alif夜店怎么样 有没有被美女搭讪 田中信雄一脸色兮兮的表情 我说信雄桑 这次旅行不是带着女孩子吗 怎么还是这副样子 我以为回来就要成家了呢 哎 别提了 那个女儿太无趣了 实在不适合我 所以留下她陪母亲继续旅行 我提前跑回来了 田中信雄一脸没意思地说 宇生秀术心想 这家伙也不怕那女孩子走婆婆路线 直接把婚事给定下来 算了 毕竟事关别人的终身大事 宇生秀术 一向不喜欢参与朋友的感情问题 哎 不说我的事情了 说说在Alif有没有收获 田中信雄又把话题转回来了 实不相瞒 自从信雄桑把卡送给我 由于实在太忙 到现在还没有去过呢 宇生秀术贪手道 什么 还没去过 真是太浪费了 宇生君知道 那卡有多难拿到吗 说着 田中信雄一拍桌子 既然这样 那不如我们今天就一起去吧 看谁最受女孩子欢迎 田中信雄此言一出 便发现身边两位朋友 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信雄桑确定 宇生秀术问 我觉得和宇生桑一起去 这种比赛就没必要了吧 刘锦正跟着道 哎 宇生君确实受女孩子喜欢呢 不过 我相信也会有女孩子看到我的内涵呢 田中信雄仍不死心 一挥手 走 出发 三人说走就走 由刘锦正的司机开车 送三人直奔六本木耳去 这家A-LIF 不愧是田中信雄强烈推荐的夜店 抵达时不过 才晚上九点 三人下车就看到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没有一个小时 绝对进不去 好在他们有免排队的VIP卡 在排队顾客羡慕的眼神中 宇生秀术和田中信雄掏出卡 将刘锦正带了进去 踏进门的瞬间 他们就被动感的音乐声给淹没了 想要交流 都必须大喊 三人在服务生的带领下 坐到了二层的座位上 刚落座点了酒 便由女孩靠了过来 冲着宇生秀术问 帅哥 能一起下去跳个舞吗 宇生秀术瞅了眼说话的女孩 看打扮 应该是个下班后过来放松的女白领 身材可以 就是颜值达不到让她动心的标准 所以便礼貌地拒绝了 哎 这位身材不错呀 女孩走后 田中信雄可惜道 信雄桑 感兴趣可以上啊 宇生秀术弩了奴嘴 既然宇生俊不要 那我就去试试 田中信雄果断追上离开的女孩 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那女孩竟然笑着和田中信雄下 舞池去了 信雄桑不愧是老手啊 刘景桑不找个女孩子跳舞吗 宇生秀术问刘景正 他记得 未来首富似乎已经结婚了 孩子都有了 不过霓虹对男人这方面要求一向不高 像刘景正这种家族企业的继承人 不在外面养几个情人 那就算是好丈夫了 暂时还没有感兴趣的 宇生桑要是找到目标就行动 不必在意我 刘景正说 不过刚听刘景正说完 宇生秀术正想回答 突然看到吧台位置有个熟悉的身影 立刻道 刘景桑 那我就先行动了 宇生秀术下了楼 直奔把台而去 走到跟前这点时间 就看到有两拨男人找他的目标搭讪了 真不愧是昭和有名的美人 松板庆子这几天心情特别不好 原因出在他拍摄的电影《青春之门》上 这部改编自知名作家 五目宽同名原著的电影 由东映筹拍 民间都藏员为善指导 一开始就是业内关注的项目 他扮演的女主一吹的角色 更是有很多业内女演员想要得到 而东映为了能从松竹映画 接到他出演 电影制作人日下部五郎 数次前往松竹映画 不惜下跪恳求 直到东映和松竹的两家社长 亲自碰面商讨 最终才同意放他出演 可就是这么不容易才拿到的角色 甚至不惜在电影里 首次出演大尺度的床戏 可电影上映后 却没有换来想要的成绩 不但票房不佳 口碑平庸 他出演的角色一吹 更是被影评人拿出来 与东宝1975版本的 青春之门中一吹的扮演者 吉永小百合进行对比 结果 自然都认为 吉永小百合演绎得更好 否则 他也不会不开心 加上电影主题曲的销量不佳 松板亲子 心情怎么可能好得起来 圈外一位女性朋友 为了帮他缓解情绪 就相约来最近很火爆的夜店放松 结果他到了 朋友却有事不能来了 松板亲子本打算喝一杯就走 谁想酒还没喝完 就有好几拨男人上来搭讪 心情不好的他 自然没点好脸色 全都给打发走了 谁想这才刚赶走一波 还没等缓过静 旁边又有人坐下了 本以为又是来搭讪他的 结果松板亲子等了一会 却发现对方根本没找他说话 好奇地看了眼 发现一张俊美的脸正 微笑看着他 正是一周前 在朝日电视台见到的雨生秀术 真巧啊 松板桑 看来今天心情很不好呢 雨生秀术见松板亲子发现他了 便主动打了招呼 雨生老师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 松板亲子很意外 在这种地方就别叫老师了 会让人觉得我是个老古董的 雨生秀术开玩笑 好吧 雨生桑怎么知道我心情不好 看着雨生秀术俊美的脸庞 松板亲子感觉心情都好了不少 刚和朋友坐到楼上 就看到松板桑 让好几位男士失望地离开了 雨生秀术说 也许只是不想理那些人呢 一个人喝闷酒 还不想别人陪 总不会是心情很好吧 雨生桑就这么肯定 松板亲子可不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不会被雨生秀术随便说几句就承认 即便她觉得雨生秀术很有魅力 作家的直觉 雨生秀术指了指脑袋 拿出百事百灵的借口 好吧 我承认心情不好了 作家桑 准备怎么安慰我呢 松板亲子故意摆出个心情不好的表情 我觉得 松板桑是不需要安慰的 嗯 因为看起来就是坚强的女孩子 哈哈 松板亲子露出今晚上的第一个笑容 然后又故意鼓起嘴 雨生桑 不管多么坚强的女孩子 不开心的时候 都希望得到安慰的 只愿意在东京的美宇中忧伤 永远也看不到夏威夷的阳光 雨生秀术故作深沉地说 雨生桑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心吗 松板亲子似乎被雨生秀术的话触动了 雨生秀术看了看周围 松板桑 我觉得在把台聊天有些不适合 这家店太火爆了 我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位置了 我有办法 雨生秀术冲松板亲子 露出个你稍等的表情 然后找到服务生 亮出V卡再给些小费 就得到了一个位置相对僻静的座位 正当雨生秀术带着松板亲子 前往卡座的时候 跳完一场的田中信雄 带着舞伴正好返回 发现只剩下刘景正一人 怎么就剩刘景君一个人了 雨生君呢 在那 刘景正指了纸楼下 田中信雄朝下一看 正好看到了雨生秀术和松板亲子 顿时双目圆瞪 我没看错吧 是那位松板桑 田中君没看错 雨生桑果然厉害啊 刘景正忍不住感叹 他俩好像年纪差得有点多吧 田中信雄一脸怪异 没记错松板亲子 是昭和27年生人 而雨生秀术马上19岁 勉强把月份算上 两人也差了9岁 年龄 田中君该不会以为 他们来这里是寻找真爱的吧 刘景正 一副你是白痴的表情 我猜松板桑之所以不开心 是因为最近的电影青春之门吧 那些影评家 真是很讨厌 嗯 雨生桑怎么知道 松板亲子有些惊讶 雨生秀术怎么知道 他当然是猜的 女演员能为什么不开心 除了感情就是事业 记忆里对方要等明年 才会和大导演 身作新二发声望年恋 剩下的 就只能是事业了 最近上映的 就只有那部青春之门 后世他可是 看过这部电影的评论的 因为我很关注松板桑啊 上次见面不是说过 松板桑的电影我都会看吗 雨生秀术这谎话 说得毫无压力 脸部红心不跳 听到雨生秀术这话 松板亲子不由地想起 一周前的见面 对方拿出磁带时 他的惊喜 以及用那种眼神看他时 他心中忍不住的悸动 回忆起当时的感觉 在看眼前男人认真俊美的脸庞 感受着对方斯文冷遇的气质 即便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松板亲子 都忍不住有些怦然心动 喝下一口酒 松板亲子努力平复心情 又忍不住问雨生秀术 那雨生桑觉得 那些影评家说得对吗 看着雨生秀术 他害怕眼前男人说出 和影评家一样的话 又希望对方能说出不一样的 亲子桑的一吹在我心里是最好的 坚强 自信 就和现实中的亲子桑一样 雨生秀术压低了声音 似乎是为了能让松板亲子听清 故意凑到对方耳边 连称呼都在不经意间便亲密了 听着雨生秀术那充满质感的声音 感受着雨生秀术的呼吸打在他耳朵上 松板亲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酒精 他的脸色慢慢红了起来 可那些影评人都说 吉永桑的一吹更好呢 本应是性格大气的松板亲子 没注意到他语气中 已经出现了撒娇的感觉 看着雨生秀术的眼神都朦胧起来 只是那些人的既定印象而已 时间会证明松板桑的表演的 雨生秀术感觉他自己都相信了 庆子桑 有时候不需要太过在意 那些不看好的声音 因为还有许多喜欢庆子桑的人 雨生秀术柔声道 真的有吗 松板亲子语气迷离 亲子桑面前就有一位 雨生秀术故作柔情道 亲子桑要自信 雨生秀术还想说什么 却见松板亲子 把那张艳丽的容颜凑了过来 然后轻轻闭上眼睛 别说话 吻我 气氛都到这里 雨生秀术还能怎么做 头一低便吻了上去 清晨 阳光透过雨生秀术公寓的窗户 照在纠缠着两个人的踏踏米上 周围除了四处散落的衣服外 还有激战一夜后的遗留物 似乎是被阳光刺中了眼睛 全身不着片履的松板亲子 从雨生秀术的怀中醒来 看着人还闭着眼睛的雨生秀术 想起昨夜的冲动 即便成熟如他 也仍生起一丝羞涩 眼前的男人比他小了九岁还多呢 却感觉那么成熟 真是个令人着迷的小男人呢 松板亲子忍不住低语 可谁想他话刚出口 就看见雨生秀术睁开了眼睛 玩味地看着他 小男人 庆子桑昨晚可不是这样说的 雨生秀术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松板亲子用手把嘴堵上了 看着对方休脑的表情 雨生秀术双臂用力 在对方惊呼声中 翻身将其压到身下 庆子桑 早晨天气这么好 一起运动如何 很快 公寓里便响起了隐你的声音 都怪秀术君 节目录制 差点就迟到了 雨生秀术坐在电话前 听着话筒另一边松板庆子抱怨 此时已经是当天傍晚 两人折腾到中午之后 松板庆子才想起来 下午还有节目要录制 匆匆忙忙地从公寓离开了 下午节目录完 松板庆子便急不可耐地 给雨生秀术打来了电话 庆子桑不是也没拒绝吗 反正都怪秀术君 女人直接使用不讲理的特权 雨生秀术只能道歉 好吧 都怪我 庆子桑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呢 我马上要去富士台录节目 可能九点钟以后才能录完呢 松板庆子 雨期待着一丝丝期待 仿佛希望雨生秀术会不顾时间来找她 是吗 那真是太遗憾了 雨生秀术故意用惋惜的雨期道 果然 她这话一出口 对面松板庆子 雨期明显有些失望起来 随便说了几句就结束了通话 可雨生秀术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欲擒故纵懂不懂 真以为她这么轻易就放弃了 正是十岁之位的时候呢 对方还是松板庆子这种大美女 她能忍得了 挂了电话 她就直奔田中信雄家而去 见到了一脸坏笑的田中信雄 雨生俊 昨晚上 嘿嘿 带回公寓了 雨生秀术在朋友面前 也没打算隐瞒什么 再说了 她一个身体核心里都健康的男人 荷尔蒙分泌旺盛 找个女朋友 岂不是很正常 而且她是作家 又不是偶像 别说朋友 就算被媒体知道了 也无所谓 那雨生俊不抓紧时间约会 跑我这干什么 找信雄桑借车 雨生秀术说明来意 借车 田中信雄一头雾水 晚上约会 总不能让女孩子 在冷风里等出租车吧 好吧 看来雨生君很认真啊 真准备在一起了 田中信雄好奇问 信雄桑 日后请务必不要问我 这种白痴问题 雨生秀术鄙逼逝的 看了眼对方 真的要认真了 田中信雄没理会 雨生秀术的话 我告诉信雄桑 我们会生死不离 信雄桑信吗 不信 田中信雄连连摇头 那信雄桑还问我 快点给我车钥匙 我还要准备很多东西呢 雨生秀术催促 他可不是单纯的去见面 给个惊喜 雨生君好像考了驾照后 就没怎么开过吧 需要我把司机叫来吗 田中信雄给了钥匙 忍不住担心问 放心吧 我开车技术好着呢 雨生秀术说完 就钻进田中信雄的六代皇冠里 发动汽车一溜烟不见了 晚上九点 松板庆子结束录音 跟随经纪人 朝着停车场走去 想着之前打电话说录节目 雨生秀术就不来找他 当当发生关系 就对他这么不用心 难免有些委屈和伤心 果然 男人都是一个样子 不管年龄大小 只会用花言巧语骗人 骗到了就不珍惜 松板庆子是越想越委屈 越想越生气 旁边经纪人都感觉到 松板庆子的状态有些不对 关心问 松板桑 请问有什么不舒服吗 松板庆子 当然不能说出心里的想法 摇摇头道 没什么 可能有点累了吧 接下来几天都没有通告 松板桑正好可以休息一下 这段时间为了电影宣传确实辛苦了 嗯 我知道了 松板庆子声音低沉地应了一声 明显情绪不太好 不过就在他刚说完话 跟经纪人转过停车场一个拐角 来到他们车停的位置时 却看到在他们车的旁边 停着一辆后备箱开着的六代皇冠 开着的后备箱里 橘黄色的灯光映照下 是堆满了整个后备箱的鲜红玫瑰花 美丽的花朵在昏黄光芒中 是那么的梦幻美丽 而下一刻 轻快的吉他声响起 紧跟着一个清朗的男子歌声响起 Sunday 星期日 Better day 美好的一天 第一次这样心动不已的日子 Monday 星期一 Better day 美好的一天 整天心里只想你的日子变得贪心了 希望我们之间可以更靠近一点 靠近一步 比这再靠近一点 我的自言自语 难难低语 你也感到好奇吧 因为喜欢你才这样 虽然我假装冷淡的表情 但那不是我的本意 是我的假装 随着歌声出现 背着吉他 一边弹奏 一边歌唱的雨声秀树 从车旁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朦胧的灯光照在雨声秀树身上 趁得本就俊美的他 如幻想中走出的王子般梦幻 再搭配后是韩国知名女歌手 I U李之恩的恋爱小甜曲 Every end of today 被他翻译成泥红语后 无比应景的歌词 正好对上昨天周一 今天周日的时间 面对此情此景 面对雨声秀树 使出浑身解数 搞出来的超级浪漫惊喜 松板庆子刚才那点委屈和伤心 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从伤心到惊喜 巨大的反差感让女人瞬间破防 眼泪止不住地滴答滑落 整个人直接扑到雨声秀树怀里 雨声秀树果断把吉他甩到一边 伸手抱住女人 低头温柔地吻掉对方脸上的眼泪 深情道 别哭了 我会心疼的 此话一出 女人反而哭得更厉害了 对不起 我好喜欢秀树君 女人想起刚才心中的责怪 内疚之下 真情流露 雨声秀树文言 心中一机灵 该死 不会搞过火了吧 不过 这回也考虑不了太多 气氛又被烘托到这了 何尔猛上脑 先吻了再说 两人亲密拥吻 至于那位经纪人 早已很有眼色地溜走了 今天可以不去吗 雨声秀树的公寓里 全身只穿着件 白衬衣的松板沁子 一双雪白眉腿露在外面 正拉着雨声秀树不让离开 不行 出版社那边昨天就催我了 我还有新作品 也要送过去 停车场惊喜之后 两人回到雨声秀树的公寓 疯狂的抵死缠绵 一刻也不想分开 整整两天都没出门 就连小雪馆那边 北人会里催他过去 谈小金鱼逃走了的二次家印 他都硬生生给推了一天 结果到了今天 松板沁子 还是不想让他离开 显然那天晚上的 惊喜威力太大了 眼前这一副 小女人模样的松板沁子 哪还有一点印象中的明念大气 不要 女人娇声拒绝 我真的有正事 不要 我想秀树君爱我女人风情无限 如此诱惑 雨声秀树 差点没把持住 可想到真有正事 他还是坚持到 我还有新作品 要送到编辑部 否则会单个发行时间的 他毕竟不是那种 要美人不要江山的恋爱脑 别说眼前是松板沁子 就算传说中的苏打几穿越过来 他仍是同样的选择 他好不容易穿越一回 可不是为了来四十年前当舔狗 见雨声秀树如此坚决 女人有些失望 好吧 拿秀树君快点回来 女人失望的模样 让雨声秀树感觉 他像是提上裤子就变脸 扎得有些心软了 试问一句 要不然 庆子跟我一起去 好啊 女人回答得很干脆 庆子不担心媒体曝光吗 雨声秀树实探问 那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是演员 又不是偶像 女人毫不在意地回答 泽泽 真不愧是五十岁 还敢拍裸露写真的女人 这心态果然不一般 难道雨声丧 害怕被曝光吗 还是在意别人说我们的年龄 女人问得很小心 毕竟两人的年龄差距 要说她不在意 是不可能的 我从来不在意这个问题 也不会因为别人说什么 而影响到自己 为了庆子我什么都不怕 说完 她轻庸女人 绵绵情话 也让女人陷入感动之中 为了秀树君 我也不怕 松板庆子语气坚定 双眸中的爱意 快要溢出来了 开着田中姓雄的六代皇冠 雨声秀树直奔小雪馆而去 这车虽然开着不错 但外星她实在不喜欢 等下一批板税到账 她还是买辆自己喜欢的吧 雨声秀树这边 在想着用车的时候越来越多 考虑该买辆车的时候 坐在旁边的松板庆子 此时却在思索 被媒体曝光后 要如何回答的问题 还有松竹硬化那边 虽然经纪人 已经知道了她恋爱的事情 但毕竟没有正式沟通过 眼看两人关系 要曝光 还是需要通知一声的 雨声秀树见松板庆子沉默不语 还以为有所顾忌 便试着问 实在不行 我先送庆子回去吧 松板庆子却摇摇头道 不需要 是在想其他的事情 好吧 雨声秀树 无所谓的耸耸肩 仔细想想 就算曝光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恋爱而已 又不是结婚 况且她是作家 又不是公开了恋情粉丝 就要死要活的偶像 把车停在小雪馆的停车场 雨声秀树下车后 被松板庆子挽住胳膊 一起走进了小雪馆大楼 很快她便发现 周围已经有人在看到她们后 面露惊讶的窃窃私语 显然是认出来了 其实要换个地方 估计至多认出松板庆子 一眼能认出她的人不会太多 虽然前段时间她人气很高 但十来天没出现在公众面前 热度早就掉下来了 她毕竟是个作家 不是那种整天在电视媒体上露脸的明星 真正对她了解的 估计也就是那些喜欢她的主妇了 不过 这里是小雪馆 算是她半个大本营 工作人员对她不要太熟悉 能认出她就不奇怪了 面对周围人的议论 松板庆子表现得神态坦然 落落大方 女人非但不在意周围人的目光 还时不时亲密地凑到与生秀术耳边 问些有关于小雪馆的问题 就这样 两人一路来到北渊会里的办公室 推门进去的时候 北渊会里还在埋头工作 北渊桑 我来了 与生桑 彻子的房间宣传效果很不错 朝日电视台说 收视率非常好 只比上个月采访三浦友和那期少了1% 小金鱼逃走了的销量 北渊会里话说一半抬起头 看到眼前两人 突然就愣住了 惊讶地合不住嘴 松板庆子 我女朋友 北渊会里 我在小雪馆的负责人 也是我的好朋友 与生秀术给两人相互介绍 你好 北渊桑 松板庆子微笑着打招呼 你 你好 松板桑 北渊会里显然还没从惊讶中回过神 打完招呼 用一个怎么回事的眼神看向羽生秀术 这才十天没见 羽生秀术就找了个大明星当女朋友 难怪昨天叫不过来呢 这要是只有羽生秀术一个人 他包准要好好言语几句 好了 有时间一起吃饭 先谈正事吧 虽说和北渊会里关系很好 但却不喜欢朋友涉及他的私人感情 所以转移了话题 好吧 这是小金鱼逃走了的家印合同 家印还是五万本 羽生秀术拿起合同 随便翻了翻 便盖了印章 版税我们很快会转到云上文化的账上 不是说 还有新作品吗 给 这就是 羽生秀术拿出新作品递给北渊会里 这是上个礼拜筹备云上印画的时候 抽空创作的 是谁吃掉了 北渊会里面出绘本的名字 麻烦北渊桑交给编辑部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就来签发行合约 说到这 羽生秀术语气一变 这次首印我要13%的版税分成 超过五万本15% 最好提前和经警部长说一声 他要求提高版税分成 理直气壮 三个月不到 两部绘本加起来都印了20万本了 全霓虹的绘本作家 谁有他这种销量 就算有优先发行权 也没理由要他吃亏 好了 我知道了 新绘本如果顺利的话 两周后应该就能发行 到时候可能要办签售会 羽生桑最好留出时间 对于羽生秀术提高分成的要求 北渊会里无所谓 那是经警部长该操心的事情 他只负责传话 到时候再说吧 我先走了 再见 说完拉着已经明显有些无聊的松板沁子 两人离开了小学馆 回去的路上 羽生秀术问松板沁子 是不是很无聊 那倒没有 还是第一次见作家签约呢 是不是有些失望 作家也会为了一点钱讨价还价 秀术君 如果那都算一点钱 那我们这些演员就根本不赚钱了 松板沁子可是买过羽生秀术的绘本的 单价就要1250日元 按照羽生秀术刚才要求的版税分成 以及手印数量随便一算就已经超过800万人员了 他出道至今拍的所有电影 片酬加起来还没有羽生秀术一部绘本赚得多 原本只是觉得找了个年下弟弟恋爱 谁想到还是个有钱的年下弟弟 不过也就说到这里 即便是女朋友也不好深入恋人的经济事务 因此松板沁子很快便聊起了别的事情 秀术君 我想知道那天晚上在富士台 是怎么只找到我的车的 这个啊 因为我在富士台有朋友 让他帮忙查了查清楚停车场的记录 羽生秀术在富士台的朋友还能是谁 当然是港浩义了 这位靠着颁奖直播做出成绩 那灵活且毫无节操的手段 深得富士台高层欣赏 在制作局混的风生水起 因此 港浩义对于间接帮了他的羽生秀术 心里多少存着感激 面对羽生秀术小小要求 自然是不会拒绝 原来是这样 好想再听一遍秀术君那天晚上的歌呢 松板沁子又想起了那首歌 那我下次再给沁子唱 时间不早了 我知道有家和牛餐厅很不错 要不一起去吃饭吧 好啊 秀术君喜欢吃牛肉吗 没错 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那秀术君喜欢什么颜色呢 蓝色吧 问题一个接一个地问 热恋的女人总是 对恋人无比好奇 新人作家的年上之恋 松板沁子与年下作家大胆公开 作家与排忧恋情大曝光 培训事理 吉刚翔泰拿着一摞报刊 大声念出各种标题 后一脸戏血地看向羽生秀术 泽泽 这才几天不见 羽生桑竟然就找了位大明星女朋友 旁边 坐在沙发上的羽生秀术 不深在意地说 不就找个女朋友吗 有什么可惊讶的 这已经是羽生秀术与松板沁子 公开出现在小学馆的两天之后了 和他之前猜想的一样 仅仅是第二天 媒体上就开始出现 他们俩疑似交往的报道了 毕竟都挽着胳膊公开出行了 想要不被报道也很难 其实早在没公开出现前 就有人爆料 在夜店看到他和松板沁子一起离开 他们两人公开出现 算是坐实了这个爆料 那天晚上他们吃完饭后 回到公寓又缠绵一夜 第二天 松板沁子便因为工作安排离开了 结果还没进松竹硬化 就被媒体堵住 面对媒体的采访 松板沁子很大方地承认了恋情 结果到了今天 就像刚才吉刚祥太念的那样 大小媒体都开始报道 两人交往的新闻 一个是刚刚爆火的畅销作家 一个是松竹硬化的当家排忧 人气名人公开恋情 还有那么大的年龄差距 无疑给媒体带来了巨大的话题空间 一时间两人恋情被炒得火热 不过要说影响 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毕竟是作家和演员 并没有不能恋爱的规矩 相反除了年龄外 公众反而觉得两人称得上才子佳人 狼才女貌 主妇粉丝非但没意见 反而有比较疯狂的都打电话到松竹硬化 要求松板沁子作为年上姐姐 要好好照顾宇生秀树如何 广告企划做得怎么样了 还有小军商事那边联系了吗 宇生秀树转头问广桥钱子 他不喜欢朋友介入自己的感情生活 因此转换话题 关心起他此行的目的 为了这事 早上他还打电话 拒绝了松板沁子一起出游的邀请 很是被对方埋怨了一阵子 开玩笑 他顶天立地的大男儿 穿越过来是要见功利业 闯出赫赫威名 岂能久居温柔之乡 嗯 说人话就是腻歪了好几天 兴致有些淡了 需要重新酝酿一下 唉 他果然是个渣男哪 难得宇生桑这么关心公事 其话早已经递交给博报堂了 由于宇生桑的创意有点特殊 所以那边一直在审核 伊藤桑在跟踪审核进度 广桥前子说明情况 小军商事那边是我在负责 与生桑之前交代后 我第一时间就去联系了 不过他们春夏季的广告已经做完 我们只能等秋冬季才能合作 这次回答的是吉刚祥泰 说起工作 吉刚桑立刻变得精干起来 在屋之前看八卦的样子 小军商事一定要重视 做好了就是长期合作 也要处理好与电通的沟通 与生秀术叮嘱完吉刚祥泰 又冲广桥前子问 雪糕广告 我们给博报堂的企划预算是多少 这个还没有确定 什么 与生秀术有些奇怪 企划都做了 成本怎么可能还没确定 因为与生桑的那首歌 现在还没有确定要找谁来演唱 也无法确定是否由歌手出演 当红和不当红之间的酬劳差距可不一样 广桥前子解释 至少先签订一个范围 与生桑 虽然我们是制作方 可这种重要人选 还是要考虑博报堂和品牌方的意见 广桥前子再解释 果然啊 一个人想要随心所欲是不可能的 听到又是这么麻烦的事情 与生秀术刚才那骨子指点江山的架势 立刻垮掉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随心所欲 但只要我们一直能成功下去 至少一定范围的随心所欲 还是能做到的 广桥前子说 那就期待那天的到来吧 说着 与生秀术起身 给我安排一节课吧 好久没带着少女们跳舞 都有些怀念了 嗯 那就这节课吧 广桥前子递给与生秀术一张课表 上完课我先走一步 下午要去文京区看房子 还没确定好吗 几人都知道 与生秀术在找新房子 之前那段时间也没少跑 还让几人给建议来着 史田桑说了 这次我一定会满意 好了 我去上课了 摆摆手 与生秀术离开了办公室 与生秀术走后 吉刚祥太看了眼桌上那些曝光恋情的报刊 然后掏出张一千元日元的纸币 放在广桥前子的桌子上 打个读 我猜他们最多坚持半年 广桥前子白了眼级刚祥太 我猜不会赌这么无聊的事情 不过广桥前子说完 看了眼报纸上松板亲子的美艳照片 却叹了口气继续道 按照这位松板桑要走的路线 日后在电影里少不了要宽衣解带 到时候话没说完 但两人都明白意思 另一边 与美少女们完成愉快的舞蹈课后 与生秀术离开培训室 直奔文京区而去 文京区位于色谷区和千代田区以北 犯罪率常年保持东京最低 区内汇聚了15所大学 以及总数超过80所的小学 中学 高等学校 因此有文化教育区的美名 文化气息浓郁 要是与生秀术真住在这里 倒也和他作家身份安安合适 史田良阳帮他看的房子 是典型的霓虹一户建 靠近地铁春日站 不行10分钟就能到小石川后乐园 这里是东京著名的赏煤 赏鹰和观赏洪峰所在 房子去年刚刚建成 就连里面的家具都是崭新没有使用的 史田良阳说 原房主打算移民去美丽间了 所以才要出售 房子整体风格偏向欧式 地上三层带车库 地下半层算是储物间 室内装修简约大气 没有传统欧式那种华丽的装饰 主要是二楼主卧有张柔软的大床 这点与生秀术相当喜欢 二层有个面积颇大的露台 站上去能看到很远的风景 满阳天摆张长椅在这躺着 晒晒太阳响来一定很舒服 要是再抱着只猫鹿一撸 那就更惬意了 房子的隐蔽性也很好 一圈木质围墙十分高大 能很好地阻挡外面的视野 墙内还沿边栽种着一圈红叶石南 火红漂亮 如果说非要有不满的地方 那就是庭院的设计有些糟糕 或许是很久没有打理 景观绿植基本都枯萎了 史田桑 这房子我很喜欢 价格合适的话就买它了 宇生秀术下了决定 宇生老师 价格方面 我和房主沟通过几次 对方最低报价是1亿3000万日元 史田良阳说完 小心地看着宇生秀术 他觉得这价格有些高 但已经是他尽最大努力 谈下来的价格了 可令史田良阳没想到的是 宇生秀术竟然很爽快地表示 这个价格我能接受 史田桑帮我准备贷款手续吧 史田良阳哪里晓得 宇生秀术听见价钱 心里非但没有觉得贵 反而感叹真便宜 这种面积的一户件 放到泡沫经济最巅峰的时候 至少能卖到4亿以上 即便是到了泡沫碎了之后 估计也不会低于2亿日元 果然有着超越时代的信息就是好 不管干什么都能减落 有关贷款银行 我建议选择小山桑推荐的 东阳重光银行 不但放贷条件宽松 而且贷款利率也最低 史田良阳说完拿出一份文件 递给了宇生秀术 正是东阳重光银行的资料 东阳重光银行 是小山冯乃桑的同学工作的那个银行吧 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熟悉 宇生秀术感觉前世 他听说过这个银行 记忆里一番搜索后 立刻找到了相关信息 霓虹泡沫经济破碎后 霓虹首家倒闭的银行 正是这家东阳重光银行 就说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 凡是这种戴着第一头衔的 总是能让人印象深刻呀 也难怪会倒闭 这才1981年贷款就放得这么松 不过倒闭与否关他什么事 只要容易拿贷款不就行了 搞不好到了泡沫破碎的时候 对方资金紧张 他还能少还些贷款呢 可以 使田桑尽快办理吧 好的 哦对了 房子买下来后 帮我找一家设计事务所 把庭院重新设计施工 好的 还有 只要我的收入能够保证还款 就可以将房子继续抵押贷款 之后的投资 以商业房产为主吧 一定要是繁华地段 这点必须要强调 趁着时间早先进场 否则真等85年开始暴涨 好地段哪还轮得到他 任何时代都不缺消息灵通的人 等普通人都发现房价上涨 再投资就晚了 让设计师帮我把浴缸 宇生秀术这边说 使田良阳那边仔细地记录 房子已经确定要买 但想要立刻入住 肯定不行 毕竟办理交易手续 后续庭院的设计师工都需要时间 购房款方面 即便大部分来自东阳重光银行的放贷 可随着宇生秀术继续购入房产 杠杆越加越大 后续他的还贷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更何况 宇生秀术总不能把所有钱都投入到房产上 平日享受生活 需要不少钱 还有创业也需要钱 因此 别看他赚钱挺快 需要用钱的地方也不少呢 所以 消费完了 就该努力赚钱了 按照最初的计划 每年至少要发行15部绘本 眼下5月已经过半 总共才完成了3本 业绩差额还很大呢 再加上之前想到的精灵宝可梦IP 也必须抓紧搞出来了 比起股票地产什么的 这才是真正下金蛋的母鸡 没记错的话 未来的宝可梦之父 如今还只有16岁的田考智同学 马上就要参加世家举办的游戏创意设计大赛了 还一举拿下了赢奖 也因此产生了进入游戏行业的初心 想到整天逃学的不良少年田考智 马上就要因为考不上大学 而要到东京来念专科学校 宇生秀术就觉得 他要赶快把宝可梦IP先搞出来 然后就是江子牙钓鱼 静等工具人上钩了 心中有了计划 接下来的生活就变得规律起来 白天 背着画板去培训室光明正大的干私活 创作感觉疲乏了 就带着美少女们跳跳舞 立刻就能让她放松下来 最初一段时间 松板亲子还会来找她逛街 购物 看看电影 最后再做些幸福的事情 可惜女友很快有了新工作 要去拍摄系列电影《迎刺狼》的故事 宇生秀术无奈又回到独守空房的日子 不过随着博报堂那边 通过对广告企划的审核 拍摄前期筹备工作开始 宇生秀术作为挂名制作人 也开始渐渐忙碌起来 倒也没工夫 想其他的事情 忙忙碌碌中 时间来到了六月份 尽管广告拍摄依旧还在审核扯皮 但她个人创作却突飞猛进地完成着 计划中剩余的十二部绘本 被她一口气完成了七部 全都通过了小学馆编辑部的审核 签好了发行合同 就等按部就班的推向市场了 而这七部绘本的首印 加上是谁吃掉的的第二次加印 总共给云上文化的账户 增加了6500万日元 很是缓解了她最近的财务压力 没办法 史田良阳虽然能力平平 但胜在做事认真 踏踏实实地从不偷懒 短短时间就在银座 为她拿下了三套商铺 一个月不到 与生秀术每月需要支付的贷款飞涨 再也没有景象 怕是月工都要还不上了 不过比起绘本带来的财富 与生秀术更在意的是 她总算创作完成了另一部作品 摆在面前整理好的原稿 彩色封面上 大大的口袋妖怪 作为书名 在旗下是英文名称Pocket Monster 带着印有神奇宝贝联盟 logo帽子的男孩 身背双肩包 朝气蓬勃地笑着指向前方 可爱的黄皮电耗子皮卡丘 蹲坐在男孩肩膀 他们身处隐藏着各种小精灵的丛林之中 正要开始冒险 进入正文后 与生秀术没有采用 宝可梦历史上第一版漫画的内容 而是直接使用宝可梦系列动画第一部的故事 宝可梦世界 关都地区真心镇的新手宝可梦训练家 刚刚年满十岁的小树 由于迟到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小火龙 妙蛙种子与杰尼龟其中之一 因此大木博士 交给他一只不愿进入精灵球的调皮小精灵皮卡丘 以成为宝可梦大师作为目标 小树与皮卡丘开始了他们的旅行 虽然整体故事依旧延续首部动画内容 但与生秀术在进行文字化的处理时 还是进行了一定的改编 比如主角的名字 后世之所以叫小智 那是因为创作者田考智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与生秀术自然不可能照搬 索性直接改成了他的名字 还有就是在世界观的架设上 他直接在书中 详细地描绘出了后世成熟的宝可梦世界观 为以后继续创作 打下了坚实的框架 后世 宝可梦最为让人诟病的 就是动画组和游戏组的各种撕逼了 一部分原因是 没人能预料到这个 IP能火爆到那种程度 因此 不管是漫画 TV动画版 剧场版 游戏等各种版本 很多都由不同编剧创作 各个版本之间完全没有统一规划 另外的原因则是 田靠智 山森剑等人创立的 Game Freak游戏会社 作为宝可梦的创作者 一开始还能掌控全局 可当任天堂看出宝可梦的前途无量后 便已拉入更多合作方的手段 分散宝可梦的控制权 最后干脆以田靠智 换有亚斯伯格证为理由 彻底将宝可梦之父田靠智 排除到了决策层之外 至此 宝可梦虽然越来越赚钱 但却也越来越放飞自我 毕竟当这个IP火爆到随便印上名字 就能赚大钱的时候 也就没人在乎细节问题了 完全不顾粉丝体验的傲慢态度 甚至公开表示 粉丝尽管批评 我们工作人员的抗压能力很强 雨生秀术穿越前 宝可梦 IP虽然依旧火爆 但据说动画组继狗豪之后再次犯病 于星座中都要换掉人气主角小智了 如今这个超级IP由他掌控 那就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让小智以老代心 有多远滚多远 换主角更是想都别想 现在主角叫小树 如何打造运营一个IP他不擅长 但作为穿越者的好处就是 有太多可以借鉴的成熟案例 比如隔壁漫威的操作 虽然也有糟糕的地方 但瑕不掩瑜 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 雨生秀术相信 如果从一开始就用长远的眼光去打造宝可梦 这个IP所创造出的影响 肯定要比前世更加辉煌 也能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作品创作完成 当然要第一时间发行出来 把IP站住了再说 小学馆编辑部 雨生秀术将原稿交给他的责任编辑前田综艺 进行出版发行前的审阅 雨生秀术连续数部绘本大卖 已经是小学馆的王牌作家之一 即便这是本不同以往的转型之作 前田综艺也格外重视 立刻放下手中工作进行接待 雨生桑 之前不是说打算连载的吗 看着明显是创作完成的原稿 前田综艺问 本来是打算连载的 结果灵感源源不绝 索性就直接写完了 在做文超公这件事上 雨生秀术从来都不知道 啥叫惭愧 反而明明抄了还装模作样 才更尴尬 雨生桑真是厉害 前田综艺是打心理赞叹 短短时间七部绘本 加上一部儿童小说 雨生秀术在小学馆 已属于最高产的作家之一了 甚至把之一去掉 也不是不可以 雨生桑 请稍等 我先看看 请吧 前田综艺开始审阅 看到一半似乎觉得有什么不妥 拿起书又去找了总编 一段时间后 前田综艺写书返回 面露难色地对雨生秀术说 雨生桑的新作故事很有趣 但是 前田综艺想说什么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似乎有些为难 前田桑 但说无妨 雨生秀术知道他这本书有些特殊 因此 对方说什么 他都不意外 雨生桑 我有些无法定义 这本书到底是什么类型 确实有大量文字 描写小说的故事 可是 前田综艺说到这 看了眼雨生秀术 发现对方表情平静 便继续说了下去 为什么书内会有如此多的插图 利用图画 来加深读者对小精灵的想象 我能理解 可这些小精灵图鉴 又是为了什么 还有编号 属性值 技能 设定内容太多了 雨生桑创作的是一部文学作品 不是游戏企划方案 这样会影响阅读的 前田综艺说出了他的疑惑 雨生秀术随口解释 想到有意思的东西就放进去了 算是新的尝试吧 听到雨生秀术这话 前田综艺顿时无比头大 这些作家真实想一出是一出 完全不遵从创作规则 他就不该期待 雨生秀术的转型之作 一个作家 突然转型去陌生的创作领域 果然不可能立刻适应 他觉得 雨生秀术这部作品里 多到不正常的插画 和无用的图鉴 就是雨生秀术创作 绘本遗留下的习惯 雨生桑 我的意见是 如果希望这部作品 由小学馆出版发行 那就必须强化文字描写 去除大部分插画 以及那些无用的图鉴和设定 尽管知道这种话说出来 会让雨生秀术不开心 前天综艺 还是硬着头皮说了 如果雨生秀术要发行的是绘本 凭现在的影响力 哪怕质量差一点 他都敢拍本拿下 可这种转型之作 还是要大量全彩印制的高成本作品 小学馆的成本压力太大 前天综艺也不敢担这个责任 前天桑的要求 我无法办到 这本书的每一笔 都是我的心血 雨生秀术 摆出一副绝不妥协的坚定模样 前天综艺 文言头又大了一圈 一直以来的愉快相处 让他觉得 比起那些性格奇奇怪怪的作家 雨生秀术算是正常的了 结果现在看来 作家就是作家 多多少少 脑子都有些不正常 难道霓虹作家精神有问题 会遗传吗 不够还没等前天综艺印下心拒绝 雨生秀术却先开口了 我真的很喜欢这部作品 为了不让前天桑为难 就由我自费发行吧 雨生秀术此言一出 前天综艺有些傻眼 雨生桑 要不然 我再和总编商议一下 小学馆的嫡系作家 前天综艺不想因为 一本不看好的转型之作 影响雨生秀术和小学馆的关系 实在不行 大不了亏钱印个几百本 到时候卖不出去 对方肯定就会死心了 前天桑不必为难 我这就去找北渊桑 谈自费出版的事情 说完 雨生秀术也不等对方回答 拿起书便离开 雨生秀术之所以这么着急离开 是因为他突然觉得 这本抢占IP的作品 似乎自费出版更加合适 一旦交由小学馆出版发行 小学馆就会成为这本书的 共同著作全人 后续不管是开发动漫 还是游戏 只要涉及到这部作品 小学馆都能得到一定的分成 要是其他普通作品 那点分成拿就拿了 可精灵宝可梦不是普通作品 一点分成都是天文数字 而比分成更重要的 共同著作全人 在改编作品上 有一定的话语权 这是比分前 还让雨生秀术难以接受的 没记错的话 前世任天堂为了排挤田考智 而引入的事例中 就有小学馆的名字 前车之鉴摆在那里 因此他觉得 这部作品 还是由他全权掌握得好 找到北原会里 雨生秀术说明来意 毫无意外地遭到劝说 雨生桑 有件事我必须提醒 以这本书的彩色插画页数 印刷量太少的话 成本加上小学馆的贩售分成 价格恐怕会超过1000日元 已经打定主意的雨生秀术 怎么可能会听劝 北原桑 首印1万本 做好成本 直接你订合同吧 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小学馆只是代理销售 不分享任何版权 一万本 疯了吧 要是钱多没出花 雨生老师可以请我吃饭 北原会里 一脸你钱多烧得慌的表情 北原桑 这是我的决定 雨生秀术语气坚决 眼见如此 北原会里只能无奈地耸耸肩 好吧 有钱的雨生老师 请稍等 我这就去准备 北原会里刚一离开 没意会销售部长金锦泽人 竟找了过来 谨慎地询问 雨生桑 我们最近合作的还算愉快吧 雨生秀术心想 金锦泽人八成 是知道他自费出书的事情了 他也不想让对方乱猜 便开门见山做了解释 金锦部长不要误会 我对小学馆没有任何意见 自费出书 也只是一次任性的尝试罢了 再三确认 雨生秀术对小学馆没有意见后 金锦泽人才总算放心离开 眼看他一个自费出书 金锦泽人都被吓得来了解情况 这让雨生秀术不得不感叹 穿越几个月 总算没有白过 多少是值得别人重视的存在了 金锦泽人离开没多久 北渊汇里便回来了 印刷那边我帮忙谈了下 成本可以控制到600日元 售价打算订多少 北渊汇里问 3000日元吧 北渊汇里文言 掏出笔算了起来 3000日元的售价 小学馆代理贩售分成26% 也就是780日元 加上成本一共是1380日元 首印1万本需要支付1380万日元 北渊汇里说出报价 又忍不住劝了几句 雨生桑想自费出版可以 但一万本有些多吧 2000本就够铺满东京都了 谁说我只打算铺货东京了 你们说我1000多万 我要求全霓虹铺货 花了钱就是上帝 雨生秀术一点也不客气 虽然小学馆编辑部不看好这本书 可雨生秀术却觉得 凭借宝可梦的魅力 这本短时间内 销量也许不会太好 但等宝可梦IP大火之后 搞不好会成为珍贵的绝版呢 确定印刷数量和报价 合同紧跟着就做好了 雨生秀术拿到后 仔仔细细地查看 确保小学馆不涉及任何版权分享 这才签上了名字 前我会通知会计事务所那边 尽快转给你们 上市发售 你们也要尽快 雨生秀术叮嘱 雨生桑放心吧 这点数量不会出问题的 北渊汇里自信道 对于小学馆来说 区区一万本的扑货量而已 要不是委托人是雨生秀术 根本不会重视 哎 已经是中午了 北渊汇一起吃饭吧 雨生秀术提议 还记得雨生桑第一次来投稿的时候 我想请雨生桑吃饭 都被拒绝了呢 北渊汇里感慨道 明明才三个多月 却感觉已经很久了 雨生秀术也有些感慨 不过话刚说完 他的传呼机却来的提示 是广桥前子要求回电 北渊汇 可以接电话用用吗 请用 北渊汇里把电话推了过来 雨生秀术拨通电话 只听那边广桥前子 急匆匆说了几句便挂断 然后他一脸无奈地看向北渊汇里 北渊汇里立刻明白 看来雨生桑的饭是吃不上了 有点急事 下次补上槐食料理 雨生秀术赶忙找不 我没记错的话 这已经是雨生桑欠我的第二顿槐食料理了 下次一定 回到培训室的那栋旧楼 雨生秀术没有去培训室所在的一二层 而是静止去了三层 走出楼梯间 迎面的墙上就是云上映画的logo 这里便是云上映画诸事会社的办公地点 原本雨生秀术因为颁奖直播热度最高的时候 华纳先锋还想要扩大培训室规模 一度考虑要租下这栋楼剩下的两层 可最终还是放弃了 广乔前子觉得毕竟正式成立了会社 老是借用别人的地方办公也不合适 索性就把这栋旧楼的三四层给租下了 还有一点 就是广乔前子为了专心管理云上映画 已经正式向华纳先锋申请辞职 华纳先锋一时没有合适的替换人选 便请求广乔前子能留任到年底 广乔前子同意留任 以这位女强人的性格 自然不是白白答应的 她借机和华纳先锋商谈 最终成功替云上映画 拿下华纳先锋旗下歌手音乐录像带的拍摄外包业务 所以选择这里做办公室 也是为了方便广乔前子兼顾两家 雨生会长好 你好 雨生会长今天真帅气啊 西之子今天也很漂亮呢 一走进云上映画 便有员工向雨生秀术打招呼 她如今在云上映画的职位 是等同于董事长的会长 她虽然是会长 还是知名作家 但因为平日里个性随和 不爱摆架子 倒是很受员工喜欢 至于会不会失去微信什么的 她倒也不在乎 毕竟负责日常管理的是广乔钱子 虽然员工也就小猫两三只 不过看着云上映画不到一个月 就如此热闹忙碌 雨生秀术 着实佩服广乔钱子的能力 即便之前那个雪糕广告 还在扯皮筹备 可从华纳先锋拉来的音乐录像带 外包业务 已经开始给云上映画创造收入了 利润是有些微薄 主要维持云上映画运转的 还是雨生秀术之前投入的一千万 可总算有个好的开始不是 大家好 今天男的人这么齐啊 走进会议室 雨生秀术见广乔钱子 伊藤信介 吉刚祥泰三位合伙人 竟然都在 之前几次来 伊藤信介基本都在外面 忙着拍摄音乐录像带 吉刚祥泰 则是去各家关系方联络合作 就连广桥钱子 也会时不时出去找圈内朋友拉业务 也就雨生秀术 这位甩手大股东 一天闲着没事 坐在画板前搞搞创作不提 创作累了 还会下楼去教女学员跳舞放松 一点艰苦创业的自觉性都没有 是啊 最近 我们忙得团团转 哪有臭小子这么清闲 吉刚祥太率先发难 雨生秀术一看情况不妙 不等另外两位附和 抢先开口询问 电话里急急忙忙地叫我回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两个消息 一好一坏 雨生桑想先听哪个 广桥钱子问 钱子桑电话里那么着急 这会还有时间开玩笑吗 好吧 我先说坏消息 博报堂那边终于通过广告企划审核了 广桥钱子说 雨生秀术奇怪问 这不应该是好消息吗 之前递交的那个雪糕广告企划 博报堂和品牌方都觉得太过另类 各种开会审核都不停 磨蹭到现在总算是有个结果了 说它是坏消息 是因为品牌方准备在七月前上线广告 留给我们的拍摄制作时间非常紧张 广桥钱子无奈说 他们两家审核企划耽搁这么久 结果把时间压力都丢到我们身上了 雨生秀术总算明白 广桥钱子为啥说这是坏消息了 就算他们这边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筹备工作 可这时间也仍旧太紧张了 好消息呢 再次被博报堂气到的雨生秀术 想听个好消息 洗洗脑子 那就是经过吉刚桑的努力 我们与电通已经确定了合作关系 不但要接手小郡商市秋冬季服装广告的拍摄 还成功拿下了新项目 广桥钱子说这话时 脸上泛起喜色 眼看云上硬化 一步步走上正轨 广桥钱子怎么可能不高兴 毕竟这才是他追求的事业 像以前那样窝在培训室 对他来说就是在浪费生命 吉刚桑 真厉害啊 不愧是交际天才 雨生秀术赶忙夸奖 果然只要创业伙伴够厉害 他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躺平 然后等着分钱就好了 雨生桑不必高兴的太早 如果只是好消息 会这么着急叫雨生桑回来吗 吉刚祥太露出个你高兴太早的表情 那你 我就知道 叫我回来准有麻烦事情 说吧 我做好准备了 雨生秀术朝以背上依靠 依附你们随便蹂躏的模样 那个新项目原本是其他会社在做 不过几次广告企划设计 品牌方都不满意 所以才临时决定交给我们 吉刚祥太做出解释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 才刚和电通合作 怎么就有项目送过来 雨生秀术恍然大悟 可紧跟着又问 不过即便是没人要 应该也不缺接手的人吧 怎么会选上我们这家刚成立的会社 当然 是因为雨生桑了 记得之前我们与伊藤桑合作的 那只饮料的品牌方吗 吉刚祥太问 当然记得 三德利吗 这种大品牌 怎么可能忘记 那次糟糕的体验 雨生秀术记忆犹新 三德利与博宝堂合作失败 这次推出新饮品 找了电通合作 因为雨生桑的舞蹈设计 让三德利印象深刻 所以才决定让我们接手 吉刚祥太说完 忍不住感叹一句 所以能接到这新项目 还是要感谢雨生桑的才华 原来我这么厉害吗 什么都不干 都能拉来项目 雨生秀术自恋开始 雨生桑 刚才不是说了 不要高兴得太早 我这里可不只有好听的夸奖 吉刚祥太立刻给自恋的雨生秀术泼凉水 唉 都忘了 快说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吧 由于上一家耽误的时间太长 因此和雪糕广告一样 留给我们的拍摄时间非常短 吉刚祥太说完 雨生秀术瞬间就有些头大 怎么又是这种加急的项目 就不能轻轻松松赚个钱吗 轻松赚钱 怎么可能轮得上我们这种刚成立的会社 广桥浅子一语道出真谛后 认真地看着雨生秀术 因为上次广告的印象 这次三德利指定广告主题依旧是舞蹈 所以拜托雨生桑了 两家广告凑到一起 钱子桑觉得我能分成两个人吗 雨生秀术感觉 他应该学个影分身术什么的 三德利是大品牌 我们既然已经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那就要乘胜追击 要能继续让对方满意的话 那我们很长时间都不会缺少新项目了 广桥钱子的话 让雨生秀术压力山大 果然这摊子一旦铺开了 他想要躺平赚钱的想法 根本是妄想 可钱子桑不能只想到好处 时间如此紧张 我们人手又太少 失败的后果想过没有 云上硬化别说新项目 恐怕很难再接到相同业务了 雨生秀术说出了他的顾虑 雨生桑 这点我考虑过 一腾桑已经完成了雪糕广告的前期筹备 如今只差确定演唱者和女主演就可以拍摄 顺利的话一周时间绝对能够完成 说完雪糕广告 广桥钱子继续说三德利的饮料 只要雨生桑拿出舞蹈方案 三德利也知道时间紧张 肯定会最快速审核的 那时一腾桑应该已经完成雪糕广告的拍摄 接手这边不是问题 广桥钱子说到这 突然起身对三位同伴居了一躬 我知道这样安排 接下来大家肯定会非常辛苦 可我们既然决定要创业 就必须克服所有困难 是啊 真不愧是女强人钱子桑 说的我都有些热血沸腾了 雨生秀术大声道 没错 如果以后有什么霓虹企业大会 我们就让钱子桑去演讲 吉刚祥太紧跟着附和 是啊 让那些老牌企业家见识下 我们家的钱子桑有多厉害 雨生秀术继续 没错 广桥钱子眼看一番严肃发言创造的气氛 转眼就被两个火宝给搞没了 这种犹如魅眼抛给瞎子看的感觉 令他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卷起身前文件 啪啪就在两个火宝头上各敲一下 你们两个笨蛋 给我适可而止 眼看两个火宝终于安静下来 广桥钱子这才真诚地看向雨生秀术 之所以敢这么大胆 是因为我相信雨生桑的才华 一定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钱子桑把我捧得这么高 要是没做好 摔下来一定会很惨的 雨生秀术莫名有种 钱是被领导打鸡血的感觉 这算什么事啊 好不容易穿越了当的大老板 还要吃合作伙伴化的大饼 若真有那么一天 我们绝对会接好雨生桑的 广桥钱子认真道 唉 那我可不能辜负钱子桑的信任了 看来真的要认真起来了 合伙人都这么说了 雨生秀术决定 让这些人见识下 身为穿越者的他 怎么一神戴三腿 进入状态后 雨生秀术拿出会长应有的姿态 接手主持大局 事情一件件解决 那就先说雪糕广告的 女主角和演唱者 最好演唱者和女主角选同一个人 那样能节省制作时间 广桥钱子提议 女主角需要那种外表青春可爱 实际很有心境 内心还要坚强勇敢的女孩子 伊藤信介作为监督 也说出了有关于拍摄的想法 吉刚祥太倒是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一脸成竹在胸的雨生秀术 以吉刚祥太的经验 雨生秀术不作则已 一旦决定要认真去做 心中八成已经有了想法 两位说的都不错 综合一下 我想到一个很适合的人选 松田圣子如何 雨生秀术此言一出 其他三人立刻表情各异地思考起来 很快 广桥钱子率先开口 我觉得不错 对方在公众心中一直有做作女 有心机的印象 出演女主角倒是很适合 松田圣子还能作为广告曲演唱者 选他可以省下不少制作时间 伊藤秀术附和道 松田圣子是很合适 可他是当红偶像 会不会接受邀请先不提 酬劳肯定不会便宜 协调拍摄时间恐怕也不太容易 吉刚翔太说出心中顾虑 可雨生秀术文言 却毫不在意地摆摆手 这些都不是我们该关注的事情 酬劳由品牌方决定 协调档期由博报堂负责 至于拒绝邀请的可能 我想 Song Music的巷子社长 还是要给博报堂面子的 Song Music 正是松田圣子的经济事务所 虽然手握松田圣子这种当红偶像 但也难以改变 事务所处于你红异能产业最下游的现状 博报堂这种霓虹广告巨头 即便体量比不上电通 也不是经济事务所能够招惹的 毕竟广告收入 可是霓虹明星收入的大头 甚至对于酬劳微博的演员来说 更是绝大头 松田圣子再能赚钱 也只有一个 Song Music 除非不想推出其他艺人 否则一定会接受博报堂的邀请 吉刚桑 叫我们选择松田圣子的决定 尽快通知博报堂 表明 这是我们唯一的人选 如果想要换人 那广告拍摄开始时间 扯皮买单 我明白了 吉刚祥太敢忙答应 平日里随便叫臭小子的吉刚祥太 面对认真起来的宇生秀术 是一点都不敢怠慢 宇生秀术不知不觉散发出的自信气势 与平时那随意懒散的样子 简直判若两人 雪糕广告解决了 接下来说三德利的新项目 他们指定以舞蹈为广告主题是吧 宇生秀术问 没错 广桥前子点头 产品介绍让我看看 这是产品介绍 还有样品 吉刚祥太从旁边取出一份文件 以及三瓶饮料样品 宇生秀术先翻看了产品信息 然后再看那三瓶饮料样品 全是果汁型饮料 三瓶分别是樱桃 白桃 葡萄口味 不过比起口味而言 更令宇生秀术主目的是那粉粉嫩嫩 无比少女风的造型包装 以及可爱多开头的饮料名称 从包装风格和名称 就能看出三德利这款饮料的目标群体了 少女以及年轻女性购买者 就在宇生秀术打量产品的时候 旁边伊藤信介拿出一叠文件 推到宇生秀术面前 这是什么 宇生秀术问 是我关于广告的一些拍摄想法 伊藤信介说 宇生秀术拿起来一张张翻阅 然后不自觉地皱起眉头 拿着文件走到伊藤信介身边 伊藤桑的想法虽然很有新意 却有些偏离品牌的风格 比如这里 宇生秀术虽然觉得伊藤信介的想法不够出色 却没有直接说出 而是一点点指出其中的优点和缺点 说到最后 不需要宇生秀术否定 伊藤信介便自己先放弃了 看来没什么用了 伊藤信介有些沮丧 宇生秀术却摇摇头说 倒也不是 关于故事的那部分 还是给了我了一些灵感 他重新将注意力 集中到品牌方送来的样品上 可爱多樱桃饮料 可爱多白桃 嘴里念着饮料的名字 宇生秀术脑中急速思考 并未让三位合伙人等多久 关于这款产品一连串的广告设想 就在宇生秀术脑中产生了 与其自信地开始安排任务 广告曲和舞蹈由我负责 伊藤桑要配合我进行拍摄 我们先录个试看版本给三德利 我一定配合 见伊藤信介答应 他看向广桥钱子 钱子桑下午也不能闲着 有件事需要钱子桑去与电通和三德利沟通 宇生桑请说 我有个关于广告的想法 需要三德利配合 我希望通过媒体宣传 面向全霓虹 甄选三位素人美少女 作为广告主演 利用甄选的噱头 提前为广告造势 宇生秀术说到这 起身双手按住桌面 表情严肃 既然决定要做 那就做到最好 我要用这两个广告 让全霓虹知道 云上映滑 来了 说完 他一挥手 行动起来吧 然后率先走出会议室 呼宇生秀术离开的下一刻 伊藤信介忍不住深深舒了口气 钱子桑 以后务必不要让宇生桑认真了 明明年纪不大 怎么会有这种气势 压力实在太大了 对于伊藤信介的话 吉刚祥太认同点头 我臭小子都不敢叫了 不过这样的宇生桑 真是让人信赖了 仿佛什么都拿不倒他 时间紧张 大家按照宇生桑的安排行动起来吧 伊藤桑去准备摄像器材 我去联系电通和三德利 吉刚桑去博报堂 广桥前子虽只是催促两人 没有发表看法 因为他相信 宇生秀术不会让他失望 晚上九点 东京的天空被夜幕笼罩 早已下班的华纳先锋培训室内 云上硬化的几位创始人 却汇聚而来 他们所处的房间是培训室的录像带播放间 伊藤信介正在摆弄录像播放器 宇生秀术则趁机询问广桥前子和吉刚祥太 下午有关于工作的推进情况 我们推荐松田圣子的提议 博报堂和森永乳业同意了 博报堂保证一定能邀请到松田圣子 并且给我们至少三天录音拍摄时间 吉刚祥太说了雪糕广告这边的进展 只有三天吗 不能再多点 宇生秀术有些不满 宇生桑 那可是现在最当红的女偶像 能有三天就不错了 吉刚祥太狠无奈 我以前也是偶像啊 还有时间考驾照 学画画呢 宇生秀术反驳 吉刚祥太美好气地瞥了眼 宇生桑 还是不要再说这种丢脸的往事了 好吧 录音和拍摄 时间一人一半 伊藤桑没问题吧 正在摆弄播放器的伊藤信介 文言大声回答 没问题 那浅子桑的进展如何 宇生秀术又问广桥浅子 对于全国甄选素人女主演的提议 电通和三德利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不过要看过宇生桑的广告曲和舞蹈设计 才能确定 广桥浅子回答 这时 旁边伊藤信介正好完成了播放准备 我准备好了 现在放吗 伊藤桑 开始吧 宇生秀术示意 伊藤信介启动播放器 趁着还没开始 转头对吉刚祥太和广桥浅子 做出一副你们看好戏的表情 两位做好准备 一会画面可能会很冲击哦 广桥浅子两人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伊藤信介没继续说 他俩也只能盯着幕布 轻快的音乐响起 画面随之出现 扑 刚拿起瓶水喝了口的吉刚祥太 看到画面后直接喷了出来 这 一旁的广桥浅子也是满脸惊喜 只见投放在幕布的画面上 出现了由三个女孩子表演的剧情 演技相当简陋 拍摄地点还是在培训室里 之所以三人能看出剧情 是因为除了音乐 还可以听到伊藤信介的旁白声 主要就是在说 三个女孩分别因为容貌 性格 成绩太好 被周围人孤立 正式版本当然没有旁白 主要是看板太简陋 担心观看者不明白剧情 至于让两人产生那么大反应的 倒不是因为剧情 画面上的三个女孩 其中两个是培训室女学员临时参演 至于另外一个 两人转头看向身边面无表情 嘴角却在抽动的宇生秀术 宇生桑很适合少女打扮 当初要是以少女偶像的身份出道 或许就红了吧 吉刚祥太打去道 广桥前子虽没有说话 但从费尽全力 才能抑制的表情就能看出 他很想笑 哎 你们以为我愿意吗 临时找的女孩子 没我带着 后面的舞蹈 根本跳不出来 宇生秀术无力解释 有选择的话 鬼才愿意女装呢 看那俩的样子 这件事 八成要成为一辈子的黑历史了 等录像带给电通那边看了后 一定要销缓 原来是这样吗 不是宇生桑本来就喜欢女装吗 吉刚祥太鼓作怀疑 混蛋 谁会本来就喜欢女装啊 我为创业做出这么大牺牲 麻烦两位关注重点好不好 宇生秀术恼火大喊 而就在这时 播放画面上的剧情也开始改变 在伊藤信介的旁白介绍下 三个女孩决定 共同参加学校举行的演出比赛 三个女孩的决定 没有得到认可 反而遭到周围人不看好的恶评 可他们依旧坚持 学习化妆打扮 挑选衣服 最终在一片虚声中站上舞台 画面上 三人背对摄像机 以女装秀术为首 摆出三角站位 伴着音乐双手背后 扭动身体 右臂如指针般 在身侧自下上抬起 然后随着音乐转身 可爱的舞蹈正式开始 而这时 一直只有音乐的画面里 终于响起了女装秀术的歌声 我爱我自己 有什么不行的 你是不是在嫉妒我说我很羞耻 很奇葩听不到呢 你的恶评穿上最喜欢的洋装画 最喜欢的妆容 扎一个常规的半扎发出门 去拉带上洋伞 就算孤零零也很幸福拉救 我这么可爱 真是抱歉 我生下来 真是很抱歉救 我这么可爱 真是抱歉 我很努力 真是很抱歉救 我这么可爱 真是抱歉 女孩厉害 真是很抱歉 很火大吧 活该 伴随着音乐 画面上三人的舞蹈 越跳越可爱 尽管不够整齐 也明显因为训练时间太短的原因 经常跟不上音乐节奏 尤其是 羽生秀术身后的两位女孩子 明显水平有限 全靠羽生秀术带着跳 可搭配自信可爱的歌词 配合双手捧脸 神前笔心 双手合十 或插腰的舞蹈动作 整个画面卡哇伊的一塌糊涂 即便平日里 走女强人路线的广桥钳子 尘封多年的少女心 都快被勾动了 广告的最后 三个女孩并没有得到 想象中的认可 或是欢呼 那些恼羞成怒的家伙 三个女孩而言 已经不再像开始那样 在意别人的看法了 他们彼此鼓励着 走下了舞台 广告剧情结束 画面上出现了一张桌子 摆着三得利的可爱多饮料 旁白声随之响起 可爱多果汁 这么可爱 真是抱歉哪 至此 试看片段完全结束 短短时间 就能创作出如此贴合产品的 广告歌曲和舞蹈 还有创意十足的剧情 虽然羽生桑的女装给了 我很大冲击 可我还是要说 羽生桑真是天才 极刚祥太客观评价的时候 还不忘着重强调 羽生秀术女装 羽生秀术文言 紧咬后槽牙 知道这是算是过不去了 广桥前子则侧头 看着羽生秀术 满脸带着惊喜与好奇 羽生桑心里 是不是住着一位女孩子 怎么能创作出 这么坚强自信 又抓住女孩心思的歌曲和故事 什么住着女孩子 哪有这么夸张 羽生秀术大声否认 已经女装就够了 再被误会 心里住着女孩子什么的 真是跳进太平洋也洗不清了 一点都不夸张 真的很能打动普通女孩子的心 毕竟我也曾是个普通女孩子 也幻想过 对那些讨厌的人 说歌词里的话 广桥前子说着好奇问 羽生桑 这首歌有名字吗 就叫这么可爱 真是抱歉 羽生秀术 说出了后世这首歌的名字 这么可爱真是抱歉 后世由流行乐团 Honeyworks创作 是告白实行委员会 恋爱系列中的角色歌 声妞早见杀之演唱 不过真正让这首歌出圈的 是后世短视频平台上 大量用户对于这首歌的翻跳视频 尤其是那位校长的笔心舞 羽生秀术 真是穿越了都甩不出脑子 他这版广告 歌曲并非原版 是霓虹女团高领福子的翻唱版 因为比较适合他原创的剧情 看来大家还算满意 那明天就麻烦钱子桑带给电通了 羽生秀术说 没问题 我会连夜将企划赶制出来的 广桥前子保证 倒不必这么着急 杀之将还需要钱子桑照顾的 羽生秀术赶忙劝阻 羽生桑不用担心 我母亲会照顾好杀之将的 现在是特殊时期 辛苦一点 也是为了杀之将 创造更好的生活 那好吧 还请注意身体 广桥前子一心为了事业 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他还能怎么劝 时间紧张 几人就两个广告项目的琐碎事情 又说了一回 等散会的时候 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 不过 除了羽生秀术 其他三人仍旧如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毕竟三人都是漂泊半生 如今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再辛苦都愿意 至于羽生秀术 本来困得都快睡着了 结果接到 田中信雄的传呼信息 打了个电话 立刻精神抖擞 羽生君 刚和刘景君结束聚餐 那家伙说要回家休息 羽生君陪我去六本目去探如何 还是老地方吗 当然 去的话 我这就打电话预约 没问题 那就老地方见 羽生秀术 最近虽说生活很规律 但自从有了女朋友 已经很久没去六本目喝花酒了 整天和广桥前子 这些奋斗狂在一起 搞不好哪天 他就会被同化 忘记了原本悠闲生活的理想 田中信雄这一约 他发现自己 确实需要去放松放松了 帮助他寻回初心 抵达常来的夜总会后 羽生秀术报上田中信雄的名字 立刻被服务生带到一间包厢内 进门后 他就看到了 被美女包围的田中信雄 正一副乐不思蜀的样子 见羽生秀术到了 田中信雄兴奋的冲其招手 怎么才来 亚游美将一直说很想羽生聚呢 田中信雄此言一出 沙发最远处的一位女招待 立刻配合着露出个羞涩表情 这位就是亚游美 也是那位一直帮助羽生秀术锻炼的老熟人 对方身材火辣 美艳容貌 有种混血的感觉 别看银河顾客时很放得开 但人家只是为了让你消费 属于卖意不卖身 当然 那是指普通客人 像羽生秀术这种级别的帅哥 倒贴也不是没可能 那些说想念羽生秀术的话 接下来在陪酒女的刻意逢阴之下 两人自然是玩得是相当尽兴 羽生秀术一番放松 也感觉初心终于回来了 至于有女朋友了 还来寻开心这种事 再霓虹根本不算什么 别说有女朋友 叶总会结婚生子的顾客 也一抓一大把 就算真发生了什么 对于渣男而言 也只会说一句 我只是玩玩也 你何必这么认真呢 时间来到第二天 清晨的田中家 凌晨散场后 被带到这里的羽生秀术 正吃着田中家厨师做的早餐 羽生俊 真是让人佩服啊 餐桌对面 田中信雄感慨道 信雄桑一大早就感慨 难道昨晚上玩得不够开心 羽生秀术这回还记得 这家伙拉着陪酒女玩 擦边游戏的场景 那些女人为什么找我 我还是知道的 可羽生俊什么都不用做 女招待就那么热情 田中信雄话语间 竟带着一丝羡慕 信雄桑 这种事情有什么可羡慕的 大家不过逢场做戏而已 田中信雄的兴趣 他到现在都搞不懂 好好的大家族美丽姑娘不要 整天沉迷幻场 幻场里像你趋意逢营的女孩子 连名字都是假的 还指望嘴里能说出什么真话 逢场做戏 亚游美将 可是不惜抛下工作 都要跟羽生俊走 羽生俊竟然拒绝了 我怎么确定他 不是别有目的呢 再说 我有女朋友的 找快乐可以 但越界就算了 说到这 羽生秀术难得说了句劝人的话 信雄丧 人不可能没有欲望 但却不能被欲望所支配 羽生俊为什么比我还像三十岁 那是因为 信雄桑太幼稚了 既然说我幼 田中信雄话没说完 就听见几声稚嫩的旺旺声 紧跟着一个咬着尾巴的雪白小狗跑了过来 田中信雄一把将小狗抱起来 冲羽生秀术说 这是母亲在北海盗买的爱奴犬 叫野笔 羽生俊喜欢吗 羽生秀术摇摇头 我更喜欢猫一些 喜欢猫啊 田中信雄自语一句 似乎记在了心里 趁着田中信雄撸狗的功夫 羽生秀术三两下吃完饭 便告辞离开 不过 他并没有直接去云上硬化 而是准备先返回公寓 收拾下怡荣 毕竟昨晚玩的有些疯 外形很是憔悴 可让羽生秀术没想到的是 当他打开门的瞬间 却在公寓里 见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 庆子 怎么会在这里 我的戏份拍完了 当然就回来了 还想第一时间就见到秀术君 结果等了一晚上秀术君都没回来 没错 此时在羽生秀术公寓里的 正是他的正牌女友松板庆子 请问 找快活通宵夜不归宿 还被女友在家里捉了个正正 该怎么办 羽生秀术表示 他一点不慌 先做出疲惫的神态 语气一定不能慌张 云上硬化 接到了电通的广告拍摄项目 因为制作时间太紧张 在会社忙得太晚就没回来 面不改色心不跳 依附我为视野而憔悴的姿态 瞬间就让松板庆子相信了 秀术君这回回来 是准备休息吗 我去放洗澡水吧 松板庆子说着就要忙活 运有体贴的样子 让羽生秀术想起昨夜的放纵 内心升起一秒愧疚 不用了 昨晚在公司睡过了 回来换身衣服就走 羽生秀术说完 松板庆子放弃了放洗澡水 转而伺候他换了衣服 然后又将他送到门口 秀术君 路上小心 如此贤惠的模样 令羽生秀术再次愧疚一秒 庆子 今天还有其他事吗 早上要去松竹硬化 下午应该没有事 那下午一起 秀术君不是要工作吗 工作哪有庆子重要 羽生秀术又说出了 他自己都不信的话 但没办法 女人就爱听这个 果然他此言一出 松板庆子顿时爱意满满地说 好的 我等秀术君找我 云上硬化忙吗 确实忙 可这忙和羽生秀术 这位甩手大股东 实在没啥关系 广桥前子带着企划和试看袋 前往电通进行沟通 希望能尽快开始 全国甄选素人少女的计划 伊藤信借手上 还有音乐录像带的制作项目 一大早就外出拍摄去了 至于吉刚祥太 则是紧跟博报堂那边 希望能快点确定 松田圣子的拍摄时间 本就小猫两三只的云上硬化 此时都出去忙工作了 竟然空荡荡的 只剩下他一人 眼看如此 羽生秀术索性 背着画板 直奔楼下培训室 进了舞蹈间后 他靠在落地玻璃边 一边晒着太阳创作 一边欣赏少女们的舞姿 创作放松 两不耽搁 与此同时 地址位于新宿区的 Some Music事务所总部 松田圣子刚刚抵达 便从经纪人口中得知 他之后的工作行程 出现了调整 本来的行程 是上月末发行的 新专辑的宣传活动 现在却临时插进来了 三天广告拍摄 沟口桑 是从明天开始吗 松田圣子问经纪人 沟口身郎 没错 不但要拍摄 还要录制广告曲 已经安排好的行程 相泽社长 竟然能调出三天时间 真是少见的 松田圣子有些惊讶 毕竟这三天里 不光是线下宣传 还有已经确定的 电视节目呢 听说是因为 拍摄时间非常紧张 提出邀请的是博报堂 相泽社长很难拒绝 沟口身郎无奈道 那种广告业巨头 事务所除非万不得已 是不可能拒绝邀请的 广告曲我能看看吗 松田圣子问了句 这种突然插进来的工作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担心遇到不喜欢的音乐 就是这首歌 沟口身郎将博报堂 送来的歌谱 递给松田圣子 千层套路 名字很奇怪 歌词似乎很有趣 松田圣子仔细看了下去 很快 他从最初只是觉得 这首歌很有趣 渐渐竟发自内心的 对这首歌产生了一种认同 想哭的夜晚也不是没有 但正是因为 有想要紧握的幸福 但正是因为小小的勇气 就能改变一切 将歌词念到这里 松田圣子轻声道 真是很不错的歌呢 能知道是哪位作曲家的作品吗 沟口身郎文言 露出一个颇为怪异的表情 沟口桑 有什么问题吗 松田圣子好奇问 这首歌的作者 就是那位宇生秀树桑 宇生秀树 岂然是他 松田圣子先是没想起来 很快反应过来后 一脸惊讶 从小学馆那一撞 宇生秀树见鬼般的反应 就给松田圣子 留下很深印象 后来在颁奖直播上 看到对方那副难忘的造型后 松田圣子心中 也犯起过别样的打算 可因为行程实在太忙 两人又没有接触的机会 最后便不了了之 最近一次听到 宇生秀树的消息 正是不久前 对方与松板庆子 公开交往的新闻 谁想到 转了一大圈 他与宇生秀树 竟突然要打交道了 还是以一种 意想不到的方式 没错 这位宇生桑 如今不仅是畅销作家 还成立了一家 名叫云上印花的会社 明天参加的广告 就是云上印花负责制作 沟口深郎 将他知道的全说了出来 明天去哪里拍摄 明天先去录制广告曲 圣子桑多熟悉下这首歌 制作时间非常紧张 下午 文京区 宇生秀树带着松板庆子 一路朝他新买的房子走去 宇生桑的新房 可以入住了吗 松板庆子问 之前尽管在拍摄电影 但也通过电话得知 宇生秀树 买下新房子的事情 是啊 准备这两天就搬进去 庆子要是晚回来两天 去公寓可就找不到我了 我可没有那么笨 当然会提前联系秀树君的 是吗 那昨晚在公寓等了一晚上的 是谁呢 我不知道 亨即便是成熟大器 如松板庆子 在恋人面前 也净显小女儿姿态 两人说话间 已经到了新房子的大门前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挂在大门左侧的门牌 在霓虹也叫表里 这东西 本是方便邮差投递信件 标注房子主人信息的 但随着时代发展 如今更像是一种文化装饰了 家之宇生秀树骨子里 就不是个霓虹人 所以用起来更加随性 完全不遵守传统规则 他的表里是自己设计的 白色打底 黑色字体 是他亲手书写 鼻走龙蛇 毫不潇洒 万事屋 宇生桑怎么会给房子 起这样的名字 像是杂货店样 看着表里上 宇生姓氏旁边的 万事屋三个大字 广桥前子一脸奇怪 一念天地阔 万事羽毛轻 宇生秀树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念出了 表里边缘的两行小字 出自宋代词人金堂所作的 水调歌头 刺永康白史君韵 眼看松板庆子还不明白 仍一脸疑惑的样子 这才想起 女友是个高中 都没毕业的学渣 这是我很喜欢的 一句华夏诗词 取了其中两个字 反正这名字他用了 今后某个白毛青年 再用的话 那就是模仿他的 搞不好还会被 动漫里的人物因此吐槽 说什么和大作家的家 竟然一个名字啊之类 想想还是蛮有趣的 至于像是杂货店什么的 他倒是不在乎 谁让他是作家 霓虹作家 剖腹自尽的都有 他给自己家 取个奇怪的名字 又算得了什么 谁敢质疑 他就敢说谁没文化 毕竟在霓虹擅长 华夏文学 本就是文化人的象征 果不其然 当羽生秀术一番解释后 学渣松板庆子 立刻露出你好厉害的表情 好了 来看房子 怎么能一直站在门外呢 说完 羽生秀术推门而入 经过重新设计的庭院 非常简单 除了中间位置的条形喷泉外 其余都以绿色的草坪为主 只在边缘位置 点缀着绿植和花卉 走过庭院 进入房子内部仍是原来的简约装修风格 不过对于一楼的洗浴间 羽生秀术还是进行了一点改装 扩大了洗浴间的面积 把原本靠窗的单人浴缸 换成了能同时躺下 两人的超大按摩浴缸 庆子 这个按摩浴缸很舒服的 搬过来后一起体验如何 羽生秀术一脸正经地说 谁要和秀术君一起体验 松板庆子到底是女孩子 修脑地说了句后 跑上了二楼 我很喜欢这个露台 站在二楼的巨大露台上 松板庆子伸着懒腰 羽生秀术上前轻拥住女友 贴在耳边小声道 我也喜欢 不过我更喜欢二楼的大床 庆子想去看她吗 秀术君又在乱想什么 庆子不想吗 还未正式入住的万事屋 却先进行了一场正式的战斗 羽生秀术与女友瑟瑟一番 接下来又进行了逛街 购物 看演出三部曲 算是完成了一天的约会 时间来到第二天 一大早的羽生秀术便从女友温软的怀中艰难爬出 不是她不想多温存一会 实在是有重要事情不得不起来 昨晚吉刚翔太打电话通知她 松田圣子那边已经协调好了时间 今天正式开始广告拍摄 第一个要进行的就是广告歌曲的录制 她这位词曲作者 当然要进棚担任歌曲制作人了 港区索尼音乐的录音棚 自从小学馆意外偶遇后 时隔三个多月 羽生秀术再次见到了松田圣子 这个当今霓虹娱乐圈最红的能女偶像 羽生老师非常高兴能一起合作 接下来还请多多照顾 松田圣子打招呼时 还是那甜甜的标准笑容 我也非常高兴能与松田桑一起合作 羽生秀术礼貌回答 两人仿佛集体忘记了在小学馆的那次偶遇 松田桑 时间紧张 我们还是尽快开始录音吧 好的 没有过多客套 两人迅速进入工作 羽生秀术本以为凭借松田圣子的实力 录音应该会很轻松 可接下来的发展却不像他以为的那样 羽生秀术 松田桑 我要的不是甜美的感觉 松田圣子 非常抱歉 请让我再试一次 羽生秀术 请暂时忘掉以前唱歌时的感觉 当自己是一位普通的女孩子 松田圣子 非常抱歉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几次下来 松田圣子依旧找不到感觉 这位女偶像 有着老天赏饭吃的清亮嗓音 能够成名绝非偶然 可明显还是经验不足 太过沉溺于以往的唱法 歌声完全不像是去联谊的女孩子 而是参加活动 演出的甜美偶像 和歌曲索要的效果是南辕北辙 八成会让看广告的人出戏 松田圣子 暂时休息一下吧 羽生秀术明白 一直重复录不会有任何改变 他也不是喜欢冲别人大喊大叫的人 还是要想办法开导 非常抱歉 让羽生老实费心了 即便录歌被连续否定 松田圣子 态度依旧温和有理 和松田圣没关系 是我没能表达清楚想要的效果 羽生秀术不是在客气 看着端坐在录音棚外间的松田圣子 羽生秀术问 松田桑知道东京女性上班族的状态吗 松田圣子摇头 非常抱歉 我并不知道呢 羽生秀术这才想起来 眼前这位中学毕业就出道 又怎么会知道 普通上班族是什么样子呢 这些你红女偶像 十五六岁就走红 思想没有成熟 就浸泡到复杂扭曲的娱乐圈里 某种程度来说 算是脱离了真实社会 会做出令普通人看来三观碎裂的事情 也就不奇怪了 松田桑 我歌曲中创作的主角 只是想要把握幸福的普通女孩子 自信 富有心机 可爱的外表 都只是她内心的掩饰 她想要做真实的自己 却因为现实不得不戴上面具 因为现实不得不戴上面具吗 松田圣子轻声呢喃 对 没错 羽生秀术肯定到 却没注意到 松田圣子一直保持的甜美表情 在说话时一瞬间的失神 松田桑看过喜剧电影吧 往往令大家发自内心而感到快乐的剧情 并非来自刻意伴仇 而是人物最真实的表现 所以 松田桑不需要想着去表达什么 做自己就好 做自己吗 松田圣子 好似明白了什么 是的 羽生老师 我想再试一次 说完 松田圣子转身走进录音棚 站在话筒前 松田圣子沉音片刻后 开始演唱 歌声响起 羽生秀术感觉 那个甜美可爱的当红偶像不见了 或许是寻回了学生时的感觉 或许只是单纯的饰演 现在的松田圣子 在羽生秀术眼中 就是他想要的普通女孩 面对这样的松田圣子 羽生秀术不得不承认 对方绝对是霓虹偶像中最职业的一位 用后世一个网络流行语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人间清醒 将台上与台下的界限 区分得清清楚楚 镜头前 就扮演成粉丝想要的偶像 离开镜头 立刻做回自己 即便面对批评 也毫无压力 也许就是这种态度 才令这位昭和时代就走红的偶像 一直能活跃到四十年后吧 松田圣子进入状态后 录音就变得顺利起来 下午四点钟刚过 所有录制便全部完成 羽生秀术给松田圣子 做了个结束的手势 便开始整理母带 谁想他一转身 突然发现不知道何时 身边竟多了位神态和蔼的中年男人 你好 请问有事吗 羽生秀术礼貌问 当才专心录音 都没注意对方是什么时候来的 能随便进入索尼的录音棚 工作人员并未阻止 显然不会是普通人 初次见面 我是若松宗雄 松田圣子的制作人 得知圣子桑在录音便过来看看 冒昧打扰 非常抱歉 中年男子解释道 若松桑你好 我是羽生秀术 羽生秀术话音刚落 松田圣子正好从录音间里走了出来 见到若松宗雄今喜悼 若松桑怎么来了 听说圣子桑在录音 便来看看 没想到竟然发现一位 很有才华的音乐人呢 若松宗雄后面的话 是看着羽生秀术在说 若松桑过奖了 羽生秀术客气道 绝对没有 羽生桑这首歌 真的很有心意 是我这样的老古董 绝对创作不出的 说到这 若松宗雄掏出名片 递给羽生秀术 事实开口 羽生桑这么好的外形 加上如此出众的创作能力 不知有没有兴趣做歌手呢 啊 羽生秀术满脑子问候 这怎么就突然邀请他做歌手了 这时 旁边的松田圣子赶忙解释 十分抱歉 若松桑并不清楚羽生桑的身份 说完 松田圣子又对若松宗雄介绍 羽生桑其实是位作家 他的绘本非常受小孩子喜欢的 若松桑整天忙着工作 都没关注过前段时间的新闻吗 谁想松田圣子 即便介绍了羽生秀术的职业 可若松宗雄仍不死心 羽生桑 我在索尼音乐也有些权利 如果羽生桑愿意做歌手的话 我能保证索尼投入最大的资源 若松宗雄此言一出 连旁边的松田圣子 都有些嫉妒了 当年若松宗雄发掘他的时候 都没能给出这样的保证 可谁想面对如此承诺 羽生秀术还是摇头拒绝 十分抱歉 我没有做歌手的想法 说完 羽生秀术转头看向松田圣子 松田桑 今天的合作很愉快 先到辞了 然后羽生秀术 便带着录制好的母带离开了 陆哥只是开始 后面的工序还有不少呢 时间紧张 可容不得他耽搁 见羽生秀术离开 若松宗雄露出个可惜的表情 羽生秀术顺利完成录音 耗时仅用了一个白天 等于帮伊藤信介增加了拍摄时间 他在之前就拍摄细节 已经和伊藤信介进行过很多的讨论 伊藤信介那边 也制作了详细的拍摄脚本和计划 因此 他只在开始时跟组了半天 顺便教会松田圣子 跳千层套路叠手舞后 眼看拍摄符合他心中的要求 便做起了甩手制作人 森勇乳业的雪糕广告进展顺利 另一边三德利的广告主演 全国甄选也正式开始了 创立于1921年的三德利 是霓虹老牌的酒精软饮生产销售商 财大气粗 实力雄厚 去年起 三德利决定涉足清凉饮料行业 可惜几款产品推出后 销量都不尽如人意 此次与电通的合作 再加上次广受好评的广告拍摄 方云上映化 让三德利对于本次广告宣传营销非常重视 因此 当他们决定执行语生秀术的建议后 仅仅过去一天 媒体上关于广告主演的甄选宣传 便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全霓虹 甄选建议虽然是与生秀术提出 但甄选规则 却是由电通和广桥前子商量后制定的 考虑到甄选时间比较短 因此 规则制定的非常简单 只要是年龄不大于16岁 身高不低于1米5 五官端正的素人少女都可以报名 只需在一周时间内 投递基本信息和全身照片即可 云上映化会根据拍摄需求 挑选出50位候选者 邀请他们来东京参与面试 直接在面试中选出三位广告主演 获选者将会得到百万日元的酬劳 靠着三德利不惜成本的宣传 再加上百万日元的诱惑 这几天云上映化 每天都能接到一大堆信件 初步筛选工程量巨大 本来宇生秀术忙完音乐录制 以为能偷懒陪陪女朋友 结果直接被广桥钱子抓了撞钉 钱子桑 我说 这种简单的事情 就不用麻烦我了吧 宇生秀术手上不停地拆开信封 发现不符合要求 然后丢掉 重复继续 满脸无聊 只是拍摄广告 又不是进入艺能界当艺人 因此 有不少女孩子都想要尝试一下 加上她们在甄选规则上 只能要求长相端正 不能公开说丑的 就别来了 结果导致太多不符合要求的女孩 投递了信息 我们就那点员工 全都被伊藤桑带去拍摄广告了 吉刚桑要配合电通那边的工作 难道宇生桑让我一个人忙碌 对面广桥钱子也在重复着拆信动作 语气无奈 还是人太少了呀 要不再招聘些员工吧 我们现在业务量还太少 面向社会招募员工不划算 我想等毕业季招募毕业生 广桥钱子说出打算 钱子桑真是精打细算呢 不过该招人的时候就招 真的等又多了 再招就来不及了 宇生秀术建议 我会考虑的 广桥钱子道 过几天 我准备搬家 准备搞个桥钱派对 只会邀请亲近的朋友 到时 钱子桑带着杀枝酱来玩 聊工作实在无聊 宇生秀术便说起了搬家的事情 要不是这几天太忙 早就应该搬进去了 没问题 两人就这样一边聊天 一边进行挑选 由于人数实在太多 他们甚至连投地人信息都没时间看 只凭照片上的外形条件 就决定是否淘汰 两人忙到了下午 吉刚祥太正好回来了 三人一起拆信 效率立刻提升不少 咦 这个女孩子看起来真漂亮 刚到的吉刚祥太大声说 偶尔发现一个天赋不错的女孩子 也算是三人 无聊拆信工作中的乐趣了 能被吉刚桑夸奖漂亮 肯定很优秀 广桥钱子 好奇地凑过来看 吉刚祥太在意能借从业多年 见到的美女不要太多 能入他眼的 肯定不会太差 真是很漂亮了 简直像是漫画里走出来的女孩子 听到就连广桥钱子都在夸奖 余生秀术忍不住好奇 也凑过去看了起来 确实很漂亮 照片上的女孩子 有张精致漂亮的小脸 笑起来下巴尖尖 真如广桥钱子说的 像是漫画中的甜美女主角 不过余生秀术怎么看怎么演书 索性从吉刚祥太那 拿来女孩的个人信息 准备看看到底是谁 宫腾美奈子 生日是1967年7月31日 住址是东京都板桥区上市总庭 宜这不是那位本田美奈子吗 85年以偶像歌手的身份出道 结果一头撞上了正巅峰争霸的钟森明菜和松田圣子 惨遭两位超级偶像一路碾压 生涯最受好评的唱片也才卖了25万张 余生秀术之所以记得 这位不算红的偶像 完全是因为对方患病早逝的可探命运 记忆中曾看过一个霓虹歹命红颜女星排行榜 这位就排在板井泉水下面 因此印象十分深刻 貌似这份歹命红颜排行榜的第一名 常年被某位小胖菜霸占 难怪后世在某度输入歹命红颜 会直接跳出对方的名字 这种外形条件 做偶像出道都足够 要不就先把他内定了 吉刚翔太建议 不着急 还有这么多人没看呢 后面再确定也来得接 广桥钳子虽然也很欣赏 这位功腾美奈子 却没有着急下定论 宇生秀术并未发表意见 毕竟现在说什么都太早 不过他们三个也没忙太久 随着伊藤信介顺利拍摄雪糕广告 开始进入后期制作之后 被他带走的几位员工也总算回归 反正挑选标准 只要漂亮可爱就行 初选的工作果断被他们丢给了手下 宇生秀术也趁着暂时的清闲 继续开始创作 他可没忘了他的根本还是作家 没有作品给他源源不断带来的现金流 他拿什么投资创业 拿什么享受生活 此时 他很庆幸当初选择创作绘本 成为作家 绘本这种读物 销量爆发 看似不如小说之类 可架不住绘本的销售生命长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小孩子不会永远三岁 但永远有三岁的小孩子 每年销量看似也就五万十万的 可几乎年年加硬 销量稳定 卖个几十年都不带衰减 而且 家长买绘本可不像买小说什么的 岂不都是好几本 小孩子读得快 购买频率还非常高 前世他给小外甥女买绘本就是这样 一买就是好几本 两三个月就要买一次 别看他打算 每年至少发行十五部绘本 可对绘本市场而言 销化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这也是小学馆为什么重视他的原因了 市场足够大 他还是人气作家不愁销量 真是能画多少就签多少 也就是语生秀术 考虑脑中存货有限 外加不想太过另类 否则真就住在小学馆了 其实不单单是绘本 儿童文学读物都有这样的特点 打开销量排行榜看看 大榜的都是儿童文学 因此 语生秀术除了绘本外 也准备尝试其他的儿童文学作品 能多赚一点是一点 他花钱的地方可多着呢 原本说好要连载的儿童小说 因为要占宝可梦 IP给耽搁了 现在也该搞出来了 语生秀术 其实早就想好了 要连载的作品 那便是后世现象级的 霓虹奇幻儿童小说 神奇点心店 神奇点心店是华夏一鸣 在霓虹 这本书的名字是 《驼国子物前天堂》 由霓虹奇幻女王广岛林子创作 相比起 语生秀术之前创作的早教绘本 神奇点心店的受众更广 就连成年人读起来也很有意思 号称儿童版解忧杂货店 前世这套图书 它是给小侄女买的 可自己却也看得津津有味 这套书围绕一家神奇的点心店 前天堂展开 只有幸运的孩子 才能找到这家店 从老板红子手中 买到一款带有魔力的点心 实现自己的愿望 解决自己的烦恼 另一家点心店 倒霉堂主人店店 则售买专做坏事的点心 由此 两家点心店的老板 因截然不同的理念 展开了正邪对决 而他们售出的种种神奇点心 也让客人们 展开了一段段 不可思议的奇遇人生 前世神奇点心店 自2013年 由携程社出版第一册后 截至到2019年 总销量就突破400万部 常年雄剧霓虹儿童文学销售榜 而且不单单在霓虹 在全亚洲范围 这本书都是现象级作品 鼎鼎大名的 《哈利波特》系列 在亚洲范围 都被这部奇幻儿童小说 打得丢亏气甲 无力抵挡 不过由于创作时间的关系 书中一些不符合 当今时代的内容 是需要它进行一定的修改 因此 这几天《与生秀术》 除了创作新绘本 就是在写 《神奇点心店》第一册 《圆梦橡皮糖闯获了》中的 第一篇故事 害怕游泳的真有美 偶然发现了一家 名为前天堂的点心店 她在那里买了一款 美人鱼橡皮糖 这块糖 让她在游泳池中 变得如鱼得水 可她的身体 却悄悄发生了变化 《美人鱼橡皮糖》 便是这篇故事的名字 第一篇故事完成后 正好北人会里约她有事 隔天没有去云上映画 跟踪雪糕广告的后期进度 而是前往了小学馆大楼 小学馆大楼二层的代课室内 前天综艺 抱着《与生秀术》 交来的稿子细细读 正是刚完成的那篇故事 《美人鱼橡皮糖》 另一边 北人会里 在与与生秀术 签订完两部新绘本的发行合同后 又拿了份新合同地了过去 这是与生桑绘本的 国际发行代理合同 看看有问题没有 这次北人会里约与生秀术前来 为的就是此事 与生秀术的绘本在霓虹热销 为了利益最大化 小学馆自然要将其推向国际市场 毕竟欧美国家的绘本市场更加成熟 加上绘本作品的文化隔阂小 只要作品足够优秀 很容易就能在世界范围大卖 与生秀术接过来看了看 无非是小学馆负责全球推广发行 要在利润中抽成一定比例罢了 又问了些国际发行的细节问题 比如如何结账之类的 感觉没有问题便盖印签署了 北人会里拿过合同 关于译本的翻译工作 与生桑要参与吗 这方面我就不参与了 我相信小学馆的实力 成品出来给我看看就行了 与生秀术心想 小学馆毕竟是你红老牌综合出版社 翻译个绘本能有什么问题 再说那些绘本的译本他也没看过 无法判断好坏 所以还不如交给专业人士 我知道了 还有件事要告诉与生桑 自费出版的《口袋妖怪》 首批200本的回款共60万 已经达到云上文化的账户了 200本 与生秀术尽管有所准备 可比起它动辄单周几千本的绘本出动销量 这数字还真是惨淡呢 销量确实很一般 从书店方面的反馈来看 购买者表示 新作品的问题在可读性太差 北人会里解释 是这样吗 与生秀术已经预料到了 毕竟是照搬动漫文字化 还夹杂那么多设定内容 可读性能好就怪了 眼看与生秀术不在意 北人会里也不好再说什么 其实 光是书店反馈的读者意见还罢了 一些纸媒报刊上 已经有评论家在批评与生秀术 这次失败的转型了 毕竟是人气绘本作家 当初顶着偶像作家的名号 惹出那么大动静 顺风顺水的时候 万人追捧 这稍微遭遇点挫折 就有人忍不住跳出来了 眼看年底文化界的颁奖季即将到来 小学馆自然不想语生秀术 这位嫡系王牌因为恶评 而影响到颁奖季的收获 因此 已经开始进行舆论公关 力图把这次失败转型带来的影响压到最低 不过单靠公关想要消除影响是不可能的 能够改变舆论的 只有语生秀术 只要他能拿出成功的转型之作 那一切恶评便会不攻自破了 想到这 北人会里看向一旁的前田综艺 那篇短短的故事 对方已经看了很久 也不知道质量如何 啪 就在这时 原本认真阅读的前田综艺 突然猛拍了一下身前桌子 前田桑 请问出了什么事吗 前田综艺这一巴掌 可把北人会里吓了一跳 北人会里问完 就看到前田综艺 一脸兴奋地指着手上的稿子 大声道 语生桑的这篇故事 真是太优秀了 前田桑过奖了 语生秀树星想能不优秀吗 在解忧杂货店还没出事的当下 这种套路的故事 对如今的读者来说还非常新鲜呢 没有过奖 我说的可是真心话 前田综艺再次强调 前田桑 请让我看看 眼看一篇故事 让前田综艺高兴成这样 北人会里好奇地拿过来阅读起来 前田综艺也不管北人会里 继续对语生秀树问 我看语生桑只带了一篇故事 是考虑连载吗 没错 这种小故事创作起来非常琐碎 先连载 等篇数足够多了再发单行本 语生秀树解释 这样的话 我这里有一个建议 就是前田综艺面露为难 前田桑请说吧 咱们又不是初次合作 语生桑是知道的 比起出版业务 我们的杂志业务并不理想 最近上层为了打开局面 已经计划好 创办一个专注儿童文学的周刊 如果语生桑愿意的话 这篇小说将会作为创刊作品 前田综艺说到这 语生秀树立刻明白对方的意思 想让神奇点心店登陆新周刊 利用他的名气和作品质量 帮新周刊打开销量 这件事对于他来说有利有弊 弊端在于和新周刊捆绑在一起 新周刊没成功 他的神奇点心店也得不到宣传 有利的地方则在于 小学馆既然下决心要搞新周刊 那凭小学馆的实力 宣传力度肯定不会小 一旦成功 那他的神奇点心店直接借势起飞 考虑到小学馆旗下 能连载神奇点心店的杂志 那可怜的销量 语生秀树觉得 与其选择这些杂志连载 还不如上新周刊放手一搏呢 现在他已经不是参加会本大赛的时候了 就算小学馆的新周刊失败了 他也有时间等神奇点心店 凭口碑逆袭 想到这 他便对前天综艺说 这件事我可以答应 不过能知道新周刊的首发时间确定了吗 前天综艺听闻于生秀树答应 顿时喜上眉梢 他十分清楚 于生秀树这次创作的故事有多优秀 比起上次那本《口袋妖怪》 完全是另一个级别的作品 前期宣传至少需要一周时间 顺利的话7月初就能发行 我清楚了 需要我配合宣传的请提前告知 那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